保家卫国的战神将军竟穿越成现代百烂宅女 不仅被迫绑定无良性 逼得他更猛逼了 看着柔肉无骨的小手才发现这根本不是他的身体 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成阳那儿唧唧 突然系统狡诈出现 告诉他刚刚被揍的男人是他双胞胎弟弟 而接下来的任务是轻柔弟弟的脑袋 不做也可以 开心接受88道电击洗礼 女人看了眼瞅不拉击的弟弟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比起柔弟弟脑袋什么的他更喜欢劈脑袋 说着就想打斗系统牵批了 系统感受到宿主的抗拒电力不由的加大几分 男向晚无奈只好妥协 小女子能屈能身不就是摸脑袋吗 我摸 一旁的弟弟虽然跟姐姐平常不对 但是看着姐姐浑身颤抖的瘫倒在地心里不免担心 手不自觉想要将姐姐扶起 突然一只毛茸茸的小脚毫不留情地踹了过来 力度之大绝对是清净 弟弟就这样动得一声直挺挺跪倒在地 男向晚这下舒服多了 区区地瞪着面前的坏人 自己刚刚还担心他 这臭女人居然想谋杀清帝 正想奋起反抗挠他一爪子 突然一只小手温柔地俯上他的头发 下一秒女人皮笑肉不笑僵硬地搓着弟弟脑袋 力道大的差点捏碎弟弟的狗头 这重邪的一幕吓得南朝阳落荒而逃 妈呀这个姐姐太可怕了 男向晚完成任务美滋滋地增加二十魅力值 可他一个几百年前的大将军要怎么适应现代生活呢 好在系统很快便给他科普学习 拿着手机电脑就不愿撒手 不得不佩服现在的人脑袋就是聪明 这么厉害的高科技都能发明出来 要放在古代联想都不敢想就会被荡成疯子给埋了 很快男向晚被安排参加练习生出道节目 刚进门就被嘲讽是买菜大妈 晚晚摘下帽子盛世美颜一两无鱼 瞬间惊艳到一旁的托尼老师 这娇柔的一幕引起晚晚认真的感慨 你好娘啊 托尼老师不干了 夹着嗓子质问 人家这叫钟姓美 男向晚不想浪费时间直接叫他输个高马尾就完事 很快准备完毕 看着台上女孩紧停一首歌感动了所有导师 不料下一秒 穿着军工装的女孩出现在舞台 就那标准的君子引得评委疑惑她为什么参加练习生 女孩则认真且洪亮地回答 考军校 没考上 这一脸的严肃认真萌的评委眼嘴憋笑 台下的众人更是肆无忌惮地笑出猪叫声 别的小姐姐不是唱歌就是跳舞 怎么到她这里画风突变哈 正在众人期待她接下来会带来什么节目时 男向晚真诚地表示她不会唱歌更不会跳舞 要不来的徒手踢砖 只见她手起刀落一掌劈碎八块砖头 这霸气的一幕惊呆了在场佛友人 更是震得评委只敢别闹 但是这可是选练习生的舞台 小姑娘漂亮是漂亮 貌似更适合参加高手在民间 男向晚无奈只好把这两天刷到的爱如火轰轰烈烈地吼了一遍 这可把评委笑不活了 台下的众人更是笑地垂翻了国际的大体 只有策划在一旁高深莫测地准备签下这个超有综艺感和路人员的星星 很快评委给出了地级评分 主持人递过评级贴并提醒放到显眼的位置 女孩明了 一巴掌拍在引以为傲的高峰上 这一本正经的哈哈模样又笑翻了一众网友 这一幕气的上次欺负男向晚的绿茶标火猫三丈 随后自信满满地认为她随便唱唱就能把男向晚比下去 谁料下一秒就被啪啪打脸 直接被评为最差的F级 气得女人点名要跟男向晚比较 晚晚早就想捏死她替原主出气 没想到这女人这么急着着屎那就不客气了 随后两人选择了跳舞 晚晚斗智昂扬地选择越快越好的音乐 然后向导师要了一把剑 紧跟着音乐起 战鼓想寒光出窍 男向晚很快沉浸在带军大获全胜的场景中 一旁的白莲花早已被吓得摔倒在地 狼狈地挪着飞腹后退 一曲弊 女人飞身而下利落的脚尖落地 恍于战神在世 众人热血沸腾久久无法回神 这一幕完全惊艳到背后的老板 更是引得台下粉丝高呼老公好帅 男向晚无脸 为什么这个界面的姑娘都要叫我老公 还有男人也喊自己老公就过分了呀 这个女人只是不经意跳了之舞 就被一群女人追着 喊老公我要给你生猴子 就连身价切异的影帝霸总也非她不娶 不仅想要她成为自己MV的女主角 还不惜花重金必须让她迁到自己公司 原来女孩是古代的战神将军 意外穿越成现代女明星 不仅被迫绑定坑爹系统 还必须完成触发性任务 如果感受到宿主抗拒 有钱扣钱没钱就触电 就在刚刚 死队投习白威肆意挑衅触发了隐藏任务 在舞台上打败戏白威 奖励不知道 但是任务失败就到扣现金两千块 男向晚猛地站起 狗系统你出来我保证不打死你 这几天做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任务 好不容易攒了点老婆本 就变真法地想骗我零花钱 她要捍卫老婆本 绝不能就这么被扣走 男向晚斗志昂扬登上舞台 好在导师选了一首快节奏的国风歌曲 男向晚很快想好节目 并向导师要了一把剑 随着音乐响起 男向晚眼神变得凌厉 刷得拔出利剑 一股剑锋划过系白威的脖子 吓得女人瘫倒在地连连后退 沉浸在剑舞中的男向晚 仿佛回到了当年带兵大获全胜的场景 地旁的导师纷纷被带入其中连连补整 台下的观众更是热血沸腿 男哥好美好帅 我要给你生猴子 男向晚表演结束 刚坐下正一户 为什么要生猴子 就听到系统狗腿的提示任务已完成 看着任务奖励女孩顿时眼睛一亮 不仅魅力直加二 还获得舞蹈专精的技能 更重要的是十倍网购返现一次 对于一个刚学会手机的剁手党来说 简直不要太幸福 满脑子畅想我是小富婆 我的负重三件套终于可以买齐了 老娘全部都要买最贵的 然后一口气把钱全部花光光 哈哈 美滋滋啊美滋滋 随着十倍反线到账 男向晚看着现在的面板数据很是满意 但是要达到脱贫姿态还远远不够 看来要多触发任务多赚钱了 至于怎么触发那就得靠你了 随后用眼尾瞄了一眼不远处的系白威 虽然之前被他推下水差点淹死 但在那之前我会手下留情 日后有的是时间敲爆他的脑袋 系白威不由地打了个寒战 莫名的有种被蛇盯上了的错觉 吓得他连动也不敢动 一旁的选手们则看到男向晚居然冲袭白威 假笑顿时紧张起来 我们晚晚那么单纯善良可不能被白莲花点欺负 不行 我们要一起保护老公 就在这时 工作人员小跑着过来 希望男向晚把手机上交一下 文言女孩赶紧把手机护在怀里 不要 他还要网购反线呢 看着他护实的模样 工作人员又不好上手去抢 只能尴尬的解释 其他人都上交了 你来得晚 还没来得及跟您说 您看 众人也纷纷表示手机早就上交了后 他才依依不舍地将手机递了过去 看着宝贝手机马上要离自己而去 女孩瞬间没爱了 好不容易等到练习生出赛结束 很快有工作人员带他们去往宿舍 男向晚看着挤得不可开交的工作人员很是无奈 脚步不由地加快了几分 但后面的人群像疯了一样追着韩老公走慢点 吓得男向晚把腿就跑 随便选个房间就闪了进去 好险 终于摆脱了这群可怕的现代人 刚要松口气 突然一个人影闪动 一只花里胡哨的玩意儿飞扑过来 嘴里还大喊着居然是活的老公 哎呀 老公老公我简直爱死你了 女孩抱着就不愿意撒手男向晚也很无奈 试着扒了一下发现根本拽不下来 难道是自己前面不够突还是后面不够翘 为什么这个世界的姑娘都叫自己老公 这时走过来两个女孩 一个叫丁文一个叫雷雷都是她的新室友 随后挂在脖子上的女孩也眉眼弯弯地告诉老公她叫一半年 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两个工作人员推门而入表示有些事情没来得及交代 随后把手机递给弯弯 女孩看到手机瞬间眼前一亮 我的宝贝手机回来了 不等她欣喜完工作人员赶紧知道她把微博注册好 以便节目组的后期宣传 很快获得官方认证 紧接着手机瞬间被抽走 男向晚一愣 呃 我的宝贝手机 不等她回身 节目组赶紧拿着手机一溜烟跑 独留一脸失落的某人看着空落落的小手久久无法回身 镜头外的众人看着她委委屈屈的小表情简直要被萌化了 男士反差萌简直太暗 弹幕瞬间刷屏纷纷要求节目组把手机还给她 看把孩子委屈她 此刻刷着评论的节目组正讨论有了男向晚收视率嘎嘎笑 明天一定要多多拍她 突然发现老板兼影帝的顾本怀居然发微博邀请男向晚做她MV的女主角 评论区瞬间疯狂了 一个新人居然能被天王老板点名邀请合作 这个男向晚肯定会大火 五代女将军穿越成现代练习声 不仅徒手批砖震惊全场 还一曲剑舞吸粉无数 就连一个背影也能让直播间瞬间爆跑 粉丝纷纷表示坐等男哥盛世美颜 只见女孩左手完成100个俯卧撑后换右手继续 众人双眼放光这种优美线条谁能抵挡得住 毫不知情的男向晚继续形体拉伸 紧接着又练习登山跑 下灯再来一波仰卧起坐 此刻直播间早已罢屏 这是什么仙女本人 随后满屏的男哥威武老公我爱你 而此刻的男向晚正嫌弃地方太小影响发挥 想当初在军营负重八百里走路都不带喘了 无奈只好做个容易的单手倒立 只见他稳住两秒后 缓缓将全身重量集中于大拇指 然后将剩下的四根手指根根成全 弹幕瞬间乍屏纷纷发出土拨鼠尖叫 卧槽这是什么牛逼体呢 本人军校生真心表示做不到 不要再问我为什么要跪着看直播 因为不跪不行啊 而此刻的男向晚仿佛不知疲倦 同一个姿势保持单指道立半小时 与此同时 屏幕外的影帝老板从男向晚出现就一直看着直播 起初是觉得这个女还有点意思 再看到有女孩居然会单手俯卧成着实有点差异 震惊的是居然有人跟他一样能完成单指道立 不过比起疯狂的粉丝身为老板的他还算淡定 此刻完成锻炼的男向晚转身离开了画面 男人依依不舍地放下手机 刚起身又听到直播间传来声音 其他人都还没起床呢 我是居然最早来的夜 都说早起的虫子有鸟吃一点都不假 大家一定要支持我喜白威哦 这恶心的发言听得男人一阵鸡皮疙瘩 好似吞了只苍蝇般反胃 赶紧就将手机扔得老远 完了还恶心的将手猛甩几下 都是女人咋差距这么大 难怪晚晚一夜之间涨粉两个印 紧接着将身上的真丝睡衣一把扯下 露出了结实有力的八块腹肌 随后单指称帝 这种高难度动物 突然电话铃声响起 原来是公司那边想提前把男向晚签下来 还有横天娱乐 成功娱乐 以及好几家大公司都想抢人 那就三七分把人签下来 众人一惊 新人就给三七分 这种待遇是从来没有过的呀 女孩拥有最强舞蹈复制功能 仅看一眼在男的动作都能完美复刻 只因他不仅拥有隐藏系统 还获得舞蹈专精技能 可偏偏有那么几个刁民 仗着十年舞蹈功底非要找他一较高低 只见男向晚刚进门 女人就热情地走过来 随后特意大声招呼 哎呀男向晚你怎么现在才来 我们所有人都练习二十分钟了 只等你来就可以开始训练了 他说的亲切表面 也是笑嘻嘻一副好闺蜜的模样 但话里话外 却都是男向晚不仅迟到 还拽起二五八万 说着就亲切地伸出爪子去拉他的手 身为女将军的男向晚 哪里会知道女人的花花长 他只是下意识地不惜语言触碰 特别是这种娇滴滴的绿茶花 所以女人只能尴尬收回将在半空的底 但很快他又恢复满脸笑 随后理所当然地蹭着男哥的热 眼睛却瞄着一旁的直播摄像头 得意地以为粉丝都看着 你男向晚第一天训练就迟到拖累大家进 一旁的板砖粉一半烟气的就要向前撕了他 哎呀你个毒妇 居然故意引导粉丝误会我老公 说着就要去找他的板砖试试这女人头有多挺 就在这时舞蹈老师走了进来 众人纷纷鞠躬向魏莎老师表示欢迎 只有男向晚猛逼的有点猛逼 完了只有他一个明星也不认识 老师温柔地询问 大家都热身了吧 那我们就开始 话还没说完绿茶表又迫不及待地出来搞事情 老师男向晚刚来还没来得及热身 随后又一副脚柔造作的轻舞血盆大肚 但是让大家都等他一个人不太好 紧接着自来熟地搭上男向晚的肩膀 要不大家先训练 我陪他热完身再追上大家 好家伙 不仅让老师认为男向晚不尊重他 又让大家觉得都是男向晚才耽误所有人训练 在一副好闺蜜的样子拉一波善良体贴的人生 男向晚冷魔扫过 他不是不懂公斗 他只是懒得去懂 此刻直播间的板砖粉早就按捺不住 恨不得冲进屏幕去喝了这杯绿茶 不等他们行动 男向晚轻烈地瞄了一眼绿茶后冷冷回到 你好啰嗦 绿茶瞬间卡壳 下一秒直播间被这句你好啰嗦疯狂罢评 并表示对付这种神级绿茶就应该直接秒他秒他 这时老师敲了敲黑板让众人回神 随后拿出舞蹈教程让众人先看一遍 等下一个一个上台表演 正当众人惊呼看一遍就演示也太难了吧 这时小绿茶故意大声嘀咕 我只记住了一点可以吗 心想第一个出头的人老师总会多点印象 玄机老师让他把记住的部分演示一遍 绿茶信心满满上台 还以为只要跳好前十秒就能经验全场 殊不知旁边站着的发呆也能把舞蹈完美复刻的抢着 十秒过后 女人一副胸有成竹的等着老师来表扬 没想到老师直接大吼下一个下影 女人气呼呼的下台 却看到还在一旁发呆的南向晚 随后狡诈一笑 快步来到南向晚身边故作开心 南向晚说他想上去 此刻发呆的南向晚正愉快的想上午吃什么下午吃什么 压根没封离他 突然腰上被人猛的推了一把 南向晚这才回神卖出了一行 小绿茶大惊 自己都用上吃奶的力他居然没有摔出去 南向晚瞥了眼这脚屎惊 这小娘们咋这么欠收拾 也不想想他可是帝国战神将军 下盘底子在那里 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推倒的 无奈老师已经点名南向晚只能先上台 然而看着全过程的板砖粉立马炸锅 你嘛 南向晚只是发了个呆嘴都没张 这小绿茶等级也推高了 咱们家暴力少女搞不过呀 众人纷纷表示南向晚快跑 板砖前来护驾 此刻的南向晚则深吸一口气 随后音乐响起 南向晚小手柔美的向空中挥动 紧接着一个个高难度舞蹈动作 完美展现在大家面前 他这才发现自己居然能看懂 从未接触过的舞蹈动作 在想到系统奖励的舞蹈专精技能瞬间了完 嘿嘿 这就好玩了 小娘们居然想要我丢脸 那就看谁的脸比较疼 别说三分钟的舞蹈就算半小时 只需一遍我都能完美复刻 此刻的南向晚如同会发光的保持 不仅惊艳了导师还震惊了所有练习生 特别是小绿茶器的牙齿都咬断好几个 特喵的 说好的不会唱歌跳舞吗 此刻最激动的莫过于南哥的板砖粉 满屏的卧槽卧槽一句卧槽走天下 穿越而来的女将军究竟有多受欢迎 不仅吸引了一群老婆粉 更是连舞蹈老师都对她爱不释手 再知道她不仅徒手劈砖 还在舞蹈中融入武术更是震惊不已 如是在练习完成后 玉莎老师疑惑地问她以前是不是学过舞蹈 南向晚立刻绷执身体 认认真真的占了个君子 报道老师 我学过武术 卫莎老师回想南向晚的剑舞身姿 毫不吝啬地夸奖她把舞蹈跟武术融入贯通 却又被她一本正经的娇憨模样萌得心花怒放 轻拍她的肩膀以滋鼓励 并真诚地表示南向晚的舞蹈可以出事了 这也说明她的武术功底很厉害 至少是宗师级别的 听到老师表扬她的武术南向晚就开心了 全身每个细胞都透着美滋滋呀美滋滋 毕竟本人可是帝国战神将军 不得不说这个老师超有眼光 就在这时老师突然提议 让南向晚去一般练习 毕竟新手趋势拖累她的进度完全是浪费人才 南向晚欣然接受老师的提拔 然而她第一天练习就跳极直通一般 一旁的白莲花极度的浑身颤抖 要知道一般只有七人每个都是零五级别 而且他们主攻方向是舞蹈改变 仅仅只是看几遍就能将全部舞蹈动作抠下来 南向晚凭什么 凭什么能跟他们一起 白莲花指甲都快抠进肉里 脸上却努力保持微笑 眼神里的极度却藏也藏不住 老师 南向晚虽然舞蹈跳得好 但是她唱歌好像不行 您这样做观众和其他人会有意见的吧 毕竟直接跳极道 但是从来没有过的 南向晚这样做会不会被黑走后门啊 我去 这白莲花段位不是一般的高啊 不直接对着本人进攻而是迂回作战 直言别人会对南向晚有意见 却不说是自己有意见 玉莎老师冷冷地瞥了一眼这绿茶花 冷声叫她练好自己的舞 不该管的是哨馆 白莲花被老师凌厉的目光下的连连后退却无力反驳 只能气得捏紧了拳头 随后又一副被欺负的委屈模样 我只是担心南向晚 紧接着声位俱下满眼指控 此刻弹幕已经疯狂 卧槽 这女人居然把别人都当傻的吗 她是真不知道自己推南向晚之后就暴露了 还在这里装姐妹情深神经病吗 更有人表示老子是来看小姐姐跳舞的 不是来看你哭鸡鸡眼公斗的 就连微柔的玉莎老师碰到这个玩意儿也只能脑壳痛 虽然恨不得给她一巴掌 但却只能强忍着离开 她怕自己会忍不住给她一下子 随后招招手叫南向晚赶紧走 可白莲花眼看南向晚就这么走了 赶紧趁着镜头还在立刻委委屈屈地演一波 不料走到门口的南向晚突然停下角度 烦躁地转头 你真的好啰嗦 众人纷纷认同都嫌弃得离她远远的 气得白莲花咬牙切齿 却只能强忍愤怒看着南向晚潇洒地离开 此刻弹幕已经离家出走 满屏的哈哈哈哈 你好啰嗦好啰嗦 我男哥人美花少能力强 不是什么野花能比的 很快老师将南向晚带网弹 越看越喜欢不仅被她的实力征服 更是喜欢她那直率的性格 而此刻的南向晚正低头想着怎么会有这种烦人劲 一直逼逼刀逼逼逼刀地像个苍蝇一样没完没了 要不是现在的文明世界杀人犯了 她早就一刀将人斩了 突然老师回头 看着南向晚软萌萌的表情还以为她是紧张了 连忙上前安慰 不用紧张 以你的实力竞为班没问题的好好加油 南向晚乖巧地连连点头 却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 很快两人来到一班 玉莎老师开心地打招呼 给您送来的好苗子 众人好奇地看着魏老师后面的南向晚 快看 那个徒手劈砖的还会武术的那个 人家那是剑舞 还有人家有名字叫南向晚 显然一般的氛围比其他般要好很多 毕竟强者之间更多的是惺惺相惜 很快两个老师商量好 练武这几天让南向晚跟大家一起待在班 不等老师离开 众人就一拥而上围着南向晚七嘴八舌 真的吗 真的吗 你真的会武术吗 会吗 会吗 那你会后空翻吗 或者别的招式会吗 众人积极喳喳满脸期待的小眼神 老师正要大家冷静点 只见南向晚直接迈出一步 刷的一下 脚尖点地 下一秒 原地起跳带动一阵微风完美的来了个后空翻 动作干净利落 柔中带刚帅气而张扬 南向晚面无表情地点头回复 会 众人瞬间疯狂 好帅好帅好帅 妹妹教我教我 粉丝也对南哥帅气的后空翻震惊不已 我南哥二话不说就给你来个后空翻可还行 哈哈哈哈 我南哥简直是宝藏女孩 突然南向晚察觉到一股非常强烈的视线 扭头就发现一个娇娇软软软的人羞红了脸 好不容易喜欢一个 媳妇却不认识她 更重要的是她不仅要跟一群男人抢媳妇 还要跟一群女人抢 只因她媳妇是穿越而来的战神将军 不仅拥有隐藏系统 还有各项专业技能 就在刚刚 南向晚敏锐地察觉一道炽热的目光 猛然转头却发现一个女孩正正地盯着她 女孩感受到南向晚的视线害羞的闪点 瞬间羞红了小脸 猛逼的南向晚有点猛逼 这时直播弹幕瞬间向着奇怪的方向发展 哇 你们看到了吗 朱砂眼神多闪 小脸居然红了烟 是我发现了什么不该发现的东西吗 众人纷纷磕到了磕到了 傻男CP冲冲冲冲 朱砂窘迫的匆忙走开 空气莫名的有点奇怪 老师赶紧拍手制止 好了好了别摸鱼了 赶紧训练 看着大家都开始练习 南向晚站到最后也跟着音乐一起跳 一旁的萱萱唱歌很好听 但是手脚不协调 想到自己一直卡在第一个洞子 再看到南向晚只是看了一眼就完美复刻了整段舞蹈 不得不配合 还真是人比人气死 然而另一边的朱砂也通过镜子偷描南向晚 眼神像黏在他身上一样 南向晚敏锐地察觉到有强烈视线 疑惑回头下的朱砂赶紧闪躲 如此反复几次 搞得南向晚小小脑袋大大的问号 那个女孩子到底怎么回事 不等他搞明白老师就安排他们两个改编舞蹈 因为一个成功的偶像 不仅能搁上舞 还要有一定的创作能源 而编舞只是其中一个 众人羡慕不已 然而南向晚却猛逼得更猛逼了 那什么编舞 系统没有奖励这个技能啊 所以他不会 突然一瓶水递了过来 朱砂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合作 就在这时 系统突然出现 恭喜宿主触发任务 与朱砂合作编舞 奖励不知道 但是任务失败将会扣光所有金额 南向晚瞬间炸锚 狗逼系统 老娘好不容易攒点老婆本 又变招法地想搞走 你休想 一旁的朱砂猛逼地看着突然暴躁的女孩 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不等他回神 南向晚接过他递来的水甜甜一笑 好的 一起合作 猛逼的朱砂是相当的猛逼 显然跟不上南向晚的沙雕节奏 好在他很快进入状态 先是询问他以前学过编舞吗 南向晚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没有 也没学过跳舞 但想到自己的舞蹈专精技能 好像是看过的舞蹈动作都可以复制 朱砂并未嫌弃他什么都不问 而是柔声鼓励他有武术功底 一般的舞蹈动作都能轻松搞定 南向晚乖巧点头 他现在目标明确 那就是跟着大佬准没错 大佬说啥就是啥 很快两人进入状态 当即开始了编舞 朱砂在前面南向晚则在后面认真学习 两人完美配合一个个高难度动作震撼人心 直播间瞬间弹幕四起 哇 暴力少女秒变乖乖女望 傻男CP给我锁死 朱砂和我男哥简直配业异 然而此刻正在看直播的影帝老板 看着那些奇奇怪怪的傻男CP莫名不爽 他们哪里配了 女将军穿成现代练习生究竟有多厉害 别人练了十年才勉强完成的舞蹈动作 他只需一眼就完美复刻 甚至跳得更好 只因他拥有隐藏系统 不仅有舞蹈专精技能 还可以完成任务获得其他技能属性 就在刚刚 南向晚接受了系统任务 与朱砂合作编舞 可是身为帝国女将军的他哪里知道编舞 系统也一副势不关己的欠揍模样 没办法 南向晚只能乖巧地看着旁边的朱砂 他决定跟着大佬混 大佬干啥他干啥 如是朱砂在前面跳南向晚在后面的 即使在南的动作南向晚都能完美复制 引得一众粉丝拍手叫好 就连幕后的影帝老板都震惊不已 本以为南向晚从未学过舞蹈会比较吃力 没想到他不仅将街舞的专业动作展现完美 甚至比十年功底的舞蹈大佬还要牛逼 就在朱砂类的喘息时 南向晚却斗志昂扬 随后来了的托马斯回旋 紧接着单手撑住身体开始旋转 弹幕瞬间炸风了 卧槽 南向晚牛逼 哪位大神出来解释一下 这叫什么 特么这个动作我练了三年都还没练回 南向晚只看了一眼就跳出了精髓 这就是天才跟普通人的区别啊 南向晚擦了擦额头的汗 随手将早就想剪掉的蓝色头发重新扎好 一旁的朱砂兴奋地拉过南向晚的手 这么厉害的搭档简直令舞蹈上升了一个等级 他意犹未尽地想拉着南向晚继续编舞 就在这时 南向晚的肚子发出了震天响的咕噜声 在看了眼墙上的时钟 南向晚幽怨地看向老师 捂着空城记的肚子仿佛能吃下一头牛 满脑子都是开饭了吗 宝宝好饿 真的要饿死了 老师也被南向晚的目光逗笑 瞧把孩子给饿的 如是拍了拍手叫大家吃饭去 众人正恭敬地跟老师道别 唰的一声 一个人瘾早就冲了出去 那速度甚至带出了一道道残影 这可把波间的粉丝逗得笑不活了 看把孩子都饿傻了 像急了下课灵想起的我 杠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我南哥只想杠饭杠饭杠饭 而此刻的南向晚早已冲进食堂 那表情 那神态 那杠饭素 仿佛一只饿了三天三夜的小乳猪 这可把食堂大妈高兴坏了 这才是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应该有的食量 众人却心太炸了 他不是来选秀的吧 吃那么多都不用保持身材的吗 而此刻轩轩端着午餐 想跟南向晚一起 南向晚则嘴巴塞得满满当当 只是点了点头继续杠饭 轩轩看着那落高高叠起的餐盘 不得不羡慕埋头苦吃的某人 就这秒饭的实力居然都不会胖的吗 而此刻另一边的白莲花 却恶狠狠地盯着这边 南向晚撇撇嘴 小娘们干嘛一直盯着他看 难不成看他可以当饭吃 懒得理会那脑子有坑的女人 愉快地伸了个懒腰 啊哈 吃饱就犯困 看样子要回宿舍睡一觉先 轩轩见南向晚起身 还以为他要回舞蹈室 如是起身准备一起过去练舞 没想到南向晚只是吃太饱 想回去睡觉 轩轩一脸猛 吃饱就睡 南向晚你是猪猪吗 而南向晚则满脑子想的是 午休有两个小时可不能浪费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有个鬼鬼祟祟的身影紧随其后 等南向晚睡着后 便轻轻地推开了宿舍门 随后悄悄爬上南向晚的床 紧接着掏出了锋利的小刀 这个女人究竟有多变态 不仅想刮花南向晚的脸 还威胁朱沙在南向晚跳舞时 制造意外 否则就将他血藏 因为他爸爸是公司高层 随随便便一句话 就可以让他直接退财 朱沙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 随便你怎么威胁 我是不会做伤害南向晚的事 随后转身离开 而此刻的南向晚正呼呼大睡 突然一个人影悄悄地推开了宿舍门 轻手轻脚地来到南向晚床前 恶狠狠地瞪着那张熟睡的素颜 紧接着举起手中的修眉刀 下一秒 一双蓝色冷魔术地睁开 西白威惊恐地看着南向晚的双眼 居然被自己恶毒的嘴脸触碰 随后脚下一滑 哒当一声衰落的狗啃 南向晚撑着小脑袋 悠悠地望着久久无法起身的女人 小娘儿们居然想趁她睡觉搞偷袭 可惜老娘上辈子在战场练就了一身肌肉记忆 只要有点风吹草动 就会条件反射攻击 要不是其他人来得及时 她的脑袋早就被一拳打爆 而西白威却恶狠狠地瞪着突然闯进来的三人 要不是这群家伙 自己早就刮花了南向晚的脸 到时候就说帮南向晚修眉 一时手滑 不小心弄伤了她的脸 好家伙 谁来给这毒妇一巴掌 让她也尝尝毁容的滋味 然而她却并不知悔改 居然面对众人的指责还倒打一耙 直接污蔑南向晚推她 再配合她倒地不起的模样 众人还以为自己错怪了她 本来想向南向晚求证一下 没想到某小只倒头就睡 西白威见状更加有底气 竟气势汹汹地指着他们怒吼 等我顾北怀哥的新歌MV女主角发布 我让你们好看 你们一个也别想跑 随后气冲冲地离开宿舍 然而她嘴里的顾北怀哥哥 早就变成南向晚的小谜底 不仅费寝忘食地赶工作 就为了不耽误看南向晚直播 一旁的秘书早已饿得泪流满面 郑小生的议论午休时间到了 快点进南向晚直播间 没想到影帝老板不仅认真偷听 还一点都不生气员工上班摸鱼 下一秒竟拿起手机 赶紧进入南向晚直播间 没想到满屏都在询问南向晚 怎么还没出现 不会出事了吧 这时玉莎老师也疑惑 这都两点多了 南向晚怎么还没来 朱砂僵硬得不知如何是好 下一秒 着急忙方地将人挖过来 这个女人只是睡了个懒觉 微博粉丝就长了两个亿 就连影帝霸总都成了她的小谜底 只因她是古代战神将军 意外穿越现代练习生 不仅练就了一身肌肉记忆 就连睡着了也能单止旋转倒立 就在刚刚 本该出现在直播间的南向晚 却还在呼呼大睡 朱砂立刻将人扛着扔进了练习室 然而此刻的南向晚身体虽然醒了 脑子却还没醒 就这样迷迷瞪瞪处在那里 谁料直播间粉丝却不减反增 纷纷替南向晚求情 孩子早上练太多 求老师轻点骂 突然一只小手将她拽了过来 只见南向晚本能地站到那里 朱砂见状伸出五指在她眼前晃了晃 随后问她这是几 南向晚眼皮直打架 迷迷糊糊只认得这是个拳头 朱砂无奈地揉了揉脑袋 却也只能先带着她热身 来 高抬腿十个 下一秒南向晚刷刷刷速度飞起 只不过身体在动 眼睛却紧紧地闭着 猛地吓了朱砂一大跳 如是试探性地叫她倒个例 南哥二话不说直接来了个单指倒例 随后叫她匹个叉 刷得一下动作标准又迅速 再来个头顶旋转 下一秒羞羞羞地转个不停 就这样过了十分钟 南向晚猛地睁开眼睛 愉快地伸了个懒腰 突然感觉哪里不对劲 环顾四周才发现自己在练习室 南向晚猛逼得有点猛逼 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出现在练习室 朱砂一阵无语 第一次见有人闭着眼睛练习十几分钟才惊醒 随后拿着心边的舞蹈给她看 南向晚则一脸认真的乖巧模样 朱砂不由地想起于静庭威胁的话语 心中吃笑 什么玩意儿 她才不会因为一句威胁 就做伤害南向晚的事情 手却不自觉地钻紧 就连一旁的南向晚都察觉到她的愤怒 如是弱弱地提醒 只废了 朱砂这才回神 满脸歉意 南向晚轻拍她的肩膀 表示自己都记住了 我们一起巩固一下就好 很快来到下午六点 下课铃声一响 南向晚就嗖得一声留下一道残影 老师崩溃大吼 跑那么快干嘛 食堂又不会跑 就在这时 萱萱过来叫朱砂一起去吃饭 却发现她还在练习 原来明天就要考核 她不想拖南向晚后头 因为南向晚根本不用复习 只一眼就完美地复制了整段舞蹈 萱萱震惊不已 南向晚是魔鬼吗 这么厉害 然而震惊地不止她一个 另一边的影帝老板 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将南向晚签下来 经纪人立马表示亲自去谈 老板这才满意地点头 突然一阵匆忙的脚步声传来 顾总 不好了 网上有人爆料 南向晚作风有问题 她是九一少女追捧的顶流影帝 却对一个新手练习生迷恋不已 不仅每天定时定点看她直播 还不惜一切代价将人挖到自己公司 就连同学爆料南向晚作风有问题 她也毫不犹豫地相信女神的人品 即使粉丝要求南向晚退赛 她便利用老板身份直接下令比赛照酒 随后找到南向晚高中老师 经过采访得知 南向晚成绩虽然在中游 但是努努力还是有希望考上一本 然而老师看了她在节目组的表现 才知道孩子一心扑在考军校的训练上 可惜最后没有考上 经过两个截然相反的采访 很快转变了网友们对南向晚的态度 然后再爆出造谣者才是导书第一 大家这才明白 原来是有人故意抹黑南向晚 粉丝们由于羞愧 南向晚的波波间瞬间爆炮 而此刻的影帝老板却并不满意 直接下令将造谣诽谤者告上法题 很快安排好这边 立刻切换女神直播间 就在这时助理提议 为了节目效果可以应粉丝要求 让南向晚跟珠沙吵一下CP 没想到老板直接冷漠拒绝 吵什么吵 又不是我们公司的艺人 助理表情就很奇妙 哎呀呀 这是没见面就吃醋了 而另一边的南向晚并不知道这些 因为他目的手机 此刻他正着急的等待比赛 小脚也不自觉的抖动 整个人焦虑到极点 一旁的搭档柔声安慰他不要紧张 然而南向晚着急的却是吃饭时间快到了 要是11点还没轮到他们 那他的午饭怎么办 珠沙顿时无语 南向晚你属猪的吗 好在很快轮到他们 在导师期待的目光中音乐响起 只见珠沙猛的抬头 镜头感十足 萨爽的来了一段街舞 随后转身露出了后面的南向晚 只见他嘴角上扬信心满满 随后脚下一灯 下一秒 抓的一下前空翻 直接翻过珠沙 稳稳的落在舞台中心 我脸更是给南向晚帅气的荧幕来了个特性 粉丝顿时疯狂 太帅了太帅了 南哥太帅了 同样是女人 她怎么能怎么帅 随后满屏的老公老公我爱你 就连导师都赞叹不已 没想到南向晚舞台胆这么炸裂 就在这时 珠沙表情凝重 因为接下来的动作幅度较大 需要很大的力气才能做到 她虽然单独练了很久 但是绝对不能失败 此刻双手不由的微微颤动 突然一只小手向她伸来 紧接着是南向晚帅气的脸庞 再看到冷静如常的南向晚 珠沙顿时定下心来 放心的交付于她 下一秒 刷的一声 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就连导师都兴奋地表扬 两人非常棒 完全可以直接出道 珠沙使劲鞠躬道谢 然而一旁的南向晚 却呆呆地神游 就连导师都发现 她似乎情绪不高 珠沙小声地提醒 她才悠悠回神 随后拿起话筒 一本正经地回答 十一点半了 该吃饭了 众人猝不及防一阵无语 时间要不要卡得这么准 锅间瞬间笑不活了 哈哈哈哈 南向晚快被饿死了 孩子不在乎点评 孩子只在乎炫饭时间到了 导师无奈服额 随后宠溺地让大家先吃饭 下午再继续考核 文言南向晚如蒙大赦 雀跃着往前冲 珠沙只感觉一阵腰风刮过 就见南向晚帮速消失 珠沙笑骂南向晚是猪 很快吃饱喝足的南向晚 一边啃苹果一边美滋滋地哼着小曲 就在这时 等了昆年的系统疲惫地发放奖励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获得歌唱专精技能 十倍网购返现一次 华碗娱乐公司一家 南向晚瞪大双眼很是满意 居然还有十倍返现 没想到狗子还是能给好东西的呀 系统一听直接炸毛 本系统明明是喵喵 才不是笨狗子 南向晚才不理会是狗还是猫 努力多啃几口苹果后 依依不舍地将它奖励给狗子 哦不 系统 喵喵嫌弃地看着抠门的宿主 和只剩一半的屏幕 可刚支撑的某人则开心地溜去睡觉 与此同时 影帝老板一直看着南向晚重播 不由地畅想 如果给他好好包装一下 再敲定适合的风格 然后和他成团 嘴角止不住地上扬 他确实值得最好的 助理目瞪口呆 老板就是力捧南向晚了 就在这时 金牌经纪人兴奋地表示 南向晚现在就是一块金子 恨不得立刻将他牵到自己手下 顾北怀轻轻地敲了敲桌面 无声打断经纪人的激情昂扬 不是恨不得 而是不计任何代价 都要把南向晚牵到南北旗下 很快两人行动起来 顾北怀重复看着直播 突然手机铃声响起 男人目不挟视地 看着重播询问情况如何 顾总 南向晚的父亲知道情况后 立马解除了 南式地产与趋势的合作 另外 造谣者驱贵也被学校开除了 顶流影帝邀请新人同台 却惨遭拒绝 然而他并不生气 还下令不惜一切代价 将人迁到自己公司 此刻经纪人马不停蹄 赶往签约大楼 只见门口早已人杉人 喊乱成义务 原来他们都是来跟他抢人的 狼虎着急地冲下豪车 这是影帝老板迫不及待的变化催促 赶紧的 千万不能被别人抢先了 经纪人整个人都骂了 看老板这架势 恨不得把南向晚直接绑回公司 嘴里抱怨帮影帝追星太可怕了 脚步却不由地加快了几分 与此同时 现场正在公布考核成绩 众望所归 朱砂和南向晚都是最高评级 然而此刻的南向晚 却早已神游天外 只因他绑定了顶流系统 由于这次超额完成任务 系统便发放了丰厚的奖励 不仅获得歌唱专精技能 还奖励了一家娱乐公司 但他却对石背反线更感兴趣 可惜他目的手机 突然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这才将南向晚的思绪拉回现实 南向晚以为节目结束了 刷的一下猛然站起 赶紧90度鞠躬道谢 朱砂满脸黑线 这个漫半拍的搭档还能要吗 就在这时 工作人员敲咪咪的叫南向晚过来一下 女孩以为工作人员放他回去睡觉 把腿就往宿舍跑 不料下一步 直接被拉着后衣领拖进了隔壁房间 南向晚神情瞬间低落 可是他真的好想睡觉啊 很快经纪人热情的邀请他进去 南向晚则狐疑的看着男人 狼虎却被女孩精致的容颜惊艳了 真人简直比电视上漂亮百倍不止 就这颜值 居然没被星探挖掘也是一大神迹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 这完全可以靠脸吃饭 却偏偏要靠实力去考军校 还好没考上 暗暗窃喜了一把 赶紧拿出一份合同 虽然迫不及待想他立刻签约 但是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不下 随后步入正题 南向晚同学 你知道这两天网络上关于你的留言吗 犯困的某人还在犯困 至于经纪人说了什么 那只能去问周公啊 狼虎拿出手机示意他看看网上的新闻 毕竟老板为他解决了麻烦 还是让他知道的好 然而两人却并不在一个频道 只见南向晚看到宝贝手机 瞬间就不困了 紧接着一顿操作猛碌 就很急 万一宝贝手机又被上交了怎么办 那可是十倍网购返现 哎呀呀 这个头盔居然才一万八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刷刷刷 下单付款一气呵成 很快系统弹出通知 十倍返现奖励已兑换 十八万财富已到账 买到中意的宝贝 还能返现 南向晚终于舒服了 经纪人见他看得这么认真 以为他了解局势 正准备接下来的签约流程 不料南向晚随手放下手机 真诚的告诉他没看 你还有事吗 狼虎心吓一惊 没看 那他刚刚一顿暗暗示在干嘛呢 而且还这么急 难道他另有打算 那可不行 赶紧长话短说 我们南北娱乐想与你签约 并给予你三期分成 而且我亲自带你 并向你保证 签约后会给你最好的资源 不料南向晚却果断拒绝 狼虎这下是真的急了 老板可是下了死命令 要不计任何代价 我可以安排你们同台演出 话说一半留一半 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后又爆料 顾北怀亲口说过很欣赏他 并且已经向他发出合作邀请 南向晚一时陷入了沉思 那毕竟是原主梦寐以求的合作 可他现在自己就有一家娱乐公司 那他该怎么选呢 女孩被迫绑定顶游系统当明星 不仅拥有过目不忘的歌舞技能 还奖励了一家豪华版娱乐公司 然而他却对石碑购物反线更感兴趣 只因他是古代穿越而来的女将军 第一次面对手机这种高科技 简直不要太欢喜 就连顶尖娱乐公司 向他抛来橄榄枝也毫不在意 经纪人好说歹说他也无动于衷 最后不惜搬出影帝老板来诱惑他 可南向晚却仍然不为所动 甚至连影帝老板是谁都忘得一干二净 系统都听不下去了 气得喵喵乱跳 哎呦我的宿主 顾北怀就是原主被抢走 MV女主角里面的男主角啊 南向晚这才想起 原主记忆里好像有这么一段 随后却摆出一副我们不熟的表情 可经纪人却以为 他这是被顾影帝的魅力折服了 正当他胸有成竹准备接下来的签约时 南向晚却直接拒绝了 啊你说什么 拒绝 你为什么拒绝 狼虎周身气息顺便 拒绝他就算了 居然有人会拒绝顾影帝的邀请 随后满脸黏肃 节目组可是帮你公关过了 并给造谣诽谤你的人递了律师海 言外之意就是 你这么顺利都是公司在护着你 年轻人要知道感恩不是 而且有南北娱乐这么牛掰的存在 分分钟带他成为顶流比吃饭还容易 可南向晚却表情尴尬 总不能说系统送了他一家娱乐公司吧 还有他又不傻 自己放着老板不当 跑去给别人当小弟 但是别人帮了自己 该有的感谢还是要有的 随后猛的站起 认真且严肃的鞠了一躬 感谢节目组 一旁的狼虎被他唬得一愣 这就完事了 最终也只能无奈的挠了挠头 说到底就是不签吗 他是真的服了 怎么会有这么不懂事的心人 随后想起老板设人心扩的冷漠 完了 老板可是下了死命令 要不计任何代价把南向晚签下来 玩犊子了 我是不是马上就要隔屁了 再看到南向晚坚定的眼神 狼虎只好先离开再想办法 临走时还不忘提醒南向晚 就算你现在不签 日后定然会求着我签 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 然而此刻南向晚却认真地玩着手机 根本没时间搭理他 至于他说了什么 硬是半个字也没听进去 就在这时跳出一个好友深情 华晚娱乐的首席执行官 也就是南向晚娱乐公司的直系下属 有什么问题一概找他就完事 可没想到此人这么热情 滴滴滴就是一连串消息 不等回复又滴滴滴发个不停 眼看没等到南向晚回信息 立刻觉得应该多藏几部手机 说着就要给南向晚先送100个手机过去 南向晚正想回消息来着 突然一只大手无情地将手机抽走 随后工作人员还耐心地解释 非特殊情况 选手是不能用手机的 南向晚撇撇嘴 只好到阳台去透透气 没想到楼顶早已坐满了人 突然一个人影像他飞扑过来 呜呜晚晚 让我蹭蹭你的舞蹈天赋吧 跳舞真的太难了 看着挂在自己身上的人形挂件 南向晚也只能由他挂着 原来是狼虎刚刚路过这里 瞥了他们一眼 众姐妹就欢呼雀跃 仿佛到达了人生巅峰 萱萱更是兴奋地表示 那可是顶流影帝顾北怀的经纪人 不仅是能唱会跳的全能艺人 还是火遍全网的顶流影帝 这要是能跟天王同台 就可以被叫小师妹了 小姐妹越说越兴奋 突然有人提出疑问 顶尖经纪人来这里干什么呀 难不成是要找人内定吗 话落空气突然就安静的可怕 众人眼搓搓地看着南向晚 晚晚 他找的人该不会就是你了 不得不说家人们真相了 然而南向晚却脸部红星不跳地说没有 随后赶紧转移话题 萱萱你跳舞不协调主要是平衡的问题 这跟你平时走路站姿有关 不过问题不大 等一下我帮你纠正一下 但是一次不够 要不你每天早上跟我一块训练 萱萱瞬间双眼放光信心满满 殊不知他将要面对怎样的地狱级训练 可他却兴冲冲地要教南向晚唱歌 就那驾驶拦都拦不住 很快两人达成共识相互学习 一日清晨 南向晚训练完就被带到了地板 因为考核结束后只能回到原来的班级 然而一进门就对上几双意味不明的眼神 尤其是小绿茶余静婷 南向晚懒得理着小娘们 一天天的跟个脚屎精一样烦得很 不料女人却冷漠一笑 听说习白威是被你推倒的 这个女孩只是轻轻地捶了一下墙壁 几十米后的墙体就阴声而裂 随后一把捂住新金女的嘴巴 吵死了 你要是个男的 早送你跟阎王拜把子去了 转身离开 吓得新金女摊坐在地 然而在众人看不到的地方 却露出了得意的冷笑 随后找准角度偷瞄一旁的摄像头 紧接着用手捂住上扬的嘴角 努力装出一副被吓哭的样子 男向晚不爽地看着这个小坐睛 刚进练习室这个女人 就一个劲地抹黑她 表面一副笑眯眯的善解人意 眼睛却撇向一旁的摄像头 然后就茶言茶语地找存在感 虽然西白威很讨人厌 但是你也不要动手 毕竟从那么高的地方推下去 摔伤了怎么办 男向晚反不胜反 你很闲 心金女一烟 男向晚不解释也不辩驳 这要怎么给她挖坑 不等她有下一步的动作 玉莎老师就拍了拍手上的乐谱 都聚在这里干什么 不用练习就能成团出道了吗 这是明天歌唱考核的练习内容 都过来领一下 男向晚接过歌谱一看 整个人都不好了 密密麻麻 跟一窝小蝌似的 于静婷见她翻来覆去地看 以为男向晚看不懂 如是特意拉大嗓门 哎呀男向晚 你居然看不懂乐谱啊 要不你给节目组付点学费吧 毕竟从头开始学习挺费劲的 我们可是两岁半就学会了呢 此刻男向晚真的很想打人 捞起乐谱就踹进兜里 然后一步步走向于静婷 星机女见男向晚是真的生气了 不由得暗暗窃喜 摄像头看着呢 男向晚要是敢动手 明天就等着滚蛋嘛 就在这时 男向晚忍无可忍将手伸起 吓得星机女紧闭双眼尖叫连练 感觉到高高举起的手停在半空 星机女惊恐地睁开眼睛 吓一秒 砰的一声巨响 于静婷脑袋震得嗡嗡直响 音声转头就看到凹陷下去一大片的墙壁 拧一拧 男向晚见他不仅没有截后余生的恐惧 小嘴还想巴巴的没完 反手就捂住他的嘴巴 逼逼刀逼逼刀 吵死了 转身离着小娘们儿远点 他怕忍不住会一巴掌将这家伙的脑袋劈成两半 于静婷夸张地瘫坐在地 呜呜 男向晚好可怕 这拙劣的演技看的本版专真想给他来一下 可于静婷没听到大家指责男向晚 表演得更加卖力 随后发现周围安静得没道理 如是偷偷地瞄了一眼 下一秒整个人都骂了 哎呦我去人啊 他都被男向晚欺负死了 为什么没人替他说话 玉莎老师看都不想看一眼这小坐惊 来来来继续 谁递一个上来唱 男向晚颇不及待举手 我来我来 此刻的他早已烦躁不已 他怕再不走就真的会将人揍一动 玉莎老师也知道孩子想唱完早点走 如是笑眯眯地叫他上台 男向晚拿着话筒深吸一口气 歌声一出 顿时惊艳全场 这略带一丝沙哑的声线 再配上深情的演唱 如同误入凡尘的仙子 啊 我老公唱歌也太好听了吧 这独特的声线 微微沙哑的烟嗓 老性感了 玉莎老师也惊艳不已 这么独特又好听的嗓音 节目组真的是捡到宝了 不等众人回神 男向晚赶紧提醒唱完了 小脚着急地抖着 就很急 急得不想在这待了 男向晚同学 你以前学过音乐吗 没有 不过昨天萱萱有教我 微沙老师惊喜不已 昨天教的今天就毁了 这也太逆天了吧 嘿嘿天才小宝贝 我带你去一班练习 于静婷看着男向晚 潇洒离开的声音 气得咬牙切齿 整个人极度地快疯了 为什么 男向晚学什么都那么快 凭什么别人学了几年 都达不到的高度 他听一遍就做到了 男向晚 我不会放过你 我一定要毁了你 女孩只是唱了首歌 就令歌唱天才鼎鼻膜拜 原来女孩拥有歌唱专精技能 只要看一遍 就能完美地唱入人心 再加上他那独特的颜色 简直就是浑然天成 然而他自己却并不知道 他有多牛逼 只是按照系统派发的任务 走流程而已 此刻深受打击的萱萱 正蹬在一旁画圈圈 男向晚呆呆地 看着一旁自闭的某人 萱萱你怎么了 殷殷殷 人家练了三年 你一晚上就学会了 我突然感觉自己就是个废物 一旁的舞蹈天才也深有同感 并表示别在意 习惯就好 毕竟男向晚这种妖孽 老师的认可 萱萱立马来了精神 下一秒刷刷刷就开竿 一旁的猪沙提议男向晚 试一下rap 男向晚则一连猛 那是什么东西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你跟着我学就可以了 就说话这会公布 萱萱已经编曲完成 此刻系统也带来了新的任务 元素提升 请宿主负责改编歌曲内的rap元素 奖励是rap专精 失败就断一根手指 狗系统现在不惦记我的老婆本 改成手指了是吧 信不信我把你直接炸了 狗子悠哉悠哉的看着他炸毛 嘿嘿 本喵只负责发布任务 其他的一概不知 男向晚气的猛锤胸口 吓得朱砂赶紧阻止 你不会也没关系 我一个人也可以 男向晚猛的回头 我可以 不就是rap吗 我包了 那一副干架的模样 要多生猛就有多生猛 而另一边的小迷地顾北怀 一边调查男向晚落水的证据 一边担心签约的问题 因为当初男向晚 答应他MV女主角的拍摄 不料意外落水 顾北怀明显嗅到阴谋的味道 如是派人调查一番 很快调来监控录像 顾北怀点开一看 眼神瞬间冰冷 男向晚居然是被西白威 拽到池边去的 然后就看到西白威 一个人回来 半个小时以后 才出现男向晚 湿漉漉的身影 顾北怀急愤怒又心疼 男向晚被推下水后 在零下几度的水里 泡了半小时才爬上来 手不由地攥紧 那个什么玩意儿 居然敢推男向晚落水后 又跑来拍我新歌的MV 还差点就让他得逞了 郁闷的是 因为时间太久 没有确切的证据 不能走正规的诉讼 冷静 必须冷静 突然想起那个什么威 好像是导演催泽带来的 哼 这就好办了 立马拨通电话 过来 很快两个助理 着急忙慌地推开房门 先汇报男向晚的签约进度 狼虎欲言又止 只能窘迫地汇报 男向晚不签 你们对他施压了 没 就施了一点点 狼虎还想解释 顾怀北抬手打断 等他什么时候想签再去 两人惊讶不已 想签再签 那到时候还给三期吗 不然呢 老板一个眼神下的狼虎汗毛直立 好的 没问题 心里却受伤不已 老板这是恨不得把公司都送给男向晚了 下一秒就听影帝老板兴奋的声音 通知下去 我会作为总导师直接到公演现场 穷得只剩钱的男向晚又要炸毛了 狗系统这次不要他断指 而是想扣他的钱 一听到扣钱男向晚顿时火冒三丈 好不容易咱点老婆本狗系统又出来搞事情 本来刚结束小组比赛准备happy happy 没想到马上迎来一周后的公演舞台 而这次排名靠后的三十人将直接淘汰 很快五人一组抽签战队 好在这次诛杀又与男向晚一组 其余三人也纷纷表示不会给大佬拖后腿 就在这时一只猫找生了过来 救咪救咪 诉主您的新任务来了 触发任务 请完成一周后的舞台表演 奖励不知道 失败扣除现金十万款 卧槽 狗系统你是不是人啊 不是要断我手指就是扣我老婆本 娶不着媳妇你也别想好过 人家是喵喵不是狗子 好在这时朱砂将他拉回现实 西白威跟于静廷一组 这是有好戏看了吗 男向晚瞥了一眼欠揍二人组 那两颗黑布隆冬的脑袋一起打爆会不会更顺手 诉主冷静冷静 杀人犯法我不想去采缝刃机呀 音音音 就在这时 导师叫男向晚上抬抽比赛曲目 大力少女气势汹汹冲上去就是一下 吓得倒是连连后退声怕被余波祸害 看着手里的曲子 朱砂瞬间兴奋 这么炸裂的曲子 我敢笃定绝对燃爆全场 男向晚则生无可恋的脑壳痛 这鬼话服我看不懂 嗯 哪个地方看不懂 全部 朱砂头疼的捂住胸口 不怕不怕 你这么聪明 我们找本英语字典恶补一下也许来得及 而另一边的欠揍二人组此刻也气氛凝重 就在这时顾北怀的助理叫西白威过去一下 我过来是跟你透露一下 比赛时顾北怀会亲自到场 西白威心脏猛的意境 顾北怀居然为了他来参加综艺 西白威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练习室 只是瞬间变得高大上 简直自信的过了头 西白威 总导演找你做什么呀 哎呀 没什么了 就是过来帮顾北怀带句话 那嘚瑟的小模样简直比花孔雀还巨傲 于静廷极度的要死 嘴里说着你太厉害了 C位就由你负责 小手却在背后按搓搓的比了个国际手势 很快来到公演当天 华碗娱乐的顶尖经纪人很早就来迎接老板 南向晚挥手跟小姐妹们告别 经纪人则递了张名片给朱沙 并告诉他如果提前会合可以到这个地方 朱沙接过名片轻声道谢 随后不情不愿的上了公司的车 于静廷见朱沙过来瞬间表情争鸣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在舞台上将南向晚推倒 最好是脸朝地的那种 我不会做伤害南向晚的事 朱沙你别不识好歹 我可是华碗娱乐的小公主 你确定要为了南向晚得罪我 那你等着被公司血藏吧 朱沙顿时惊呆了 虽然他喜欢舞台 但是他绝对不会伤害南向晚 转身来到南向晚的化妆室 你不是说公司给你安排化妆了吗 于静廷说只要让你毁容就给我出道的机会 我拒绝了 他就把化妆室都带走了 哼得一声南向晚狠狠拍在桌上 大帅接单 不到一个小时就比赛了 你可真会给我找事 这是我队友 就做我将射的造型 到时候我们就是最帅的哼哈二将 什么哼哼二将是罪萨姐妹花 很快做好造型 朱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惊叹不已 这也太好看了吧 好了 期待我们的两头小狼仔大放光彩 什么小狼仔 我必须是狼王 那我就是您忠诚的护卫 我的狼王陛下 放心 等会儿本王就为你列个狼群 把最肥的懒羊羊送给你吃 麻烦特拉家自然不要冲谢谢 两人相视一笑 那走吧 让我们一起杀他的片甲不留 南向晚的血狼造型太酷了 就连影帝老板都甘愿当小弟 顾北怀心脏猛的漏了一拍 而此刻的南向晚正烦躁的框框撞大墙 不仅把他的手机没收 还叫他过来拍什么照 或许工作人员也没想到 这么聪明的南向晚居然是个超级路痴 你怎么了 南向晚猛的回头瞬间美到某人的心把上 啊 好漂亮的小狼仔 南向晚也被眼前的男人惊艳了 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工作人员 我迷路了 你知道一组的休息室怎么走吗 地旁的众人震惊 南向晚居然不认识影帝顾北怀 而顾影帝满脸宠蜜是什么鬼 正想随意安排一个人带南向晚过去 没想到影帝居然摆手制止 南向晚则委委屈屈 本来不想麻烦别人 可我找了十分钟都没有找到休息室 没事 我带你过去 南向晚看着漂亮小哥哥 自从他穿越过来就没见过几个长得好看的男人 你很好看 顾北怀威乐 他这是被调戏了吗 随后也真诚地夸奖 你也很美 这叫帅 我可是狼王 嗯 的确很帅 这宠蜜的表情要多甜蜜就有多甜蜜 很快来到休息室 南向晚当想说到的谢字还没出口 就横过来一只大手 顾小弟赶忙绅士地将门打开 南向晚满脸困惑 这个工作人员服务也太周到了 其实我自己能开门啊 随后挥了挥小手 谢谢你 拜拜 顾小弟也乐乐地举手 回见 南向晚悄悄探出脑袋 不是应该说再见吗 他怎么说回见 而此刻顾北怀如同粉丝见到了偶像 恨不得立马将南向晚牵过来 迅速叫人去查一下滑碗娱乐的幕后老板 半小时后收到南向晚三的大字 顾北怀这才回神 难怪南向晚怎么都不肯签约 原本还想着无论如何也要把人抢过来 没想到滑碗娱乐背后的老板竟然是南向晚 那就没办法了 总不能把老板抢过来 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就变得更有趣了呢 期待你哦南向晚 顶流影帝迫不及待观看南向晚表演 然而出场的却是欠奏二人 随着美妙的前奏响起 两位导师非常期待接下来的惊喜 然而下一秒震惊的呆若目击 不是吧 他们在唱什么 明明歌曲是指对你有感觉 竟被他们唱出了仇身四海的错觉 此刻欠奏二人组还在互相推散 几来几去都想抢占C位表现 硬是把公演比赛搞成了演出事故 好在一曲很快结束 然而两人还在暗暗较劲 搞得后面队员郁闷不已 主持人尴尬的表扬一句就丢给导师点评 你们觉得自己的表演怎么样 喜白威兴奋的挤开于静庭抢先开口 北怀哥哥 你特意为了我来公演现场 我真的太感动了 谢谢你的帮助与提拔 我一定会 麻烦把他的麦逼一下 什么北怀哥哥 喜白威不甘地试图在说点什么 然而顾北怀并不给他开口的机会 我认为你们这一组 完全拉低了节目组的档次 还有我不认识你 不要乱捆绑营销 喜白威不可置信的瞪大双眼 冲过去就想理论 于静廷拉都拉不住 气得一把薅住他的头发 你这个贱狗 骗你 老娘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居然敢抢我的C位 还将我发言的机会都搞没了 喜白威还想辩解是总导演告诉他 然而顾北怀早已把他们的麦都毙了 笑话 这一切本来就在顾北怀的意料之中 因为就是他叫华元武去提点那个蠢物 顺便来一波捧杀 有胆量推难向晚落水 就要有接受报复的觉悟 低头看着华元武发来的信息 一切都按预想中进行 喜白威因为脑补过度引起重物 已经被队员群殴 我这边已经联系好公关 顾北怀脸色这才好看一些 这种人根本不配进入娱乐圈 还有他欠难向晚的我都会一一讨回来 就连旁边的主持人都注意倒顾北怀的愤怒 赶忙试图圆场 顾老师别生气了 接下来是南向晚的王炸团队绝对精彩 一听南向晚三个字 某人瞬间气息柔和露出期待的眼神 随着音乐响起 灯光全部聚落 缓缓露出曼妙的声音 sitting here breathing deeply fucking ready to go I've been standing here blankly for an hour I can't say goodbye or hello from the pain in the sketch plan I've got nothing left to say 随着sitting breath sketchplay结束 顾北怀狂跳的心脏久久无法平复 仿佛看到了他跟南向晚一起合唱剑舞的美妙画面 南向晚的雪狼之王太酷了 就连影帝顾北怀都为之迷恋 性感微张的嘴唇 手指勾住缓缓下拉的衣领 一点点露出性感的锁骨 现场瞬间沸腾 sitting here breathing deeply fucking ready to go I've been standing here blankly for an hour I can't say goodbye or hello I can't open the rain on the sketch plans Don't know where I'm going but I feel the pain taking off from the pain in the sketch plans I've got nothing left to say 略带一丝沙哑的声线 性感勾人的英文唱腔瞬间炸翻全场 众人呐喊着南向晚的男子 无论是男是女都疯狂喊着老公我爱你 直播间也炸开了花 老公老公我要嫁给你 就连影帝顾北怀也激动的搓搓手 南向晚的舞台太炸了 简直就是真正的血狼之王 现场的欢呼震耳欲聋 更有粉丝疯狂往台上冲 现场一片混乱工作人员 拦都拦不住 影帝正想控制一下场面 就被一句中气十足的声音打断 安静 不许吵 全场瞬间鸦雀无声 就连导师都大气也不敢喘 此刻南向晚站的像教官一样 等待着导师点评 快呀 快点评啊 夸我 这反插萌的一幕 引得直播粉笑差起 哈哈哈哈 不许吵 南向晚现场训载 特种兵南向晚上线 熟悉的站姿 熟悉的味道 导师团终于会议 都不约而同伸手拿话筒 都想手脚麻利抢到第一个点评 可万万没想到影帝 居然比他们动作更快 南向晚这才发现 刚刚在走廊里帮他的人 居然是影帝顾北怀 而男人却深情地 看着他半天不说话 南向晚急了 你倒是说呀 顾北怀轻笑着回神 舞台方面没得说 很完美 南向晚全能担当 名不虚传 其他四名队友 配合得也很好 这一组不出意外 是第一名 话落全场一片 哗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男人深吸一口气 再次开口 我上次在微博上邀请过你 南向晚疑惑 因为他没看微博 所以不知道 我现在面对面 正式在邀请你一遍 你愿意做我新歌见舞的 MV女主角吗 南向晚努力思索 并未回答 顾北怀则紧张 而期待地盯着她 南向晚歪了歪头 那你给多少钱 顾北怀也是一愣 这反转来的太突然 女孩只是伸出五根手指 老板却以为她要五百万工资 其实女孩想说五百块 没想到影帝老板 激动的答应给五百万 原来女孩是古代战神将军 却意外穿越现代练习生 凭借高超的舞台 既能迅速火爆全网 就连影帝老板 都成为她的小迷地 不仅默默为她处理一切麻烦 还两次邀请她 成为自己MV女主角 没想到女孩 直接伸出五根手指头 影帝老板瞬间安心 才五百万小意思 能用钱解决的都不算是 呃 我以为顶多五百块 没想到拍个MV 居然开口就是五百万 男向晚撒腿 就往老板面前冲 到手的五百万可不能跑了 咱们现在就签合同 先不急 回头找你签 男向晚开心地数着手指头 黑黑五百万 我的五百万跑不了了 安心地坐在后台 看其他选手表演 此刻男向晚肚子饿得哇哇叫 好饿呀 要饿死了 给点吃的行不行 丁 宿主 快来接受新奖励了 男向晚饿的前胸贴后背 公演任务的奖励到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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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新的奖励到了 突发曝光 奖励宿主成为各大奢侈品 SVIP顶尖会员 并获得十倍网购返现一次 狗子嘚瑟的点开顶流系统面板 臭狗子 五百万粉丝才小有名气 你这标准也太狗了吧 那什么会员有毛用 不过十倍网购返现 简直太酷了 一把拎过喵喵 狗系统干得不错 男向晚吃饭了 好爷吃饭了吃饭了 一把将碍事的狗子扔掉 本系统是喵喵不是狗子 还有既然干得不错 那你别扔我呀喂 而另一边的投票环节 正在紧张进行 场外观众实名制投票 一人一票 而场内观众一人五票 总计五千票 恭喜南向晚所在的第一组 获得观众投票第一 接下来四位导师 手里的五千票会投给谁呢 玉莎导师投了南向晚 葛东轩 其余四位导师 全投给了于静廷 剩下三位导师纷纷表示 南向晚那组肯定拿第一 我们就不投了 不是偏心是没必要 我们就投给有需要的 其他潜力学员吧 他们的投票很正常 南向晚粉丝投票足够强大 不需要他们在锦上添花 这么做不仅能给 剩下表现良好的总题分 还能顺便给自己 拉一波路人员 那我们的天王顾北怀 总导师会投给谁呢 成王败寇 我的想法跟三位导师不一样 我决定用我的两万票 成就第一个百万票数的偶像诞生 投票板刷刷刷的涨 金百万票 我们的百万票诞生了 恭喜第一组总计一百万零三百三十二票 获得本次比赛第一 全场响起为民班的整声 众人欢呼南向晚的名字 女孩只是随口唱了首歌 就获得一套魔都海景大别墅 可他却并不高兴 因为房子虽然价值两个亿 系统却不允许他卖掉别墅换零食 喵喵恨铁不成钢 直接一盆冷水泼在他脸上 谁家宿主只要零食不要房 南向晚气得牙痒痒 你别叫顶流系统算了 又狗又抠以后就叫臭狗子吧 狗子狗呆 本系统是喵喵不是狗子 还有一点二亿不叫抠 南向晚才不管 不准他卖房就不爽 这边闹得欢 那边公演舞台打分环节不能断 现在有请第一名南向晚和他的团队上台 粉丝瞬间沸腾 老公老公看这里 南向晚皱眉 不要吵 粉丝无嘴秒变乖宝宝 嘿嘿南向晚这款粉丝的本事倒是自学成才 这时导师都很好奇 朱砂你的造型是跟南向晚一起做的吗 是的 这是他的秘密武器 我只是搭了个顺风车而已 众人纷纷看着南向晚 可他却紧闭双眼神游天际 南向晚这是怎么了 我猜 他是饿了吧 六点半 该吃饭了 南向晚瞬间双眼放光 猛的伸出小手疯狂点头 哥们 还是你懂我 要不是两人离得远 估计会把九言欢相见恨晚 顾北怀瞄懂 无奈又宠溺的做出相同手势立刻回应 好的哥们 信号已收到 粉丝瞬间笑不活 不愧是你南向晚 这都把我看傻了 我刚刚还怕有人乱刻CP 现在完全不怕了 南向晚这副天王你好懂我的样子笑死人 关键是顾天王还回应 主持人见话题越跑越偏 哈哈 确实到吃饭点了哈 那我们就加快速度吧 公演打分刚结束 南向晚换好衣服快速冲向食堂 宿主 你速度要不要那么快 再不快我就要饿死了 算了 自己的宿主自己爱 给系统发放奖励 恭喜宿主首场公演排名第一 获得颜值身材魅力全体技能属性加压 并奖励魔都666平米海景公寓一套 价值1.2元 南向晚瞬间双眼放光 我要把房子卖了能换多少零食 温馨提示 系统奖励的房产不可售卖和转租 南向晚化愤怒为食欲 咔咔一顿吃 这时小姐妹拿着饭盒走向前 嗯 南向晚你咋吃这么多 对了 刚刚你跑太快 都没听到西白维椅退赛 听说他和于静婷在后台呼翁 然后被椅子砸破了头 最终只能被抬走 可能是于静婷背景太强大 不仅没事还被安排到一班 南向晚认真思考 哈哈原来节目组也可以打架呀 嗯 这是重点吗 还有人家打架你咋这么兴奋 等等 于静婷不会要挨揍吧 一日清晨 南向晚刚进一班同学们热情地表示欢迎 可于静婷却跑来阴阳怪气 哎呀南向晚你终于进一班了 随后还故意撞开南向晚肩膀挡住镜头 紧接着笑容满面跟大家打招呼 殊不知他绿茶本茶大家早已厌烦 于静婷被排斥还觉得是别人嫉妒他太美 随后看到老熟人 朱砂毕竟在自家公司 算他有眼力 还知道跟他打招呼 正要扬着笑脸去相迎 就见朱砂擦身而过直接不认识 随后热情地跟南向晚打招呼 于静婷气得半死 好你的南向晚 我一定会要你好看 女孩刚穿越就被迫绑定了顶流系统 不仅奖励一套海景大别墅 还拥有一家华碗娱乐公司 然而却有人顶着华碗小公主的头衔 要把他开除 本来南向晚和朱砂正商量舞蹈细节 可于静婷看不得他们两个好 居然伸手想推朱砂一把 南向晚眼疾手快大踏步向前 霸气地挡在于静婷面前 你是失忆了忘记自己做的那些狗屁事情 怎么好意思凑上来的 于静婷抓狂 南向晚你既然签约了华碗娱乐公司 不仅不巴结我还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可是华碗娱乐的小公主 居然被一个新人欺负得这么惨 我一定要跟爸爸告状把你开除 还有那个朱砂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帮着南向晚欺负我 我一定要让爸爸将他血藏 众人懒得理他自我脑补 纷纷离他白迷远 脸皮要不要这么红 明明是他欺负别人 搞得好像是别人欺负他一样 这种人叫什么来着 你知道吗 好在这时导师入场 今天的训练内容是BBOX 怎么 看不起BBOX啊 那是你们不够了解 等你们了解后一定会爱上他 天才歌手小萱萱表示完全不会 舞蹈小天才朱砂也表示不擅长 而一旁的南向晚却兴致昂扬 就在这时于静廷又挤过来找存在感 老师 别的班也要学BBOX吗 导师一看这小坐经眉头皱的四季 他们不用 BBOX属于口技 舞台上他们也玩不到这个 这样啊 那我不学了 我只想学舞台上能用得了的东西 导师巴不得将这小坐经扔远点 你去角落练习其他技巧吧 那我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问导师吗 没空没空 其他同学看过来 现在开始教更具体的技巧 于静廷气得要死 一个个都不把他这个小公主当一回事 这样下去连个镜头都没有还怎么吸引粉丝 如是特意站到摄像头边上摆好姿势 随后深吸一口气 准备高歌一曲 突然一声震天响的BBOX吓得他一个裂剑 而罪魁祸首南向晚此刻正认真的练习 扑呲扑扑呲扑呲扑呲呲呲 好好好 学得很快 南向晚你太适合玩这个了 哎呀呀 南向晚好厉害 得到鼓励的南向晚臭屁的不得了 随手拿指当话筒脚踏小板凳 万乎所以扑呲扑呲呲完全沉浸其中 一旁的于静廷气得牙痒痒 南向晚肯定是故意抢我风筒 我一定要告诉爸爸把他开了 嘿嘿这也太好玩了 居然可以用嘴磨你各种乐器的发音 大家向南向晚学习练得非常好 切 丑死了 谁要学啊 观众肯定都在嘲笑他样子难看 下午考RAP的时候配合BBOX技巧 效果一定会一加一大于二 于静廷瞬间觉得被针对了 却也只能强行挤出笑脸 老师怎么不早说呀 我都没学 你可以单独教我一下吗 江老师给了他一个犀利的眼神 让他自己体会 于静廷气得咬牙切齿 我华丸小公主都已经低声下气的跟你说话 不要不知好歹连资本爸爸的面子也不给 没想到江老师直接转身离开 就在这时 南向晚双手环胸一脸无语的看着他 你怪他干什么 不肯学习的不是你自己吗 有什么资格怪别人 把他当店搅事完 听说你签约了华丸娱乐 那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把握奶上C位 南向晚正接受系统的奖励 没空听他BB 恭喜宿主 由于您的情家练习 特此奖励BBOX专精技能 哎呀不错 狗子你厉害了 南向晚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我可是华丸娱乐的小公主 神游中的南向晚 此刻正臭屁的看着系统面板 颜值身材与魅力都是97 各项专精技能都很满意 这时朱砂拉开椅子往旁边挪了挪 小绿茶见南向晚不鸟他 瞬间把注意力放朱砂身上 上次看你自己弄的妆容挺好 那你以后就自己搞定吧 朱砂想打人 可他必须忍 南向晚抬眼回过神 欺负我搭档 那可不行 不就是妆容跟造型 没问题 他的妆容以后包在我身上 朱砂有点小感动 一旁的于静廷却气得咬牙切齿 伸手敲了敲桌 你们既然进了滑碗舆论 那以后就得听我的 朱砂翻了个白眼扭头别开脸 这臭不要脸的 怎么好意思说 啪的一声拍上桌 轩轩猛的站起 朱砂亚议 葛东轩这是要跟小绿茶干一架吗 来呀 轩轩上啊 骂起来 骂死他 谁料下一秒 轩轩一把抓住南向晚肩膀 痛心疾首的使劲摇晃 你为什么要牵滑碗娱乐啊 没有经纪公司可以来我们横天娱乐啊 那小绿茶都摆明了要抢你C位了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 南向晚缓缓扒了一口饭 菜药凉了 气死我了 你怎么一点危机感都没有 不行 就你这小可怜 在华碗娱乐肯定会被欺负死 跟我一起去横天娱乐吧 呵呵 想转公司 那就先把违约金付了吧 泽泽 就你们这穷酸样赔得起吗 轩轩气鼓鼓的看着小绿茶离开的背影 呲牙咧嘴就想上去咬一口 回头就见南向晚还在继续吃 而南向晚正想着狗子奖励的那套公寓 什么时候可以进去住 而另一边的寄公馆大厅 顾北怀刚准备上电梯 就听到隔壁二零二市的公寓有人要入住 第二天南向晚打开手机 就收到小绿茶的经纪人发来的好有申请 咦 华碗的 那不是我公司的经纪人吗 南向晚只知道家里是贫困户 却不知 自家拥有好几个上亿公司 所以 当他拿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立马给弟弟转了一万块钱买糖吃 什么东西 耗贝到了 我能赚钱了 拿去 随便花 没想到弟弟直接给他回了个滚 随后跳出对方已退回您的转账 南向晚小脑袋顶着大大的问号 好不容易给弟弟零花钱 他怎么得退回来了 不要算了 如是他二话不说 直接给老妈转了两万过去 收钱妈妈 下一秒转账又退了回来 晚晚怎么了 缺钱了吗 妈妈给你转点钱过去 我能赚钱了妈妈 你快收下 我卡里还有三十万 哎呦 我的乖宝真厉害 妈妈不要晚晚的钱 乖宝赚的钱自己花知道吗 南向晚挠了挠头 为啥都不收我的钱 不是说家里很穷吗 我也想补贴一下家用啊妈妈 他们都不要我的钱 肯定是我赚的钱太少了 不过有这样的弟弟和妈妈 南向晚心里暖暖了 有家人的感觉真好 我一定要赚好多好多钱 让妈妈过上好日子 就在这时工作人员宣布 明天放假一天 南向晚正准备撒鸭子走人 就听到系统发来高考任务 南向晚气得捏紧小拳拳 飞出去的鸟 谁还想再进笼子 偏偏这个狗系统 不完成任务就要被电击 断手指 钱还要扣光光 奶那个腿呢 本来就很穷了 还总想着扣我的老婆本 南向晚呆呆地跟狗子对抗 一旁的同学却以为 南向晚不淋漓地被落下 众人纷纷心疼不已 生怕他是因为得罪了 华丸小公主 而被资本打压 好不容易有个能打的新人偶像 就要被资本夭折了吗 殊不知南向晚就是华丸的幕后老板 很快一辆豪华版保姆车 向这边驶来 南总请上车 南向晚提着包包转身上了车 哇塞 不仅是顶配商务之星保姆车 还有华丸的高级经纪人程雪亲自接送 谁说南向晚去华丸会被打压呀 这不就混得风生水起吗 嘿嘿 我老公就是厉害 无论在哪里都是最亮的仔 很快南向晚回到系统送的海边别墅 环顾一周很是满意 四周透露着金钱的味道 可惜不能卖 也不能出租 要不然就可以给妈妈补贴家用 臭狗子真小气 明天去学校的手续都交给了经纪人 公司那边也有少妇处理 南向晚则直接葛优堂 舒服 突然嗡嗡嗡的群消息狂猛 明天开雪 哈尔曼 爸爸好想你们啊 我 有毒吧 老娘直接给你劈了 然后下面就叮叮叮 溺水的徒手劈砖 南向晚当场就看猛了 这不是我的照片吗 呃 这群人在搞磨子 他们干嘛都把我当表情包 不等南向晚头顶的一万只羊驼奔腾 古路直接丢出雪狼造型 微博那边好多南向晚的表情包 不够我还要 丁 宿主 新任务来了 触发任务 请诉主发一条微博 正式开启营业 奖励依旧不知道 任务失败就扣出金钱二十万 呃 又扣钱 刚刚还想着挣好多好多钱给妈妈花 狗系统想扣我的钱没门 赶紧掏出手机支架摆好 粉丝既然喜欢我做的这些动作 那就来一段高难度了 随后单手称帝 下移 旋转 起托 回旋 动作一气呵成 这可是舞蹈专精解锁的特技动作 应该够炫了 OK 搞定 下一秒 微博瞬间炸了 晚宝发微博了 我太开心了 高兴的我原地徒手批个砖 这是托马斯回旋 最难的街舞动作之一 丁 恭喜诉主完成任务 奖励十倍消费反现一次 限额十万元 哇咔咔 狗子我太爱你了 南向晚一个剑步猛冲 直接将系统撞飞 十万的十倍反现 那不就是一百万 啊 我的一百万 必须立刻马上搞过来 女孩因为太穷了 所以每天必须花掉十万块 只因她绑定了顶流系统 完成任务就可以获得十倍反现 南向晚掰着手指头 算了老半天 哇 十万块的十倍 那不就是一百万 嘿嘿 我马上就要成为小富婆了 转身下楼准备一口气 把钱花光 突然听到有人在叫她 抬眸就见男人口罩配帽 还以为自己是大明星呢 你谁啊 男人缓缓拉下口罩 露出刀刻般的俊脸 哦 是你啊 影帝顾北怀 对了 你知道这附近有哪里可以满事的吗 男人指了指旁边 从这里走过去 大概十分钟 有一家大型商场 南向晚撒鸭子就准备走 你确定就这么去 啊 不能这样去吗 很快一顶帽子戴在她的头顶 随后撕开一个口罩 你现在是大明星了 顾稍作伪装 被发现了会很麻烦 好哥们 谢谢你 要不我请你搓一顿 嘿嘿 这样我花钱的速度会更快 那返现奖励也能更快到账 哎呀呀 我真是个小机灵鬼 顾北怀见她这么诚心诚意的邀请 只好按下心中的狂喜 轻声答应 那我就不客气了 可一出门 南向晚就一溜烟跑了 哇哦 这里居然有系统奖励的VIP会员店 两分钟后 南向晚便提着大包小包兴奋的出来 嘿嘿 我的一百万反现终于到账了 咦 好香啊 我闻到了手抓饼的味道 随后伸出一根手指 我要吃十个 你要几个 顾北怀刚比划一根手指 南向晚瞬间明白 老板 来十一个手抓饼打包 就在这时 一个女孩嫩嫩的走过来 请问 你是南向晚吗 啊 真的是晚宝 妈妈我出息了 居然见到活的南向晚了 很快众人激动的掏出手机疯狂拍照 瞬间把四周围了个水泄不通 炒食吗 粉丝们顿时鸭雀无声 只听到咔嚓咔嚓的拍照声 一旁的天王影帝忍不住轻笑 刚出道就有那么多真爱粉 只是一个眼神就让他们瞬间安静 而且还没注意到我 他在笑什么 难道还想再吃一个手抓饼 可是我只有十个 而顾北怀想跟他多待一会儿 如是借口去买个冰淇淋给他当回 然而下一秒 一辆顶级保姆车 急速向南向晚冲来 女孩只是吃了个冰淇淋 就被一群男人强行拽上车 南向晚一个空中翻转 砰的一声 一脚将人踹翻在地 你们是谁 突然一只大手从后偷袭 南向晚闪身躲过攻击 反手就是一脚 啊 我的腿断了断了 南向晚猛逼的更猛逼 打劫的吗 还是说 你们想干别的 全身血液瞬间沸腾 下意识的上前 要知道在沙场上只能乘胜追击 因为气势非常重要 否则军心就会不稳 冲吹吹 斩草出根 察觉到宿主情绪变化 警告警告 宿主大大 你冷静一点啊 这是文明世界 杀人犯法 会坐牢的 南向晚气势一顿 缓缓回神 随后帽子一戴 晚脸不爽的准备回家 突然背后传来愤怒的大吼 南向晚你给我站住 造孽啊 好不容易恢复的情绪 又跳出来作死 原来女人是南向晚死对头的经纪人 大清早就给南向晚发了好友申请 我的经纪人明明是成选 这个骗子也太猖狂了 我才不上当 随后拒绝拉黑一条龙 女人不可置信的盯着手机 好你个南向晚 居然敢拒绝我的好友申请 还把我拉黑 就在这时 于静廷气冲冲的拿着手机进来 林姐不好了 南向晚又上热搜了 可恶 吃个冰淇淋也能上热搜 居然还有人现场直播 放心 虽然合同没有找到 但是南向晚只要是C签 我就能随意控制他 到时候 他只能给你拉热度 不过一个新人而已 我这就把他给你抓回来 所以女人才会顺着网线 准确的找到南向晚的位置 好在这时 汉系的影帝终于出手 把地上那几个拖去警察局 还有车里那个女人 揪出来 一起扔进去 很快女人被拖了出来 放开我 我是南向晚的经纪人林瑶 南向晚你揪揪我呀 呸 哪有找一人直接绑架的 去警察局解释吧 而南向晚早已被影帝带着走远 你没受伤吧 没有 我厉害着呢 嘻嘻 我的冰淇淋呢 顾北怀宠密的递了过去 嗷呜一口 瞬间填到了心坎 你的格斗技术虽然很厉害 但还是叫保安过来会更安全些 无所谓 一些小喽啰而已 就那群玩意儿 来一个我打十个 来两个揍二十 顾北怀满脸宠密 两人一前一后拉长了身影 突然一阵电话铃声响起 南总 学校那边已经安排好了 您明天记得去上课哦 呃 暑假这么快就结束了吗 那校园生活会是怎样的呢 女孩才刚回学校 就交给老师一张请假条 可老师不仅不生气 还夸他当了明星也不忘学习 一旁的同学酸了 不就是参加了一档节目就忘乎所以 这做人呢 还是要谦虚一点的好 而且我们现在还是学生 要是成绩不好 照样完蛋 弟弟南朝阳愤怒的瞪着他们 习白威退学是他就由自取 用得着你们这群狗腿子避避赖赖 更何况捶他的是影帝顾北怀 跟南向晚没有半毛钱关系 就是就是 别理那倒霉孩子 来来来南向晚我们一起合个影 我也要我也要 南向晚给我签个名吧 顿时同学们一拥而上 南向晚瞬间被围在中间 你的公演舞台简直绝了 我们大家爱死你了 南向晚 我是你的红板砖绿板砖超级大板砖 众人你一句我一句 简直比十万只鸭子还热闹 南向晚一个头两个大 好吵 吵得他一句话都插不进去 南向阳心疼的挡在姐姐面前 散了散了不要吵到我姐看书 然而南向晚却拿着数学书生无可恋 原来他只是想体验一下 穿越后上课的乐趣 没想到 除了舞台上 学过的英语 其他的他一个也看不懂 更郁闷的是 他竟然选了理科 本来就不会 还特么静挑男的学 南向晚觉得自己要玩了 高中数学怎么能这么难 就那一个个的算是 比越老的红线还难缠 心经理健壮又忍不住此两句 泽泽 现在离高考只有108.8天 南向晚这完全看不懂的样子 你确定真的没问题 而且你之前成绩也一般般 估计考个三本都难 你特喵的阴阳怪气的说什么 突然一只小手拦在他面前 南向晚用眼神示意 这小娘儿们交给我 只见他缓步走向他们 就在擦肩而过时 南向晚突然松手 慌了一声 书包重重落地 南向晚你干什么 西西 换个手而已 还有就是 我的高考和比赛 全都没问题 南向晚瞬间斗志昂扬 就算为了任务 死也要完成 呜呜 说话就说话那么凶蛋吗 南向晚懒得理这些蠢东西 扭头直接吩咐 走了老弟回家吃饭 好嘞 爸妈在校门口等我们呢 南向晚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简直就像真正的狼王 很快南向晚提着 三百斤的箱子放好 朝阳你怎么回事 也不知道帮你姐提一下箱子 白掌一米巴巴的大个子 要你何用 南朝阳泪流满面 气息还没喘上来 妈妈 你也要看我 追不追得上他呀 就他那小短腿 走得比我跑步还快 就在这时 南向晚包着礼物塞到妈妈怀里 我赚的钱 给妈妈妈买的礼物 不许不要 小婉 妈妈不是说了 你挣的钱留着自己花 呜呜 婉婉真偏心 没给爸爸礼物 南朝阳故作扎心的捂住心口 我不也没有 行了行了赶紧回家吃饭 很快到了公演集合当天 南向晚稳稳地坐在第一名席位上 突然感觉一道强烈的视线 咦 好重的杀气 果然 又是这小娘们儿 杀意这么强 她想干家 警告警告 哎呦妈呀 诉主你冷静点啊 南向晚憋屈地叹了口气 扭头挪开目光 可于静婷完全不知道刚刚躲过一劫 反而恶狠狠地瞪着南向晚 她刚刚那眼神什么意思 我一定要捏死她 就在这时主持人宣布 第二次公演只有前50名可以留下 现在上台抽队友和曲目 很快南向晚一组气氛凝重 南向晚你这什么手气啊 怎么抽到于静婷那个丑东西 而于静婷却兴致勾勾的表演 粉丝们瞬间炸了 节目组你特么是于静婷直拍视角吗 我玩宝呢 怎么一点镜头都没有 黑幕 绝对黑幕 而此刻的南向晚早已在暴躁的边缘 系统不断发出警告 宿主冷静啊冷静 为了的屌毛犯不着这样啊 就连队友都忍无可忍的怒吼 于静婷 队长是南向晚 你凭什么在这里分配 不料 于静婷竟直接无视她 转头却不屑地盯着南向晚 你既然进了华婉娱乐 就应该知道我的身份 你最好给我安分点 南向晚忍无可忍 脑海中还不断想起系统的提示音 啊 别叫了 我走 再听她嗶嗶 我真的会控制不住捏爆她的脑袋 老公 带上我带上我 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 于静婷气得咬牙切齿 老公等等我 我也去 其他队友纷纷跟上 于静婷健壮猛地追了上去 南向晚你这件狗给我站住 随后伸手就想抓南向晚的头发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南向晚一个闪身躲了过去 于静婷见抓了个空 气得她浑身颤抖 反手就去抓离半烟的眼睛 下一秒 抓的一声手被捏住 紧接着 南向晚顺势来了个反推 只听喷的一声 空气突然变得安静 公演舞台上 全班十一人都在家紧练习舞蹈 可女孩却在痛苦做试卷 一旁的主持人笑了 拿着话筒就准备来个独家专访 南向晚是在备考吗 辩真刷题的某人头也没抬 高考倒计时107.7天 这么努力学习的咋太乖了 主持人满脸一母笑 我们晚宝一边参加节目一边备考 一定很辛苦吧 不料南向晚直接拿着试卷蹲了上去 你知道这道题怎么做吗 主持人就很主持人 不知道就不要打扰我学习 弹幕瞬间离家出走 哈哈哈哈 要被南向晚笑死了 别的练习生都在抓紧时间跳舞 南向晚却在痛苦地刷题 话说同为被考生 看到南向晚跟我一样也要做题 突然就心情很美妙又 而另一边的影帝老板 正想看看他的小狼仔在干什么 心情愉悦地点开直播 就看到南向晚正郁闷地做着试卷 随着镜头一扫而过 一眼便看完了整套卷子 顾北怀嘴角抽了抽 十道选择题 他错了八道 剩下那两题怕不是懵的吧 媳妇成绩太差怎么破 在线等挺急的 随后拨通了一个电话 南向晚要备站高考 把手机给他 而此刻抓耳挠腮的南向晚 突然收到工作人员送来的手机 宝贝手机 感谢节目组 身后还不忘来了个90度鞠躬 工作人员连连摆手 他能说是老板下令给他开小灶吗 哇哦太开心了 你都不知道手机有多重要 我好多题都不会 这样就可以找老弟去 老姐咋了 你看这道题我这么做思路对吗 突然门被打开 崔副导 确定要暂停直播吗 南向晚满脸疑惑 有事 下一秒 手机直接被抽走 小辫子老头恶狠狠地瞪着南向晚 过来接受一下调查 原来就在刚刚 于静廷想要抓南向晚的头发 结果没抓到 反手就去抓黎扮烟的眼睛 南向晚一把捏住他的爪子 直接掀翻在地 震惊中的黎扮烟终于回神 心脏猛地加速 地把扑到南向晚怀 老公你刚刚太帅了 南有力爆棚啊 南向晚猛逼的就像南向晚 南有力是什么力 能吃吗 突然一道淒厉的尖叫声传来 啊 血啊 我要死了 快来人救我呀 随后扑通一声 自己给自己吓晕了 一旁的思思淡定地看着 瞄了一圈发现没人看这边 立马转身快步走到南向晚面前 晚宝你没事吧 随后快速反应 哎呀 于静廷怎么摔倒了 快来人啊 于静廷撞破脑袋了 工作人员纹身感爱 就看到脸先着地的于静廷 天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很快工作人员向思思询问情况 这里没有监控 你们看到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思思赶紧向前解说 是的 我看到了 于静廷往前扑 脑袋磕到了墙上 然后自己装晕了 一旁的黎半烟瞬间明了 没错 于静廷刚刚想抓我眼睛 我躲开了 他杀不住车 自己撞到墙上了 聪明的思思赶紧跟南向晚眨眨眼 对吧南向晚 而南向晚不会说谎 正要承认是他推的 一旁的工作人员立马表态 既然这件事跟南向晚没关系 那你可以先走了 随后歉意地望着身后的思思和黎半烟 那就麻烦两位跟我去说明一下情况吧 女孩明明是公司老板 却被员工强制带走训话 南向晚眨眉毛指打架 要不要亮出身份吓死他 突然砰的一声巨响 说于静廷是怎么受伤的 不要不识抬举逼我动粗 小姐妹吓坏了 可就在南向晚向前一步 思思却抢先开口 我都说了恩赐 于静廷想抓离半烟眼睛 没抓到 然后惯性撞在墙上 没错 就是他自己撞上去的 跟南向晚没关系 你当我瞎还是别人傻 那么大的伤口 你撞一个试试 随后转身盯着南向晚 我可听说 有人看到是南向晚推的 这人针对性很强啊 上次顾北怀MV女主角 就是他把我换掉 最后变成了戏白威 这次又莫名揪着这件事不放 看样子又被收买了 说吧 你又收了谁家的钱 众人一愣 就是就是 我还没追究他抓我眼睛的事呢 小辫子顿时恼羞成怒 你们说话小心点 还要不要在娱乐圈混了 就在这时 门被一脚踹开 顾总有请 带走 三人四连猛逼 这什么情况 工作人员赶紧出面 没事了 都回去吧 该学习的学习 该排练的排练 不等南向晚回神 小姐妹一前一后拉着他就跑 走走走 赶紧走 他们怕啥 是我推的又怎样 狗子说了 这叫紧急避险家建议永违好吧 而刚刚嚣张的小辫子 很快就被带到一个男人面前 随着椅子上的男人缓缓转身 小辫子脸色瞬间僵硬 大老板怎么在这里 催泽 上次MV的事情我还没找你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找死 文言小辫子瞬间吓得腿软 正要为自己辩解不知道 啪的一声 顾北怀直接将一打资料摔在他脚下 继续说 不知道什么 小辫子一屁股瘫坐在地 随后爬到顾北怀面前 顾总我错了 我就是 就是帮了点小猫 一旁的华原舞赤笑 小猫 我就一天不在 你就把节目组当成于静庭直拍 说 你收了于家多少钱 还打算干什么 狼虎推了推金丝眼镜 不说也没关系 法务部已经在调查 至于你的收款记录和电话短信 之后也会一并处理 小辫子冷汗直冒 他不明白 平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今天这是怎么了 后来他才知道 原来是盘问了南向晚 小辫子肠子都毁清了 普通一声跪在地上 我真的错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别动不动就跪 让人看不起 剩下的的话去和警察说吧 不让我家小狼仔专心学习 还替于家针对他 简直是找死 随后扭头吩咐 去调查一下于家 而此刻刚包扎好的于静庭 看着自己被剃了一半的头发 想死的心都有了 呜呜 太丑了丑暴了 婷婷别闹了 爸爸已经把事情处理好了 你看 有了这个热搜 南向晚就等着射死退赛吧 就在这时 一阵电话铃声响起 什么 叫我把网上那条热搜删除 我女儿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我要南向晚死 而此刻的南向晚刚刷完体 突然想起 之前退于静庭的时候 用了点巧劲 不知道医院检查出来时 画面会不会很美 丁 你的宝贝系统来了 臭狗子又要警告我吗 不是警告 触发任务 咋黑 针对网络突发事件 请诉主立刻采取合理手段澄清 完成任务奖励十倍反现一次 任务失败 明天的作业翻十倍 翻倍 什么翻倍 翻什么倍 作业翻十倍 狗系统我现在就要捶死你 别别 先别打 先看看热搜 啥热搜 点开一看 南向晚将人打至残疾 不仅将两个大男人的膝盖骨踢碎 还踹断了三根类 咦 这不是之前被我揍趴的人吗 居然这么黑我 但系统的任务肯定要立刻完成了 不就是反黑吗 版专门肯定会相信我呀 更何况 我才刚把暑假作业写完 狗子休想再给我作业翻十倍 女孩因打人被骂上热搜 可粉丝不仅没少 反而涨了六百万 只因他踹出去那两脚 又快又准害贼帅 就连天王影帝都亲自替他反黑 发小顿时察觉有情况 怎么回事 你怎么对我爱豆的事情这么上心 该不会千年铁树看花了吧 顾北怀无语 他未成年 你怎么能问出这么禽兽的问题 发小就是发小 哪能不知道他心里的小九九 那你为什么主动帮他那么多次 顾北怀脑海瞬间出现南向晚的生意 我只是不希望宝石被埋没 歇 谁信呢 你大半夜不睡觉 突然找下班的警察发小 去给别人发成轻视频 而这只是为了做好人 话这么多 限定手办还要不要啊 发小秒怂 算了 好难不跟难道 话说你怎么知道那个监控的存在 而且给我的时间地点还这么准 我当时在现场 发小都震惊了 啊 我连爱豆的面都没见过 你居然大半夜和他在一块 配人渣 还说对人小姑娘没想法 而他口中的小姑娘 此刻正在询问物业要出示当天的监控 因为今天不完成反黑 明天的作业就要翻十倍 可物业却告诉他要等到明天才会出结果 南向晚没办法 只能先发一条澄清微博 这时物业及时发来信息 并告诉他警方已经发布帮他澄清 而他直接转发就行 最后还贴心提醒 千万不要被那些黑子影响心情 您完全是正当防卫 南向晚挠了挠头 这物业怎么和我的粉丝一样激动 不过更意外的是 这警察动作咋这么快 刚说明天才有回复 马上结果就火上热搜 不知道还以为是我发小出来帮忙 南向晚反手就给他点个关注 顺带把刚刚那条微博转发 并恭喜宿主 完成返黑任务 获得十倍消费返现一次 限额十万 欧耶 任务完成 一百万奖励到手 嘿嘿 睡觉睡觉 而另一边的始作俑者注定是个不眠夜 于静廷不仅被气到休克 还送进了抢救室 而更糟糕的是 华碗笑面胡打来致命变化 于总 听说你在针对我们南总啊 什么南总哪个南总 胖敦敦面带微笑一脸的和蔼可亲 我没跟你说吗 南向晚是我们华碗娱乐幕后老板 于力宏脑袋翁的一下炸开 话说 你为什么要针对南总啊 咋这么想不开呢 不想活了吗 这夺命三连问下的于总冷汗直冒 胖敦敦却依旧笑眯眯 还有你贪污受惠的事情公司也会细算 你是自首呢还是自首呢 哦对了 记得看热搜哦 警方已经确认我们南总是正当防卫 你就等着吃官司吧 于力宏吓得贪软在地 这时急症是大喊 于静廷的家属在哪里 赶紧过来签并微通知书 于力宏不可置信地抱头大哭 怎么回事 怎么变成了这样 而于静廷退赛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节目 小姐妹当场机长祝贺 好耶 心机绿茶终于走了 南向晚也顿时信心满满 那个烦人的苍蝇不在 我们组一定永夺第一 工作人员捏了把汗 晚宝 低调低调 在直播呢 粉丝瞬间笑不活了 哈哈这也太真实了吧 第一时间机长真的把我脑袋笑掉 就在这时 思思倾咳两声 那个晚晚 你觉得这次加点舞台剧元素怎么样 好 你比我懂我听你的 舞台布置和风格多加点神秘感 你这么酷炫狂拽掉乍天 要不你扮男装好不好 我都行无所谓 思思一边想着舞蹈细节一边喃喃自语 就是不知道节目组 有没有合适的演出服 第一 触发新任务 请诉主给队友们提供舞台造型和演出服 更无奖励 乐器专精 更无失败 公司亏损30% 南向晚期的捏紧小拳拳 狗系统 你真是血统纯正的狗啊 公司亏损30% 你想挨揍了是吧 不过抱怨归抱怨 该干的活还是要干 南向晚突然大声宣布 舞台演出服和造型我包了 众人既兴奋又期待 毕竟上次的雪狼王造型超美 南向晚则直接将造型和服装交给少福 很快少福保证完成任务 并汇报了一个严重的事情 副总涉嫌挪用公司资金 已经报案处理 谁 谁挪用我的钱 南向晚声音不由的加大 就是于静廷的父亲 南向晚瞬间抱走 特喵的 感叹我的钱去给星机廷买30万的包 老子今天不把他俩的脑袋披了就不幸难 他人在哪 立刻拍车来接我 咦 练习时间南向晚你干嘛去 学校有小考 我要请假半天 南向晚气势汹汹捞起头发扎好往外走 工作人员吓得一击灵 浑身杀气的去考试吗 怕不是去干假吧 很快南向晚来到医院门口 少福小跑着艰难追上 南总冷静啊 于静廷已经是植物人了 因为脑袋里的流子破裂导致颅内出血 南向晚这才想起 当初推于静廷使用了点强劲 提示提示 于静廷的病危与宿主无关 与宿主无关 不管有没有关系 都不妨爱我批了他们 请宿主立刻冷静 降低杀意 降低杀意 开启电击惩罚 感受到宿主情绪无法降低 系统开启强制保护模式 以降低宿主力量至20% 请避开致命部位 南向晚瞬间露出邪恶的微笑 那就没什么顾忌了 直接开干 而一旁的于立红还不知道危险正在逼近 等发现时南向晚已经在咫尺 于立红顿时火冒三丈 南向晚 赶紧把我的账户全部解冻 把我的钱还给我 我女儿现在这个样子都是你害的 你拿命来赔 说着就伸手去抓南向晚 而南向晚一个闪身 一把捂住男人的脸 哐当一声直接砸到地上 刻喵的你再说一次 那些钱是谁的 他是全公司七亿人都害怕的恶霸 却被女孩匡匡两拳揍趴下 狗东西 就是你贪污了我的钱 男人不可置信地捂着后脑手 从来都是他做别人 今天居然被一个小孩揍了两下 突然感觉哪里不对 颤抖地将手伸到眼前 呜呜 流血了 南向晚你疯了吗 说着就张开双手冲了过去 服料下一秒 南向晚一把捏住男人的下恶骨 贪污 受贿 不仅拿着我发的工资 还贪污我的钱 最后竟满水军搞我 只听咔擦擦 骨头碎裂的声音 你真应该感谢法律保护了你 然而围观的群众纷纷拍照指责 医院有监控都敢这么猖狂打人 南向晚也太可怕了吧 就在这时 两名警察同志朝这边走来 众人纷纷看着南向晚 毕竟刚刚把人打得那么惨 不料被押走的居然是挨揍的男人 这时南向晚的经纪人出面解释 华碗娱乐副总裁涉嫌违法 贪污数额巨大 我们老板南向晚得知情况后前来要债 不料发生了一点肢体冲突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报警出了 希望大家不造谣不传谣 众人震惊 华碗娱乐居然是南向晚自己的公司 卧槽 原来我老公是超级富国 啊 老公什么时候娶我 我要当副太太 这高级的发言吓得少福瞬间瞪大四只眼 赶紧将老板打包拎走 南向晚则双手还凶器出小奶雕 早这么解决不就完事了 狗系统就是默默唧唧 害我被欺负了七八九级 就在这时 肚子掐着点的咕噜噜狂叫 不饿了 我要吃饭饭 少福两只眼睛瞪大三只 哇 自家老板也太可爱了吧 狼王与狼仔的转变只需0.02秒 必须立刻马上安排超级大餐 很快来到一家餐厅 居然看到两个熟悉的声音 南向晚顿时双眼一亮 五百万居然也在这里 而狼虎则瞬间警惕 南向晚干嘛这样盯着自家老板看 要不是刚刚看了热搜 他都不知道 南向晚居然是对家公司的大老板 可他着急忙慌地向自家老板汇报情况 没想到顾总头也没抬 狼虎挠了挠头 顾总你都不震惊的吗 我早就知道 哦 难怪这么淡定 不过这小姑娘背景也推大 难怪之前不肯签约 而此刻的小姑娘正兴奋地朝这边走来 她过来干嘛 是想和顾总吵CP 还是身为对家老板来宣战 而随南向晚一起来的少福和陈雪同样警惕 两人相视一眼 要不要告诉老板南北娱乐跟我们是敌对关系 可是你看老板那亮津津的小表情 不知道的还以为看到了初恋 而顾北怀看到南向晚过来 周身气息瞬间温柔 有什么事吗 签合同啊 啥时候打钱 顾北怀呼吸一顿 最近忙着帮南向晚反黑 差点忘了跟他拍MV的事情 一旁的狼虎人都傻了 这又是什么鬼开局啊 女孩只是吃了一口巧克力 就直挺挺地栽倒在地 闺蜜大惊 我刚刚也吃了呀 这酒星巧克力没堵 很快医生诊断 原来南向晚是超级异醉体质 只是沾上一点酒精 就足足晕了两个半小时 南向晚晕呼呼地扶着脑门 突然猛地睁开眼睛 我不是在练习室吗 怎么回来睡觉了 她只记得闺蜜送了一盒漂亮的小糖果 就忍不住多吃了两口 然后就好热 只感觉整个人头重脚轻 脑袋也不受控制地往地上砸去 紧接着就听到闺蜜着急地大喊着什么 然后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哎呀好晕 就像做了一百道数学大题 闺蜜还在一旁哭哭啼啼 无无完保 我不知道你一滴酒都不能沾 不然我也不会给你吃九星巧克力了 突然叮了一声 系统一脸坏笑地出现 嘿嘿 宿主你醒啊 有新任务楼 触发任务 请宿主完成第二次舞台公演 奖励依旧不知道 任务失败 醉酒惩罚了 南向晚气愤地捏紧小拳拳 臭狗子你过来 我保证不打死你 刚出现一个新词就想用在我身上是吧 还是顾北怀够哥们 不仅签下五百万的合同 还贴心地帮我把税都交起 不过他的经纪人心疼的舞的心口是什么鬼 嘻嘻 还是顾北怀好哥们够干脆 来 吸个掌 顾北怀无奈又宠溺地碰了个拳 南向晚高兴到飞起 嘿嘿 又有钱钱到手了 我要给妈妈买新衣服补贴家用 南向晚那叫一个高兴 太太欣欣回到桌旁努力干饭去 要知道这里的饭可比节目组好吃一万倍 可一旁的经纪人可就没他这么惬意 嘴里说着合作愉快 握手的力度却差点把狼虎的手捏碎 那态度就是相当的友好 还莫名的有点CP感 很快来到公演当天 南向晚的急腰长发直接被咔嚓剪短 只在后面用蝴蝶结扎了个小尾巴 他缓步而来 像极了中世纪的贵族公子 瞬间迷倒一大片 啊 这也太帅了吧 我不想努力了 老公你什么时候娶我 而一旁的思思却被南向晚的大佬身份震惊 他拍着小胸脯现在还不敢相信 南向晚居然叫金大帅给他们做造型 那可是时尚界的顶牛 花再多钱都请不来的人物 而且南向晚还和他很熟 众人钦佩的两眼放光 而此时一百米外的南向晚正扒拉着头发 脑袋突然变轻了 还真的有点不习惯新造型 就在这时 系统狗腿的出现 恭喜宿主 道具提供的任务也确认完成 奖励提前发送 嗯 狗子干得不错 南向晚终于正眼瞧他一眼 突然听到有人在喊他 有头就发现粉毛绿茶向他走来 南向晚 你不要以为做个罕见的造型就能赢得比赛 这次公演我绝对会碾压你 南向晚酒醉还没醒 才懒得去理这小虾皮 粉毛绿茶却满脸自豪 不懈地与南向晚擦肩而过 女孩醉酒客串 男杀手叙述火爆全网 不仅饮得一大波老婆粉花吃尖叫 就连影帝老板都提早巧味 可偏偏有菜鸟上前挑衅 这次公演比赛 我绝对会用实力碾压你 然而下一秒 女导师就毫不留情地打脸 表演一般 只能说重规重矩不如上次亮眼 男导师也不心软 的确退步的不止一点点 粉毛绿茶着急地推卸责任 是因为造型师换了 女导师也不惯着直接开队 跟造型师没关系 是你唱歌跑掉的问题 这种低级的错误你都没发现吗 粉毛气得浑身颤抖 不甘心地被工作人员轰走 很快抽到第一组 总导演赶紧起身给顾北怀让位 顾总 您时间掐得刚好 男向晚马上准备出场 此刻现场早已欢呼沸腾 只有男向晚安静地坐在钢琴前闭幕 随着手指缓缓跳跃 动听的旋律瞬间惊炼全场 众人心跳加速 这雌雄莫变的脸谁能扛得住 随着音乐的节奏 男向晚缓缓从钢琴椅上站起 大步朝思思走去 小手轻扶女孩的下恶线 而另一只手快速还住思思的腰肢 旋转起舞 两人四目相对 如同相爱多年的爱人 然而下一秒 男向晚一把将女孩狠狠推倒 神情悲伤而鬼 随后大步转身 来到另一个女孩身旁 男向晚带着她继续跳舞 可怀里的女孩挣扎着想逃离 而男向晚的笑容却优雅和充满了 很快小手缓缓滑落 女孩倒地不起 男向晚眉眼带小 旋转起舞 寻找下一个女孩继续 舞台呈现出的偏执和并交 瞬间到达了极致 异曲结束 弹幕早已疯狂 可现场却鸦雀无声 男向晚疑惑得张望 点频慢 为什么大家都没反应 最终还是顾北怀拿起了话筒 你们的舞台剧非常好 表演得非常到位 粉丝顿势回神 想起雷鸣般的掌声 然而男向晚却身体一晃 因为酒劲还没过去 女孩从来没有学过表演 却在舞台上女扮男装火爆全网 就连顶流影帝都现场邀请他拍戏 一旁的粉毛吃笑 你是华碗娱乐公司的总裁 能赢得比赛 还不是靠顶级师傅给你做的舞台造型 男向晚无语 我能赢 是因为我有狗子 当然 姐拥有顶流系统这种高科技 肯定不会随便拿来炫耀 而粉毛却听得一脸猛 狗子 什么东西 你在故意嘲讽我吗 男向晚懒得理这脑残 不料粉毛却瞬间火冒三丈 别以为你是资本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绝对不会服输 就算我没有权势也一定会打败你 在男向晚看来 这女人八成脑子有问题 旋即转身走开 妈妈说过 跟这种脑残待在一起会变蠢 可男向晚刚来到舞台上 粉丝瞬间沸腾 主要是影帝顾北怀也来给他捧场 卧槽 哥哥什么时候来的 刚刚不是还不在吗 难不成他专门为了男向晚才来 不得不说你们真相了 男向晚也觉得这个合作伙伴能处 够一起 此刻顾北怀满眼都是男向晚 你作为C位的演出十分出彩 舞台剧形式也很亮眼 不知道你有没有演员方面发展的意思 小伙伴们瞬间露出羡慕的表情 毕竟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 而男向晚却猛逼的挠了挠头 自己没有学过演戏 就像一个刚会说话的人 被人问你要不要学八国语言 我要怎么回答吗 好在顾北怀没有叫他立马答应 而是等他高考完后 如果有想法再直接联系他 男向晚乖巧点头 此发导师立马拿起话筒发言 男向晚的表现非常棒 不过我想问一下舞台剧是谁编的 男向晚赶紧把小姐妹思思介绍给大家 此发导师眼前一亮 非常棒 又是一颗星星 这是你独有的优势 要继续保持 黄发导师也问出了所有粉丝想问的问题 邓思南编的舞 为什么会让男向晚当四位呢 因为男向晚女扮男装最好看了 而且只有他会弹钢琴 主持人恰到好处的接过话题 谢谢各位导师的精彩点评 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男向晚刚下舞台 小伙伴就恨不得扑在他身上 老公太帅了 我差点晕你怀里 很快来到休息室 男向晚早就已经渴得喉咙冒烟 此刻正好看到小姐妹到饮料 他顿时眼睛放光 支着小下巴就寻了过去 男向晚一把抓起饮料 不等众人回神 直接一口闷 然后小脸瞬间飞红 男向晚晃晃悠悠 这是什么气 汽水 咋会这么晕呢 明星女孩只是喝了口饮料 就被工作人员强行灌下一大桶水 只因她是超级异醉体质 吃颗酒星巧克力都能醉得不省人事 可她偏偏在即将登上舞台时 却无把香槟荡成了水 不仅喝光了一大杯 还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就睡 众人没办法 只能强行灌水让她清醒一会儿 因为此刻台上正在宣布 男向晚小组第一名的票数 而她个人更是以110万票 获得个人赛榜首 不知情的主持人此刻正在高呼 有请第一名的队伍上场 很快男向晚就被小姐妹一左一右夹上了台 主持人立马向前 请问你们怎么会想到用舞台剧来表演歌曲 此刻男向晚的脸红得像毒苹果 恨不得趴在地上就睡 还好小姐妹反应较快立马抢答 因为这首歌的故事性很强 用舞台剧来表达更直观 也更容易脱颖而出 主持人想让男向晚多多表现 却没发现她的脸色不对 请问男向晚女扮男装的感受怎么样 当话筒怼到面前时 众人也一脸屏息名神的认真听讲 而男向晚看着开始重叠的人 双眼早已泥泥 显然是还没清醒 突然一个大大的酒隔通过话筒成倍的增加音量 然后再通过音响传递出来 那震撼的程度不是一个字能表达清楚 整个现场顿时陷入了一片死寂 主持人震惊的就像个主持人 粉丝们也一脸猛逼 对有一把捂住男向晚的嘴巴尴尬得要死 我滴个宝 这可是现场直播 全国人民都看着呢 正当他们不知所措时 台下却爆发了一阵又一阵的大笑 晚宝怎么打嗝也这么可爱 眼见场面往诡异的方向发展 思思立马向前道歉 并说明了男向晚是一醉体质 刚刚又误把香槟当成谁给喝了大半 主持人不可置信的再次确认 所以男向晚之事 醉了 一旁的导师团也纷纷强忍着大笑的冲动 居然有人喝香槟也能醉成这样 而狼虎却发现了男向晚身上的流量密码 不愧是自带暴梗的流量之星 他这个打嗝 估计会像之前的徒手披砖一样火遍全网 果不其然 男向晚打嗝快速冲上榜一 同时上榜的还有男向晚女扮男装 可顾北怀来了又走 因为眼尖的粉丝早就发现 影帝顾北怀居然特意来看男向晚表演 而且他看完男向晚的节目就走了 有部分粉丝已经磕起了两人的CP 而另一边的顾北怀 此刻正看着小狼仔的新表情包 整颗心还沉浸在男向晚女扮男装的表演中 他闭了闭眼 压下刚刚跳动过快的心脏 不知道和小狼仔一起合作会是怎样的画面 转头吩咐狼虎 立刻把剑舞的MV拍摄日期提前 还只是看数20秒 就将两斤半的剧本倒背如流 可一旁的导演却以为他在装逼 一个新人 居然连笔记都懒得做 确定不是在敷衍 男向晚点点头 表示姐拥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也很头疼 导演皱眉 就算是顶流影帝推荐的 如果拍不好也照样滚蛋 这时影帝顾北怀缓缓走来 我说过很多次了 他不会有问题 随后安慰小狼仔 不要有压力 你大胆的发挥就好 导演无奈 只好先拍了再说 各部门注意 第一场第一镜现在开始 只见一个妙龄少女缓步走上小桥 回眸一笑甜到心坎 导演心头一惊 这真的是个新人吗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本色出演 顾北怀果然没骗人 男向晚的确是个宝藏 当初本来不想接这个MV拍摄 更不想带新人 但看了男向晚的剑舞视频后 才想着试一试 没想到男向晚徒手披砖的气质 居然能将古代少女的那种 情窦初开演得这么好 这是顾北怀一系青涩公子的模样 他缓步走上前 痴痴地望着心爱的姑娘 等我 回来就娶你 嗯 我等你 两人并没有拥抱的画面 也没有站在一起互说中朝 只是这样简单而又坚定地遥遥相望 就是一生的诺言 好很好 眼神太到位了一次过 导演忍不住鼓掌 而此刻的男向晚却满脸忧伤 因为一次过并不是因为他演技有多好 而是这个剧情让他想起了表妹 我每次出征在外 表妹都是这样笑着盼我早点回归 可是现在 表妹再也等不到我回去了吧 她有点难过 就连顾北怀都能感受到她身上的悲伤 男向晚无精打采地看着她 你不走吗 等你 你刚刚表现得很好 大家都对你刮目相看了 后面的戏也拜托你哦 男向晚瞬间回神 用力地拍着自己的小胸脯 当然没问题 为了完成系统任务 姐一定会完美拍摄成功 很快来到今天的最后一场戏份 只见男向晚一袭红色嫁衣 手提宝剑摇摇晃晃地冲向敌军 她手起刀落 仿佛又回到了过去 一时间 仇恨 家国 爱情 三种元素交织在一起 那种绝望与凄凉将人紧紧包围 她很难过 独自一人身处这个陌生的世界 我再也见不到小表妹了 表妹再也等不到我凯旋而归了 那种思绪飘远的思念 以及隔绝了两个世界永远不能相见的绝望 那眼神是相当的到位 就连导演看着机器里的画面 心脏也不由地颤了一下 这个男向晚演得太好了 简直就是天才啊 而一旁顾北怀的心脏却隐隐作痛 男向晚只是一个高中生 怎么能演绎出这种生离死别的感情 难道他还经历过别的什么 一想到有这个可能 顾北怀的心就揪着痛 他转身 踏上马鞍 只想快点陪在他身边 而此刻城楼上的男向晚凄惨一笑 他等到了他的未婚夫 可却没有等到神灵的眷顾 他缓缓闭上双眼 手里的长剑也光当落地 结束了 一切都结束了 然后他就直直地向城楼下坠落 导演大惊失色 卧槽 等一下还没准备好啊 男向晚怎么提前跳了 我去 你们没跟他说坠落的戏等下在拍吗 就在众人大喊着叫救护车时 顾北怀目自欲裂 他一鞭子抽在马背上 猛地蹿了出去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顾北怀伸出双手 稳稳地将人捞进怀里 他吓得全身颤抖 心脏差点跳到停止 他不敢想 要不是距离正好 要不是他反应够快 他的小狼仔就摔在地上了 一想到这个可能 他就无法呼吸 可看到男向晚委屈巴巴的小表情 他的心又瞬间被融化了 想骂的话顿时变成了关心 你怎么不等导演安排好再跳 我差点被你吓死 嗯 我饿了 刚刚剑舞运动量太大 饿得我发晕没站稳 就在这时 程雪一把将男向晚拉进自己怀里 老板你没事吧 你吓死我了 有没有哪里痛 要不要去医院了 与此同时 狼虎也跑到自家老板身边 顾总您没事吧 哥不要不要去看看 那着急的模样跟程雪一模一样 而顾北怀看着自己空落落的双手一阵失落 随后没好气的瞪着程雪 经纪人也不是万能 男向晚还没有助理吧 程雪愣了两秒半 顾大影币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时男向晚的肚子咕咕咕的叫个不停 顾北怀揉了揉了脚 看把小狼仔都饿成什么样了 害得今天差点出事 算了 我带他去吃饭 男向晚一听可以吃饭了 穿着嫁衣就往前冲 等等 换个便服再去吧 两个老板相亲相爱的一起去吃饭 而两个经纪人却剑拔弩张 你们华碗娱乐的运气就是好 遇到我们家顾天王 且 难道不是我们男总级实力与美貌与一身 你们顾总裁重拍MV 哼 自家老板饿到从城楼上摔下来可还行 程雪气的脸色涨红 这件事是他失职了 本以为二十个肉包子就是午饭 不料只够老板塞牙缝 然而这边闹得不可开交 可老板那边却进展神速 只见顾北怀一脸的吃汉样 我家小狼仔吃饭也这么好看 可看到南向晚干光了二十道菜和一大桶米饭 呃 怎么这么能吃 还好我又加了一桌菜 随后举起手机想要加个好友 见南向晚没动 顾北怀又寻寻善用 这样我们以后合作会方便点 还有你卡号也发我一下 我好给你打钱 南向晚一听有钱到张立马掏出手机 加好友发银行卡号一气呵成 顾北怀嘴角直抽抽 没想到和小狼仔的第一条消息 居然是卡号 估计在他眼里只有钱和吃的吧 很快回到拍摄现场 两人刚进门就听到同事说谢谢南总 南向晚一联盟 他们为什么要谢谢我 顾北怀却沉默不语 成雪突然出现 南总 这是我给您找的助理小冬 只见一个小胖妞兴奋异常 南总好 我是你的大板砖 这是我给您准备的零食 为表忠心 我这就给您现场表演的徒手批砖 她是众心捧月的顶流影 却开心的给一个新人女孩当小弟 不仅投资请她派MV 还自己掏腰包为南向晚拉人气 一旁的经纪人满脸肉疼 明明是女傅的钱 为什么要说是南向晚请客 这几百人的份 就随便宣传一下 不仅能长一波老婆粉 还能刷个好人员 顾北怀冷冷的瞥了一眼 你管的有一点多 狼虎立马晋升 顾北怀闭了闭眼 我现在已经在巅峰 不需要特意去刷好赶布 随后脑海中全是南向晚的画面 现在难得遇到一个未来可期的新人 我作为前辈 理应悄悄帮她一把 这时手机响起 粉丝群里都很积极 顾北怀倾笑 想当初南向晚的粉丝不多 管理也混乱 她忍不住在群里提了一个比较严格的方案 结果竟被共成了大板砖的群主 嘿嘿 虽然是被迫成了板砖头子 不过这感觉还不错 此刻另一边 程雪正兴奋的跟南向晚汇报 您请全剧组吃饭的是我们已经发微博 准备炒一波热度 南向晚有点猛 程雪却激动的掏出手机 现在网络反响非常好 预计华晚娱乐的股票又能涨一波 南向晚只听到股票两个字 还以为是系统提早发了奖励 这时系统高调出现 宿主不是的哦 这才是本系统带来的奖励呢 完成安分手机与顾北怀的拍摄任务 奖励公司盈利增长10% 南向晚对10%没什么概念 她只想知道盈利增长具体什么时候到达 嘿嘿 本喵喵办事你就放心吧 就在这时拍MV的500万已经到涨 嘻嘻 狗子 我现在的总资产多少了 宿主 南向晚 总资产643万 这时程雪向前提醒 南总 现在赶紧回宿舍吧 明天还要参加比赛 顾北怀扭头看向这边 南向晚开心的比了个大拇指 款已经收到了 我先走了顾北怀 男人挥了挥手 依依不舍的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转头又认真地看起了南向晚的粉丝群 很快来到第二天 南向晚又抽中了一首英文歌曲 太棒了 你先分part我来编舞 那我来编曲 众人愉快地接受大佬们的安排 丁 触发任务 请宿主顺利完成第三次公演舞台 奖励依旧不知道 任务失败 扣除金钱一百万 南向晚咬了咬后草牙 狗子 你膨胀呀 现在扣钱都开始一百万一百万的扣了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捶死你 算了 我饿了 要先吃八碗饭压压压经 就在这时一个人影蓝在他面前 指着南向晚就骂他是骗子 南向晚猛逼的有点猛逼 我骗谁了 你骗了所有的观众 粉毛绿茶越说越来气 像你这种自负又眼高于鼎的人 才不会请全体员工吃饭 更不会注意到我们这种下层人的生活 南向晚一脸猛 他现在有点乱 压根不知道这会说什么 可粉毛绿茶见他不说话就更来气 你这个剑口 居然还想和顾天王捆绑营销 你就不怕被封杀 不料南向晚竟扑呲一声哈哈大笑 首先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其次 我为什么要怕 随后缓步向前 本将军做事向来赶坐赶坐 紧接着一拳砸在墙壁上 可对于来挑逝的人 一律杀无赦 粉毛绿茶下的头发都粉了 就连南向晚转身离开 他也吓得双腿发软 就在这时 南向晚的手机铃声响起 点开一看就出现老弟咆哮的笑点 不是读书吗 人呐 南向晚挠了挠头 你现在不是应该在上课吗 上课还能玩手机的 没想到弟弟直接给他来了个灵魂重击 你两天没写作业了 怕不是忘了你还要高考 南向晚如遭雷击 恨不得立马趴在地上装死 我为什么还要写作业 为什么还要高考 对了姐 你之前和顾北怀拍的MV上热搜了 有人在刻你们的CP 然后还有黑子在黑你 嗯 CP是什么意思 这时承雪来电 南总 有人雇佣职业水军刷您的负面评论 不仅说您故意捆绑顾北怀营销 还带坏社会风气 目前只查到买水军的人 与娱乐圈没什么联系 公关不想知道您的意思 立刻网上查 必须查到源头斩草出根 否则后患无穷 下一秒 承雪惊讶的声音响起 南总 那些黑子的账号全被封了 还有顾北怀为你专门发了一条微博 排队一个月都请不到的发型师 却千方百计抢着为南向晚做造型 不料南向晚竟直接拒绝 我没钱 不做 系统看了眼南向晚的643万存款 确实只有一点钱 你放心 我已经和你公司那边交接好了 将免费为你服务 并且绝对比金大帅做得好 希希 免费的那可以可以 文言莫妮卡终于松了口气 知道吗 你前两次的造型在我们业内都爆了 金大帅得意的要死 还跑来找我炫耀 这次是我好不容易抢来的机会 一定能证明我的能力比金大帅强 南向晚乐开了花 免费的不用是傻瓜 很快两人便达成了共识 第三次公演造型绝对惊艳全场 众人见状纷纷探出脑袋羡慕 谁和南向晚一组那不是妥妥第一 不仅能力强还有各种资源 他们最后一定能出道 突然一个人影猛的扑进南向晚怀疑 A班的都和你合作过了 就我没有 这时另一个同学也凑了过来 还有我还有我 我也没和南向晚合作过 呜呜 难姐难妹赶紧抱头痛哭一个 现在大家都说和南向晚一组 基本就是躺一旁的粉毛怒了 什么叫只有你们两个没跟南向晚合作过 我不是人吗 这绝对是故意说给我听的 还有上次莫妮卡给我做造型 不仅满脸的不屑和烦躁 还死贵 可她现在却抢着给南向晚免费做造型 这舞台果然是资本的游戏 南向晚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破绽 随后掏出手机找到经纪人 伟哥 我找到了南向晚的黑料 需要你帮忙操作一下 很快就有大量水军刷南向晚的负面评论 不仅说他带坏社会风气 还故意捆绑顾北怀营销 可不等南向晚反黑 顾北怀就先发了澄清微博 还特意爱特南向晚 并怒对那些黑子 不将网络当作法外之地重伤他人 很快两边的粉丝都去攻击那些水军和黑子 亲戚的朋友的二舅子 是简雅经纪人的实习助理 简雅 那个粉毛绿茶 丁系统检测到有不必要的负面情况 宿主大大 需要提供帮助吗 切 你主动出现肯定不是免费的吧 这次是免费的哦 没累计完成三次任务 就可以兑换帮助机会一次 宿主 是否使用免费机会 南向晚双眼发光 免费的当然用 立刻马上去查简雅和他的经纪人 有问题全部打包给我 这时程学好意提醒南向晚 拍摄期间一定当心简雅导事情 南向晚满脸不屑 该当心的是他才对 就这小娘们姐还不放在眼里 而此刻的简雅正躲在厕所 气得浑身颤抖 如果我也是某娱乐公司的大老板 一定做得比南向晚还好 随后将莫妮卡免费给南向晚 做造型的事说了一遍 并着急地询问第三次公演的造型怎么办 可经纪人却叫他别急 并表示他如果愿意付出更多 金大帅的助理表示可以给他做仿装 粉毛绿茶气得咬牙切齿 我必须出道 那你在公演前一天出来 酒店地址我一会发给你 老规矩 懂吗 粉毛颤抖地抓紧自己的衣服 豁出去了 观众都喜欢南向晚的造型 等我将那个造型复刻好 绝对能在舞台上将南向晚死死地踩在脚下 这精灵造型简直太美了 就连天王影帝都瞬间变成追星达人 可当南向晚正准备登上舞台时 却发现有人模仿他的造型 简雅这个抄袭狗 本版专要去扒了他的皮 这臭不要脸的表表 竟公然抄袭晚宝上一记的并交公子造型 东施孝平不成还丑暴 而一旁的南向晚却无比淡定 既然他尚赶着来送人头 那姐就送他一份大礼 这时狗子适时出现 宿主 这是简雅和他经纪人的所有黑料 已经发送到你的手机 南向晚邪魅一笑 来得正好 姐现在就让你体会见狗的快乐 随后将资料发给程雪 拿着这些黑料 立刻让公关部行动起来 好的 南总 公司已经出动公关 我们手砍绿茶绝不手软 却只能在心中暗骂南向晚运气好 凭什么他做这个造型就有那么多人喜欢 而我却直接被所有人嫌弃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板砖们的战斗力才是他噩梦的开始 只见板砖头子直接号令粉丝上线杀狗 一群板砖已就位 姐妹们立即准备开骂 二群板砖已就位 简雅小表抄袭狗立马滚出娱乐圈 十群板砖早已开骂 纷纷表示不喷死简雅老子就不是键盘侠 南向晚更是人狠话不多 直接在简雅评论区发送了一个狗脑壳 一瞬间点赞十万家 更是推动了板砖们的骂狗热情 郑主都内行回应了 姐妹们赶紧骂起来啊 顿时板砖出征寸草不生的口号 向彻整个娱乐圈 更有金大帅亲自发布声明 抄袭买过我造型版权吗 改都不改的那种 好家伙 原版造型师都来了 板砖们敞开了骂 这波操作 甚至把简雅骂上了热搜前十 但很快简雅就被工作人员带去喝茶 你违反了当初签订的合同条约 严重影响节目组名誉 现已将你除名 请立刻跟我们离开 简雅不可置信的看着手机 不仅有她公然抄袭的官方声明 还有她去酒店与经纪人热吻的照片 一时间 所有的事情都曝光在群众面前 简雅尖叫着抱头痛哭 显然她的人生已经毁了大板 而南向晚的板砖头子快速反应 立马在总群拍发任务 现在控制一下骂站 对方已经被节目组开除 不要再给他热度 现在开始 全体网节目组感谢一波 我们要争当董事的小板砖 所有人瞬间感觉 板砖们不仅战斗力超强 还异常团结 更是统一听从板砖头子的统筹指挥 主打的就是指哪打哪 看谁以后还敢欺负我们晚宝团传 这边轻松解决 那边南向晚等待着上场 此时董事的板砖们赶紧自费派发氧气瓶 因为他们怕大家一会儿被晚宝给美晕过去 然而这一举动 在后来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而此刻人群中 男人口罩配帽格外神秘 此人正是天王顾北怀 因为他已经为南向晚连续两次空降节目 要是再去 就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这样会对小狼仔的发展不好 可他又不想错过任何一次玩宝的舞台现场 如是悄咪咪的躲在观众席 真正感受一次追星男孩的快乐 男孩一席精灵造型快速火爆全力 不仅让全球70亿人瞬间飞 就连顶流影帝都偷偷的躲在观众席为他打 不料男向晚只是一个婚姻 有的顾北怀就激动地将手机都扔了出去 忽然一只小手快速伸出 男向晚一边唱歌一边敏捷地接触 可就在男向晚递过手机时 飘扬的发丝瞬间撩动着男人的鼻尖 这最强的美颜暴击谁遭受得住 当场就有一名女孩晕倒 旁边的大板砖立即给他递上氧气瓶 而顾北怀这才将帽子往下压了压 却不知男向晚一眼就认出了他 嘿嘿 这个合作伙伴容处 居然还亲自到观众袭来捧场 男向晚俏皮地缓步离开 仿逐真正的精灵落入了眼界 随着空灵的歌声响起 瞬间燃爆了全场 而顾北怀刚刚压下的悸动又又又狂跳不止 啊 老公老公看我救了 推爆暗夜精灵男向晚 此刻现场所有人 不管是不是板砖 都在那喊着男向晚的名字 甚至还有好多人激动的狂哭 啊呀呀 太美了 姐姐用脸杀我 我老公不会是穿越而来的精灵吧 我简直太爱了 然而一曲结束男向晚只想早点回去干饭 因为他真的快要饿死了 至于后面主持人说了什么 他反正是一点也没有听进去 直到傍晚回到季公馆 男向晚炫完满满一桌子的外卖 这才愉快地伸了的懒腰 恭喜宿主第三次公演又是第一名 任务完成100% 效应突破百万 现在开始发放奖励 颜值 身材 魅力属性全部加一 获得技能 作曲专精 作词专精 哎呀 狗子 你这次真够大方的呀 以后记得发扬光大 男向晚一个高兴就炫了平82年的雪碧 不料下一秒 小脸瞬间微红 一 不对啊 我明明买的是雪碧 怎么感觉味道好像有点像恰啤酒 哎呀 我的宿主大大 不是好像 你买的就是啤酒啊 可就在狗子抓二毛三时 他家宿主顺着网线爬到了隔壁 而此刻顾北怀正坐在家里 回味男向晚的盛世美颜 突然一只小手伸了出来 紧接着就看到男向晚 朝他这边阴暗的爬行 呃 他怎么像个小乌龟一样的慢慢爬 话说那一米五的围栏 他是怎么翻过来的 顾北怀满脸黑线 就这样站在一旁静静的看着 老体们看到了 媳妇是自己爬过来的 不是我拐来的啊 不料下一秒就听到东北一声巨响 不好 媳妇掉下去了 第三次公演完美落幕 影帝便迷地现场捧场 夜晚偶像在自家阳台又出现了消失 顾北怀慌张喊着 小心 就看男向晚一个漂亮的360度后空翻 稳稳当当的越过阳台 跳进了顾北怀家里 还极其优美的表现了平衡力 顾北怀本想去搀扶下他 可是却闻到了一股酒味 随后男向晚迅速趴下 又恢复了小龟的动作 顾北怀想着这难道是喝醉了之后再梦游吗 要不怎么就直接跳进我家了 想着梦游的人不能去叫醒 否则会伤害到脑神经 顾北怀只能默默地观察着男向晚 而此时的男向晚却因直立行走有些困难 觉得爬行更好掌握方向 碎龟宿般爬行着 呼得嗅到了好香的味道 来到厨房扶着桌子站起 端起放着三明治的盘子 又席地而坐 将三明治满足地塞到嘴里 一旁的顾北怀不住地偷乐 这梦游都不忘吃东西 拿出手机明目张胆地拍了几张放片 男向晚此时好似一只可爱的小松鼠 随着盘子里的三明治吃光光 男向晚神情慢慢变得低落 顾北怀有些不舍 上前轻轻摸了摸男向晚的头 乖 等会 我现在就给你做吃的 男向晚轻声答应 貌似他好像听懂了 接着 顾天王拿出了厨娘的本事 半个小时 急做了满满当当一桌子的菜 一边欣赏着男向晚大块头 一边想着 这小狼仔醉酒居然能爬过两步 中间还有一个花园 精准找到自己厨房的三明治 顾北怀亲切地向着老父亲 轻轻为他擦拭 心中不由为男向晚起了的昵称 真是个可爱的仔仔 向晚错把啤酒当饮料 久醉梦游跑去影帝家混吃的 喜货迷地仔仔称号 一个怪力少女将影帝扑倒 男向晚继续着舌尖上的美食 还不断夸奖着 这个好吃 这个也好吃 顾北怀则是满脸储蜜 嗯 都是你呢 收拾了男向晚风卷残垠的盘子 感叹小仔仔真是太有意思 每个瞬间都会给人惊喜 随后就听到碎碎念的声音 就看男向晚在客厅来回躲步 沙发茶几地上满是纸张 顾北怀走过去 好奇纸张上写了什么吗 扑的手腕被男向晚一把抓住 顾北怀也没想到男向晚的力气正大 直直向后倒去 而男向晚则是跨坐在他的身上 顾北怀俨然一副受欺负的小细腹 用胳膊挡住了要俯身的男向晚 就见男向晚打了一个酒盒 随后背诵他 先帝创业为伴儿中道公子 今天下三分 一周疲弊 巴拉巴拉 接下来是什么来的 顾北怀满脑子问号 这梦游还能背诵古诗词呢 随后男向晚从沙发上蹦了下来 不断翻找 我的数学卷子呢 我的一百套真题呢 顾北怀也快速理解了男向晚 他在备战高考啊 所以拿出拍子说我给你找 一个小时后 顾北怀认真的给男向晚批改体质 果然偏刻严重 看着有些困意的男向晚 数学题全错 墨写倒是都对了 随后男向晚拍了拍顾北怀的肩膀 不错 男朝阳 你比之前有耐心多了 顾北怀心中了然 原来把我当成弟弟 男向晚终于坚持不住 倒头靠上顾北怀的肩膀 听着他的亲父声 顾北怀没动 和自己的小偶像亲密接触 感觉还不错 小偶像化身小龟爬到影帝家混饭吃 老爹版又做饭又辅导作业 影帝顾北怀抱着熟睡的男向晚 感叹他虽然吃得多 但是好轻啊 温柔将他放在床上 男向晚开始转 转转 随后自动成团 顾北怀瞧着睡觉都这么好玩的男向晚 忍俊不禁 替他带好被子 细心的发现男向晚乱糟糟 被他压在身后的头发 应该很难受吧 轻轻隆起 男向晚像被顺毛驴的小猫 微微翻身 顾北怀的指尖就触碰到男向晚柔嫩的脸颊 心情略微有些复杂 心跳刚刚好像也漏跳了一排 哭得收回手 不能再待下去了 转身回头又看了自己的小偶像 晚安 男向晚 轻轻地关上了门 一片狼藉的客厅 顾北怀盯着错题本一样的试卷愣神 收起一张留作今天的纪念 次日清晨 细雨完毕的顾北怀还没来得及看看男向晚 门口就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打开房门 就看见门外有一群人 满脸冷汗的狼 就要炸毛的成雪 还有出示警官证的民警 2201的业主 我们这里有一宗失踪案件 需要您配合调查 请问昨晚8点到早上9点期间 您见过2202户的业主男向晚了 顾北怀脸色平静 指了指男向晚的客房 说到见到 他在我家 成雪火冒三丈 什么 确实被狼虎一把拉住 冷静点 我们顾总可是正经人 顾北怀发问 发生了什么事吗 他从昨晚9点来我家 现在还在睡觉 此时众人都不淡定了 什么叫现在还在睡 成雪满脸狐疑的看着顾北怀 以他的身份 应该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吧 成雪刚想开口问 男总在哪 就听男向晚从楼上走下来 有些站立不稳的说着 好饿呀 太吵了 哎 这是奶呀 抓的一下 就被成雪光速搬拉走 众人神情各异 警察叔叔怀疑 成雪高度警惕 狼虎紧张的问着老板 男总这事 顾北怀解释着 别误会 昨晚男向晚喝醉了 指了指阳台 他是闻着我家的饭箱爬过来的 众人惊讶不已 这边有监控 大家可以看看 回去的路上 成雪碎碎念 男总 以后你要喝饮料 还是让助理给你买吧 这次乌龙要不是有监控 根本解释不清楚啊 男向晚俯着还轩晕的头 敷衍答应着 知道了 我的电话短信声响起 是顾北怀 他问他 有兴趣一起参加一个慢踪吗 女孩误把啤酒当水喝 不仅梦游爬进了影帝家中 还抓起别人吃了一半的 三明治巴唧一口 顾北怀挠了挠头 小狼仔这是喝醉之后在梦游 那我不能直接叫醒他 否则会伤到神经 而男向晚却直接坐到地上 手里还不忘端上顾北怀吃剩的面包 巴唧巴唧吃得像个小仓鼠 可他的眼神却没有一点焦距 小狼仔这是有多饿啊 就连梦游都先急着找吃的 顾北怀努力憋着笑 随手拍下几张照片做评保 可男向晚吃光手里的面包还是饿 小脸委屈巴巴等着喂 顾北怀宠溺的揉了揉他的发丝 小狼仔这是没吃饱呢 哥哥现在就去给你做吃的 很快半个小时 美食满满当当摆了一桌子 顾北怀吃汗脸 我家小狼仔嗅觉也太灵敏了吧 隔着两户人家和一个花园 都能精准地找到我家厨房里的三明治 而男向晚吃得欢 米饭和菜渣都沾到了脸上 顾北怀轻笑 宠溺地帮他擦了擦脸 吃成这样 你还真是个小崽崽 男向晚才不管 自顾自地吃了八十大碗 终于吃饱喝足 可就在顾北怀洗个碗的工 晚宝又开始来回夺步 顾北怀宠溺一笑 正弯腰捡起男向晚刚扔的纸 不料下一秒 就被一只小手猛地抓住 紧接着他就被晚宝压倒在了沙发上 顾北怀疑惑 男向晚却对着他打了个大大的酒桌 然后直接坐在他腰上 巴拉巴拉地背起了骨誓词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眼 嗯 下面是什么来着 快点呗 顾北怀无奈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就这个姿势保持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等到男向晚停止被试 可顾北怀刚松一口气 不料男向晚又跳到地上一通翻着 我那一百套数学真题呢 诺 在这里 顽宝瞄了一眼顿时感觉全身犯困 闭上眼睛就开始打盹 顾北怀看着手里的视觉 嗯 果然是梦有 十道数学题错了九到半 突然一只小手用力拍着他的肩 没关系 男朝阳 你比以前耐心多了 然后下一秒 顽宝就靠上了他的肩膀 看样子是熬累了 这么快就睡着了 随后轻轻地将人抱进卧室 可刚放到床上 顽宝就自动转成了一团 顾北怀宠溺一笑 睡个觉都这么好玩 看了眼他被压得乱糟糟的头发 手不自觉地帮他整理 不料晚宝突然翻身 指尖顿时触碰到脸上的柔软 顾北怀触电般地收回手 胸口也仿佛有团火在燃烧 一种陌生的感觉令他口干舌燥 慌乱地走出房间后 久久无法入睡 只好拿晚宝的诗卷打发时间 突然感觉今天很值得纪念一下 于是小心翼翼地抽了张晚宝的诗卷收好 准备等明天拿去表起来 可第二天他刚洗完澡 门就被踹得蓬蓬响 打开门就看到一群人围在他家门口 帽子鼠鼠举起手里的证件询问 我们这里有一宗失踪案件正在调查 请问您见过隔壁业主南向晚吗 见过他在我家 文言成雪就要上去挠他一爪 跑在一旁的狼虎拽住了他 冷静啊冷静 我们顾总是个正经人 然而下一秒 他就恨不得堵上自家老板的嘴巴 只见顾北怀一本正经把人请进家里 他昨天晚上九点来我家的 现在还没睡醒 成雪的爪子收都收不住 什么叫现在还在睡 就在这时南向晚晕晕乎乎的打开了门 啊 饿死了 好吵 这是哪里我是谁 成雪一见自家老板赶紧把他拉到身后 一脸警惕地瞪着顾北怀 别误会 南向晚昨天喝醉酒后 闻着我家的饭菜箱自己爬过来的 诺 这边有监控 众人当场傻眼 那个跟乌龟一样在地上爬的 真的是南向晚吗 关键是顾北怀就站在旁边看着他爬 还贴心地给他开了门 这就很nice 最后的最后 成雪半推半拉地将人扔进车里 然后就是长达半小时的叫里 南向晚揉了揉脑壳 头好痛 感觉像是做了一百套数学题 这时突然手机响起 南向晚 有兴趣一起参加 今天吃什么的综艺吗 还有就是他家的菜特别好吃 所有人都下河抓鱼 可男人却说他脚扭了要先回去休息 南向晚一个肩步冲了上去 不急不急 我会震骨 最后抓起男人的脚咔咔两下子 吓得男人脚丫子狂踹 南向晚小手一疯 只听扑通一声 绿茶男就掉进了水沟里 切根本没崴脚 只是为了偷懒才撒谎 当真无耻 绿茶男气得浑身颤动 好你的南向晚 我一定要你好看 南向晚连个眼尾都懒得甩给他 今天刚到节目组 绿茶男就闹幺蛾子 不仅把自己当成了小少爷 还按朝南向晚搞特殊 晚饱乐了 直接拎起箩筐开队 在那里嗶嗶什么 他怎么回事 一个还没出道的新人 怎么敢对我这个 已经出道两年的前辈嚣张 南向晚头都没抬 转身徒手抓上一条鱼 飞飞立马拿起箩筐跟上 晚饱放到这里 很快到了吃饭时间 南向晚快速将鱼处理好 上辈子行军就经常这么烤东西吃 果然还是这样比较顺手 不像今天早上到厨房帮忙 本来想切个菜 不料直接一掌劈坏了菜板 一旁的黄老师震惊地退了好几步 哎呦喂 十年都用不坏的木板 你咋切个菜就给切成了两半 顾北怀却见怪不怪 不是用刀 他用掌劈的 南向晚挠了挠头 是菜板不够厚 顾北怀掏出一块毛巾 你脸都脏了 来擦擦 南向晚接过毛巾一通乱摸 结果就擦成了小花脸 顾北怀宠意地按住南向晚的头 接着温柔地帮他擦脸 弹幕瞬间炸开了锅 顾北怀你把手给劳资放下让我来 南向晚你没手没脚吗 擦个脸都要我家哥哥帮忙 那边粉丝们呼瞎谁也不让 这边顾北怀脸红心跳 而南向晚却只惦记他的烤鱼够不够吃 终于到吃饭时间 南向晚一个人吃了十个人的饭 家里的食材都消灭了 你还没吃饱啊 南向晚一边啃玉米一边回答 没饱没饱 不过今天的菜是真的好吃 黄老师没办法 只好继续去摘菜 顾北怀也表示去山上找肉食 南向晚瞬间来神 我要吃肉 我上山 这时黄老师拿出一把弓箭 南向晚双眼一亮 抓起弓就猛的拉满 这弓上战场差了点 但是打猎足够了 这小姑娘是什么恐怖的臂力啊 60磅的猎弓居然直接拉满 成年男子也没这么厉害吧 而南向晚只想早点上山 一个人哒哒哒的走在最前面 黄老师惊叹 别的嘉宾都是跟不上我的体力 你俩倒好 我直接追着你们跑 这时南向晚突然停下脚 周围估计有蛇 大家走的时候注意避开树上的疼乱 然而下一秒 南向晚脚尖一点 竟直接跳上了大树顶端 顾北怀吓一跳 南向晚你干什么 快点下来 南向晚失落的拿起刚掏的鸟蛋 正准备跳下去 突然一阵沙沙的声音响起 南向晚回头就与毒蛇四目相对 顾北怀心猛的一颤 迅速抽出匕首 不料南向晚握住蛇的七寸潮树干猛撞 顾北怀着急的检查他有没有受伤 我没事 蛇已经死了 随后猛的转身 灵溪死蛇朝躲藏的绿茶男扔去 你刚刚居然敢惊扰毒蛇 让他来袭击我 绿茶南下的花容失色 我没有 你有什么证据别血口喷人 南向晚一把揪住男人衣领 不承认吗 随后小手一松直接将人推倒 男人大叫着有蛇后便吓晕了过去 南向晚不屑 孬肿 敢做不敢当 翻阅而来的女将军究竟有多 不仅徒手解决王口粗的毒蛇 还一脚踹上暴怒中的野猪王 众人大喜 以为自己得救了 不料野猪只是愣了两秒半 转身就张开大嘴朝南向晚冲了过去 野猪彻底进入狂暴状态 照着南向晚就猛冲了过来 晚宝大惊 尽量让自己少受点伤 不料下一秒 一只利剑狠狠地射入野猪口中 顾北怀心都跳到了嗓子眼 一把将南向晚拉到身后 紧接着一拳一拳打在野猪身上 南向晚回神 立马抓起一旁的弓箭快速拉满 紧接着死死盯着前方 此刻狂暴中的野猪王那是相当危险 所以必须一击必杀 南向晚看准时机 就是现在 只听扑呲一声 整只剑都没入了野猪尾巴下方的小屁屁 众人见状操起家伙赶紧上去帮忙 顾北怀愤怒地扯了扯领口 他当当居然直接冲上去跟野猪硬钢 疯了吗 当自己无敌了 可看到惊魂未定的南向晚 满肚子的责备却都变成了关心 好了好了 没事了 晚宝委屈巴巴 顾北怀偷偷将受伤的手往后藏了藏 还好他没事 但还是忍住心疼呵斥 胆子大了 居然徒手冲上去跟野猪斗 以后还敢不敢啊 不敢啊 晚宝头压得很低 他现在竟然连野猪都打不过 简直就是帝国第一女将军的耻辱 一旁的黄老师赶紧打圆场 刚刚情况紧急 南向晚也是为了救村民 应该先表扬他 随后叫顾北怀先去清理伤口 紧接着又安慰蹲在地上的晚宝 别难过了 顾老师也是担心你才凶你的 黄老师 我好饿 滴血糖啊 好家伙 原来是饿得难过呀 那要不先吃饭 南向晚猛摇头 等顾北怀回来一起吃 虽然刚刚和他合作了短短十分钟 但那是过命的交情 所以他不再是顾老师 而是顾占友了 可这一等就等到了晚上十点半 顾北怀过来的时候 南向晚早就睡着了 看着乖乖巧巧的日儿 顾北怀满脸柔和 随后温柔地为南向晚擦了擦脸 紧接着一把将人抱进怀里 嘖嘖 顾天王这是千年铁树开花了 不过这谈恋爱和结婚 还不都得等人家 顾北怀倾笑 我等得起 第二天 顾北怀晨练完正准备去洗澡 这才想起自己没带换洗衣服 顾北怀向前 我现在受伤了暂时不能训练 所以这套运动服也用不上 是干净的 你穿吧 大家都是兄弟 所以南向晚也不客气 拿上衣服转身哼的小曲洗澡去了 弹幕瞬间霸屏 啊 哥哥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正主都出来送衣服了 高举南往北地的CP大气 呵呵 本版专表示一点都不慌 南向晚是个傻的 就算你家哥哥再有想法 我们晚宝也不开窍 弹幕瞬间疯狂 朝着不知名方向发展 而此刻的晚宝正眺望着远方 哼着从来没有听过的旋律 原来把自己遇到的美好和幸福都记录下来 再转化成音乐 让别人体会到我现在的心境 是一件如此美妙的事情 顾北怀都看呆了 我的小狼仔简直就是个天才 而晚宝却着急的寻找着什么 顾北怀见状立马地上手里的记事本 南向晚开心的结果 不愧是好兄弟 连他想要纸和笔都知道 他很兴奋 直接坐到地上就开始刷刷刷的创作 顾北怀静静地坐在他旁边 微风拂过脸颊 就连空气都是甜甜的 终于写好了整个曲名 南向晚却皱了棕眉 不会编曲 嗯 不会 那需要帮忙吗 南向晚点头 顾北怀接过晚宝的创作也不由得惊讶 只是在山野和田间待了一晚上就有这样的感觉 我家小狼仔前途不可限量 这是系统的声音在南向晚脑海中响起 恭喜宿主写出第一首歌 做取奖励十倍消费反限一次 限额十万 做此奖励十倍消费反限一次 限额十万 南向晚激动了 哎呀呀 我这下就有五次十万额度的反限了 加起来五十万 回去就买个大家伙 稀稀 五十万的十倍消费反限 板专门帮我算算 我是不是要成小富婆了哟 这是黄老师走了过来 来来来 拍个合照发朋友圈 歇 你是想趁机宣传自己的节目吧 哎呀 看破不说破 看这里 咔嚓一声定格了这美好瞬间 我们在家的好友 南向晚有点猛 旁边的顾北怀伸出手指 立马帮他点关注 嘿 好你的顾北怀 居然让小姑娘先护关你 这时成雪挡在自家老板面前 南总 时间到了 我们该回去了 南向晚挥了挥手 那我先走了 可话还没说完 就被成雪拽到了车上 南总 顾北怀是我们滑碗娱乐的死对方 他不但手段狠了 还成腹疾身 一不小心就会掉进他的坑里 然后被整个吞并 他突然主动接近你 目的肯定不纯 南向晚垂谋 这套秦龙倒是跟我上一世的军事一模一样 不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我能感受到他对我没有乐意 所以 他是不会害我的 成雪无奈 自家老板又舍不得骂 只好回去找狼虎算账 猎女将军打怪升级 仅仅是参加一个慢踪 拍死毒蛇猎杀野猪 回到拍摄大楼 南向晚成了女团选手们心中的偶像 纷纷欢喜他真是太帅了 晚宫射箭好像个女将军 南向晚心想自己就是 羡慕南向晚没出道就能参加综艺 南向晚玩得也很高兴说着 等成团了 我们一起去做宣传 他们兴奋不已 说着网上吵南向晚和顾天王CP的话题 就活 管你们叫南往北地 南向晚笑笑 说自己并未看 但是非常笃定自信的说 不过我能确定的是顾北怀是自己特别好的战友 心想自己还有比赛和高考呢 其他的事和自己一律无关 接下来第四场治愈力量的酷萨摇滚 第五场的铁骨柔情的英姿女侠 都带领新组和团队赢得了公演百万票数第一名 转眼来到各自为赢独唱的总决赛 抽签决定每个人的曲目 南向晚抽到的是一首英文歌 Be Immortal Legend 导师赵兰说为了总决赛的公平和效果 时间练习是不再进行对外直播 赵兰 钟灵飞和边志明老师将开通三个直播间 随时给学员提供帮助 大家欢呼这也太棒了 边志明老师上前说道 和节目组商量 最后一周将手机也归还给你 钟灵飞老师提示大家 现在就可以到自己的直播间拉票了 女孩们欢呼雀跃 夸赞良心节目组 此时的南向晚通过大量的任务 已经获得了大票舞台和音乐技能 拥有一千三百多万粉丝的支持 结合自己目前的实际情报 应该不太需要导师帮助 这样自己也有时间可以为高考做准备 大家开始有序离场 南向晚呼的被人叫主 是赵兰老师 为了以后合作要加下南向晚的联系方式 还有微博 说着自己早就关注他了 怎么不回关呢 言语中并无责观 此时另外两个老师举着手机也走了过来 都很期待之后能和南向晚的合作 一旁的地势名苗曼宁死亡 凝视着南向晚 被三大导师争先恐后主动加联系方式 这南向晚何德何能 还那么平静 血族和狼人历来是宿敌 因一次打赌失败 血族首领沦为狼人女王的俘虏 半跪在地上的血族首领被铁链拴着 狼人女王拿着皮鞭问道怎么 这样就受不了了 还以为作为首领能让我多玩几天呢 拿着毛茸茸的尾巴清扫首领的下巴 毕竟你之前不也想这样对我吗 女王不愿男人的沉默 怒声让她说话 鞭子就打到了首领身上 勾着她脖子上的项圈向前拉 首领蒙着眼睛的布 脱落下来 轻烈地看着女王 小狼仔 不要太得意哦 女王凑近首领 讥笑着别太得意的应该是你 你这只臭蝙蝠 伸出手不断深入 你都落在我的手上了 还这么嘴 首领紧皱眉头 女王不断靠近 轻轻点点首领的胸膛 我们可是说好了 谁先抓住对方就是对方的主 半趴在首领的颈部轻轻呼气 现在我赢了你想反悔了吗 首领此时身心备受折磨 用尽全力 就听哐当一声 禁锢右手上的铁链被震开 吓了女王一跳 怎么会 猝不及防被首领按在怀里 向她的肩膀仰去 女王想要挣扎反击 心到不好 自己居然动不了了 只能抓紧首领的肩膀放狠话 我要杀了你 而首领则是慢慢舔是女王的伤口 向女王的樱桃小口一动 吻了上去 画面放肆而为美 吐的女王伸手扼住了首领的脖子 一把将首领推倒在地 一脚踩上了她的胸膛 脖子上的禁锢铁链也砰得裂断 女王脑胸成怒跨坐在首领的身上 伸手就要教训她 不给你点颜色 你就不知道谁才是真主人 可是首领的双手已经摆脱禁锢 双手抚上女王的屁股 尽管试试 小狼仔 咕得就听 卡 这条过 演得真好 南向晚立马换了一副关心的眼神 北北 你没事吧 刚刚摔那下很痛吗 回握着南向晚的手 说着自己没事 逢开记导演走了过来 夸赞到这场MV的重头戏真不错 把素敌间的相爱相杀 极限拉扯感全部演绎出来 对着南向晚说道 你上军校那么忙 我还担心你的演技会退步呢 南向晚自信的说 怎么会呢 看着顾北怀走过来 南向晚摸了摸肚子 说着自己问 顾北怀督促快去卸妆 我已经订好餐厅了 握着南向晚的手 凑到她的耳边问道 主人 今天晚上回家吗 我好想你 南向晚回握住她的手 坚定的说当然回啊 主动亲吻顾北怀的脸 回我们的家 一时大厅内 军师说此处地形复杂 被山匪盘踞多年 那肥手狡猾 从不轻易现身 不过她极好女色 特别是当地的出嫁新娘 她都会掳走女子凌虐致死 将军回到擒贼先擒王 杀了肥手一切问题 自然迎刃而解 过几日 这户人家的女儿成亲 他们必然来抢 我们安排人假扮新娘 深入敌后 众将士欢呼将军好寂寞 但是又发出一问 谁来当新娘 将军思考假扮新娘吗 山寨里肥手哈哈哈哈大笑 猥琐地对着新娘子说道 听说小娘子可是个大美人儿呢 来喝了这杯娇杯酒 打开一个酒坛 直接灌入新娘子的嘴中 就听哭斥一声 女将军一刀插入肥手的心脏位置 肥手没来得及出声 就被一刀毙命 女将军一脚将肥手踢了出去 外面闹哄哄喊着官兵来了 女将军转头对新娘子说解决了 而新娘子却是手捂住脖子 发出嗡嗡的声音 女将军赶忙跑了过去 问道军师 你怎么了 揭开红盖头 军师说着那酒有问题 他放了魅药 水 心中却是万幸最后决定是自己假扮新娘 将军带人潜入 不然 女将军拿起水杯 递给军师 你先缓缓 可是军师一个劲的再渴 女将军看着有些心疼 这样他根本喝不了 仰头喝下这杯水 扶起军师的脸 直接吻上去 将水度给他 可是魅药的威力太大 军师颤抖的手就要摸到女将军 硬生生被他忍住了 女将军离他好近 顿到好点了吗 还要吗 不敢想象再这么下去会怎样 军师推开女将军说你先出去我缓缓 可是女将军看出他很难受 说着不懂 拽着他就想要往外走 可是军师已经控制不住向后仰去 女将军也被带着躺下去 脸颊被砸到的女将军抬眼 看到不受控制的军师 已经扯开了自己的上衣 女将军正愣伸手 军师则是拉着他的手斧上自己的脸 说着好凉快 女将军恢复神志将军师的衣服紧了紧 清醒一点 我带你去看大夫 可是军师不给女将军机会 距离他越来越近 女将军也不舍拒绝军师 青纱红杖 春光无限以理美好 就听南向晚南向晚醒醒 南向晚一睁眼 谁 顾北怀吗 顾北怀说收拾下 准备下一场戏 南向晚轻声答应 想着前一世 自己明明没有见过军师面具下的脸 怎么梦里军师和顾北怀竟是重叠在一起 自己这是疯了吗 南向晚凭借着出色的表演 成功拿下第四场和第五场公演的第一名 闯关路上妖魔鬼怪并不少 三个导师争先恐后加南向晚的联系方式 苗曼宁极度心爆棚死亡凝视南向晚 想着自己是仅剩十人中的最后一名 如果不拉到更多的票数 太容易被淘汰 既然这样只能尽可能曝光自己 哪怕被说蹭热度也要蹭到 主动上前亲力挽住南向晚的胳膊 厚着脸皮说自己也想加导师的联系方式 自己二宫时和南向晚合作 还被他夸奖配合默契 南向晚被这个人的莫名热情所惊察 还没缓过神 苗曼宁趁机拉着南向晚和三位导师 一起拍了一个合照 导师们也是一脸猛 苗曼宁还在套近我 南向晚你还记得那次 南向晚却是一把抽出自己的胳膊 避孔不及地说着 我没有 我不是 别瞎说 否定三连击 我根本就没和你说几句话 苗曼宁笑容凝固 没想到南向晚回绝得这么彻底 导师们起起转身 钟灵飞更是语重心肠 苗曼宁拉票固然重要 可是随意捆绑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苗曼宁假似没听懂 好的 老师 看着已经走远的南向晚 不需要 苗曼宁心中暗骂甲金刚 这么着急回去肯定是为了拉票 而南向晚又补了一句 我要回去刷题准备考试了 苗曼宁一脸震惊 想想也好 南向晚票数低了 正好成就自己 看了看自己刚发的微博 气得自己厚曹牙疼 怎么评论区全是给南向晚拉票了 浑身散发阴暗气息 既然不给自己机会蹭热 那就别怪他出很招了 决赛前我要回你路人人 抢你千万粉丝 当场公演才一五美经验众人 每次都是百万票数低名 总决赛前夕大家都在营业拉票 只有南向晚 在宿舍认真做题准备高考 对着答案正思考怎么这么多的错题 总导演画原五敲门走了进来 边走边说南向晚已经过去一天了 你都没找三位导师谈最终舞台的事了 有什么困难或是需要都可以告诉节目组 南向晚转头说舞台我自己可以搞定 说到困难 认真的问你们谁能帮我补课吗 画原五尴尬的笑笑 这 此时他带着摄像直播观众发来弹幕 这可是第五次公演后第一次见南向晚 大喊晚宝 我们想你啊 画原五提示着那你也多露脸拉拉票 南向晚一副请无打扰的模样 总导演也是很无奈 这南向晚一天没露脸 节目人气下滑一大几 哭得电话震动 是顾北怀 画原五郑重地走出宿舍接起电话 顾北怀严肃问着 三个导师一对一直播教学持续多久 怎么还有选手一直没出镜 清皱眉头想着自己从曼宗回来就一直在忙 昨天终于有时间看看直播 可是小狼仔一直没出镜 大阪专群也都炸了 担心南向晚是怎么了 画原五会抱着导师一对一教训 会持续到总决赛前一天 而有些选手不出镜 节目组没办法强制要求 顾北怀直截了当说在开一个直播间 我也去当导师给练习生们帮忙 画原五下的手机差点脱落 自己没听错吧 顾北怀柔柔头 你们给选手自由度过大 南向晚一天没上直播 数据下滑多少你不知道吗 我去给节目拉下人气 画原五心寸不已 您能来 节目必然要报啊 挂断了电话 顾北怀想着既然小狼仔不直播出镜 那就换自己过去见见他好了 群团选手都在营业拉票 晚宝却是躲在宿舍刷戏题 无奈节目组只能搬救兵 南向晚接到节目组通知 给自己找了一个补课老师 于是拿着席题卷指赶紧过来 刚走进教室就听到一个好听的男生 补课的资料都带齐了吗 南向晚很是惊讶 战友咋来了呢 直播弹幕立刻炸开 晚宝来了 天王金线直播间 顾北怀说 我来帮忙辅导快高考的你啊 先来一套模拟摸底 我给你批阅 板砖粉们表示自己也已经准备好卷子了 跟晚宝一起做题 学习是我快乐 南向晚也觉得节目组太好了 爽快的答应 行 信心满满 有人能帮助自己学习就好 管这人是谁呢 等到一套西题顾北怀批阅完 总结到前面的题型基本全对 不过后面的两道阅读理解题 全是零分 南向晚有些惊恐 怎么可能 顾北怀循序渐进问道 开头手段描写田野之前 先写蔚蓝天空 可以起到怎么样的作用 南向晚笃定说 告诉我们当下天气是晴天 适合春游 那第二段展现蔚蓝田野怎样的特点 肥沃的土地上 各种好吃的食物茂盛生长 可以干饭了 直播弹幕乐坏了粉丝 绝了 只能说和正确答案 没有一毛钱关系 顾北怀想了想 你前面的九十分基本没问题 作文我给你总结个套路模板 语重心长 阅读理解放弃吧 南向晚也不矫情 知道了 这里我们再看看 你整理好笔记 就可以休息一下 南向晚勤奋好学 感觉这老师真不错 娘曼宁无意听到工作人员说 这届练习生真幸福 顾天王又工匠当导师直播教学 现在南向晚的直播间热度都爆 娘曼宁赋黑响的顾天王来了吗 而且南向晚居然第一个过去 他在门口偷偷看着 什么 南向晚居然在直播间公然摸鱼 他吃着零食 顾北怀却是帮他做着什么 拿出手机 打算把这段放到网上 这样南向晚肯定会被顾北怀的粉丝围攻 而且 既然南向晚能蹭天王流量 自己也可以啊 顾天王看不见小狼仔抓心挠肝 只好来导师直播间现场教学 无奈审批阅读理解只能是零分 晚餐时间 南向晚落寞的拿着餐盘 总算可以吃晚饭了 回想自己饿得两眼冒惊心 顾占友才勘勘放过自己 刚刚自己差点就要被饿死 呼得葛东轩喊着南向晚 邀请他过来一起吃饭 给南向晚特意留了自己和朱沙之间的位置 朱沙看着满脸疲惫的南向晚 关心问道你今天都做什么了 怎么看起来好没精神 南向晚一边大快赌 一边说补课 做了一下午的题 众人正愣 后才反应过来 笑到高考吗 还好自己不用考试 而有心人拿出手机发现实时直播 已经把南向晚阅读理解零分的事 推上了热搜 葛东轩也拿出手机 惊奇发现顾天王来给你补课了呀 一旁选手还分析着 他好像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了 他给你补课 你肯定没问题 南向晚听着大家的八卦 想想顾占友的脑子确实挺好使的 呼得苗曼宁凑上来拿出手机 一脸疑惑的问 这怎么有好多人都在指责南向晚啊 大家齐齐看了过来 分析着 这人怎么写顾北怀埋头写东西 南向晚在一旁摸鱼 而大家也发现 这视角明显是偷拍 评论区都是布北怀的粉丝 骂南向晚很过分 不尊重前辈 苗曼宁一直观察着南向晚的表情 故作关心南向晚 你也别太在意这些话 貌似担心不过你这样 可能会影响拉票 南向晚面无表情 回着无所谓 表示自己不需要拉票 这话完全震惊到苗曼宁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哪有人不希望自己快速出圈 而一旁的人 欢喜着南向晚的不卑不抗 不愧是南向晚 有生之年还能看到 天王给别人打工 这人还怪好的脸 苗曼宁越听越不对 大家好气 众人齐齐喊着自己要转发 蹭蹭热度 南向晚想起黄石老师说过 要在某博进行互动的 对着大家说 那我也给你们点点赞 苗曼宁此时的小号 不断发来消息 自己的博文被不断转发 心中愤恨 为什么大家不指责南向晚 狭隘的想着 难道是前七名抱团 排挤自己吗 看着自己的偷拍视频 自己这是变相 给南向晚增加流量了吗 同时又接到黎半嫣的信息 自从黎半嫣被淘汰后 公司将他和自己捆倒住到 而现在他还追着自己 问关于南向晚的事 为什么所有人都围着南向晚 他到底好在哪 苗曼宁已经控制不住 自己抽搐的嘴角 愤然起身 而敏锐的南向晚 用余光瞥向不太正常的苗曼宁 看着他转身离开 南向晚嗅到一丝阴谋的味道 总觉赛在即 茶女每时每刻都在想蹭热度 蹭不到南向晚 目光又盯上了顾天王 这边顾北怀还在导师直播间 给南向晚准备着做温模板 想着这些应用上 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 听到脚步声 顾北怀以为是南向晚 虽说道你先休息一会再做题 忽听到一个不熟悉的女生 老师好 我有最终舞台的问题 想跟您请教下 苗曼宁心想着 既然南向晚能蹭天王的流量 自己也能 哪怕就沾上一点点 也够自己冲出重围 必须把握住 而顾北怀想着 是节目组没说清楚吗 自己可不是真的来当导师的 因为数据下滑 自己是来拉人气 顺道给小狼仔补课的 眼神瞥了一眼苗曼宁 如果是像小狼仔那样的潜力行人 自己提携下也没问题 但是这种 自己可没有那时间 遂回绝 舞蹈问题去请教赵兰老师 歌曲问题去找钟灵飞老师 苗曼宁找着借口 我想请教男士舞蹈 顾北怀并未抬头 赵兰擅长街舞 男人大多跳的也是街舞 苗曼宁继续争取 我从没遇到过像您这样好的老师 请给我一次机会吧 不死心的说 况且您不是也知道男向晚了 顾北怀有些不耐烦 你的意思是赵兰老师不行 啪的一声拍而起 居高临下教训道 你想让我指导你 你有男向晚的业务能力和水平吗 不思进取 逼心想蹭热度罢了 你这叫不务正业 直播弹幕也七七骂着苗曼宁不要流 而后苗曼宁被工作人员架走 架走的同事还劝着 那男向晚是能力强 顾天王爱财才会处处谦让 不是顾天王脾气好 你又不是男向晚 愣头亲往上蹭 你想被粉丝骂死吗 被拉出来的苗曼宁 看着网上对自己的一片骂声 心想这同样是蹭热度 为什么男向晚就可以 不公平 呼得听到化妆大师莫妮卡的声音 躲起来偷听 原来是莫妮卡和男向晚 在沟通总决赛的造型和服装 决赛会要求全员在一个大的化妆间 所以服装和道具会提前送到仓库 角落里的苗曼宁听到此处 心中生出骇人的心思 男向晚你不是不在意那些热度吗 那自己就再送一点给你 自公演总有查你搞事情 装造完成服装被毁 晚宝灵威不乱抓背后飞手 后台大型化妆间 助导提示最终公演上场顺序 按排名从低到高一次表演 第一个选手苗曼宁可以去后场 此时男向晚的妆容已经打造完毕 莫妮卡十分满意 对男向晚的这次装造 异族的首领 精灵而银发披肩 牛角装饰更显王者霸气 和男向晚亲密说着 我让我徒弟给你去拿衣服了 一会我亲自给你换 那布料特殊 还没等说完 徒弟抱着一个箱子急促地跑进来 嘴里喊着不好了 老师 衣服糟了 男向晚随即起身 冷静点 怎么了 看着箱子里破破烂烂地演出服 莫妮卡也慌神 我的衣服 谁干的呀 节目组仓馆是吃干饭的吗 而摄像头也直播着这一幕 徒弟泪流满面 怎么办 没时间回工作室取备用的 男向晚镇定自若吩咐 我和莫妮卡想办法 你去找节目组调监控 此时苗曼宁却是笑嘻嘻走过来 静静头 我好感 我这有多余衣服和首饰 你要是来不及 我可以借牛 比赛我们一起加油 不经意中却是露出得意的神情 而男向晚也瞥了他一眼 发现他的首饰好像有些缺失 莫妮卡焦急说道 我先去找点应急的衣服吧 转身要走 却被男向晚一把拦住 不用 我有办法 将服装更贴合我的歌曲主题 随后神情冷冽打通成雪电话 安排着查几样东西 几位选手都表演结束 终于到了男向晚上场 台下表演完毕的苗曼宁想着 自己表演前在化妆间蹭镜头刷好感 刚刚舞台结束又极力拉票 自信满满觉得场外投票怎么也能进前期了 而且男向晚短时间内 肯定解决不了服装的问题 自己只要静静等着看 男向晚跌下神坛 出镜丑态 总决赛前晚宝私服被捕 背后黑手露马脚 晚宝并不着急已有对责 歌曲给Mortal Legend的声音响起 男向晚空灵的声音响彻现场 可是已经唱了15秒 舞台还是没有亮起 歌曲给人一种苍凉之感 台下的顾北怀感觉到男向晚似乎在隐忍些什么 而男向晚的沙哑独特的嗓音 似乎就在人的心肩滑动 缓缓流淌 顾得舞台灯光大亮 台下响起震龙发聩的声音 高呼男向晚 女王男向晚 舞台上男向晚身着破烂不堪的披风台甲 银色发尾也被染上了血色 脸颊上好似浴血奋战的凤凰喷波欲出 一族首领对天空声嘶力竭的呐喊 宣泄着自己给部族带来的胜利曙光 再次攥起了拳头 发起新征程的号角 台下一片欢呼 我的女王 男向晚 倒是赵兰忍不住站起为男向晚喝彩 而顾北怀却陷入沉思 他好似唱出了战壕之声 仿佛真的是浴血归来的女将军 可是心生奇怪 为什么会觉得他最后的手势 莫名的好熟悉 好像在号召他的所有将领士兵 我们战无不胜 一曲结束的男向晚有些清澈 他也没想到这首歌 能代表他结束了自己的过去 开启他的心声 顾北怀拿起话筒问道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为何你会选择这么一身破山蓝蕴 剑走偏锋充满沙场气息的装造 我记得你最终提交的舞台方案 是单纯的华丽风啊 男向晚沉声说 那是因为 只向台下坐着的苗曼宁 正是拜他的剪刀所赐 与武神战场浴血奋战 凤凰托腾喷波欲出 华丽披风恶意被唬 男向晚肃杀的眼神 看着台下的苗曼宁 苗曼宁惊慌失措 还不忘给自己辩解 这是诽谤 你有什么证据 台下一论声剑起 原来男向晚之前的演出服 不是这个破烂风啊 惊天大瓜 苗曼宁笃定这么短的时间 男向晚根本不可能找到证据 而且自己当天伪装的那么严实 他一定是炸自己 赵兰导师问男向晚 你能确定是 苗曼宁赛前破坏你的演出服吗 如果是真的 节目组一定会严惩以待的 顾北怀看着手机刚收到的信息 拿起话筒说道 节目组已经收到 男向晚方提供的证据 现在就可以核实 索性大家一起看吧 台上的男向晚露出信任的目光 微微汗手 就知道成雪效率很高 没想到顾战友也这么给力 指着大屏幕中出现的一个 一栋黑色物体 就是这个大黑垃圾袋 昨晚凌晨偷偷进仓库 剪坏了我的服装 可是台下一片虚余声 这也根本看不到脸和身形轮廓 居然用个垃圾袋 这个人果然很垃圾 男向晚拿出证据 可是这个坏人没想到自己会暴露 指了指垃圾袋人手腕上的手链 是蓝白宝石相见的 这是成东娱乐给苗曼宁接的通告产品 而且产品尚未上市 现场捡到了一枚镶嵌的白道士 男向晚笃定冷练 沙发果断地喊着苗曼宁 把你那缺失的手链给大家看看 苗曼宁立马捂住自己的手链 还在极力争辩 单凭一条手链就能确认一定是我吗 关着大垃圾袋的垃圾人 被男向晚现场指证 苗曼宁极力辩解漏洞百出 男向晚冷笑 你是忘了临上场前你说过的话 你说我的披风坏了 可是赛前你怎么知道我的服装是披风 你如果不承认自己说过 节目组的摄像可以帮你回忆 毕竟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眼神更加森冷 还有之前你用小号发我吃东西的视频 故意引黑粉事件发酵 这仗回头跟你一起散 苗曼宁心中大害 怎么会 他怎么什么都知道了 这不全完了吗 直播弹幕也是一篇骂声 劣迹一人 封杀封杀 男向晚不屑 你不是一直想蹭热度吗 我亲手送你一波大的呀 就听喷的一声 顾北怀排而起 请这位选手立马退赛 节目组会就你的恶劣行为发律失寒 给参赛选手和观众一个交代 苗曼宁又一次被拖走 男向晚如战胜的将军潇洒离场 还好男向晚自己化醒了一 想着苗曼宁几次三番的险恶行为 要不要趁机找城东娱乐赔偿 再把赔偿款转给男向晚 主持人再次登台 手中已经拿到后台的计票通知 激动人心的时刻 从第七位开始宣布成团人员 第七名周问下30万票 第六名邓思南35万票 第五名沙灵40万票 第四名云谦45万票 第三名葛东轩55万票 第二名朱砂80万票 第一名男向晚300万票 台下爆发雷鸣般的掌声和呐喊 最后一个表演 两分钟就掌握三百万票 不愧是新人王南向晚 面对粉丝的那儿 南向晚高举手臂 虽然这个和平世界没有战火连天 不需要自己征战沙场 可是自己依旧是那个有千万人追随 依旧可以统领的顶上之王 四位出道的南向晚震撼开口 我宣布 天命组合 正式成团 震臂一呼 大家好 我们是 七位成员七七高呼 天命组合 天命组合正式成团 完保四位出道 顶流系统狗子凑热闹 天命组合和分层问题达成一致 团风和组员们确认定的女王路线 所有人都在等结果 只有南向晚左右开弓 吃得不亦乐乎 葛东轩还笑盈盈劝着吃慢点 没人和你抢 听的一声小系统出现 好久不见 恭喜四位出道 南向晚也快把狗子给忘了 好长时间没来了 小系统发放奖励 完成任务奖励 颜值身材魅力属性给加一 十倍消费反现 限额十万 二十倍网购反现 限额两万 恭喜粉丝突破1500万 奖励十倍消费反现 限额十万 南向晚想着自己又可以消费买东西了 兴奋的和狗子鸡掌 夸赞狗子这次奖励不错 随后顶流系统发来南向晚最新的数值 颜值身材魅力天花板 技能专精都很哇塞 总资产1200万 小系统回赞 厉害的宿主 随后又盯的一声发来新任务 瞬间南向晚嘴里的饭就不香了 按骂就知道这狗东西不可能消停 任务为天命组合创作专辑主打歌 失败扣除分成利润的30% 就怕南向晚抓着他打 小系统迅速后退溜走 朱沙念着刚刚发出的组合第一个通告 两个月后要出新专辑 需要八首原创歌曲 预计三个月后在暑假期间开巡演 朱沙担忧的问南向晚 你没问题吧 南向晚比了一个OK的手势 吃完饭干劲十足 兴奋问着这八首歌要明天都写完吗 葛东轩连忙挥手 也没那么着急 南向晚想着到时候可以将卧爷也夹进去 就是不知道顾站有编的曲怎么样了 同团夜暖房饭 帝国女将军没吃过那滚烫的火锅 爹系男友顾北怀照顾的无微不至 葛东轩呼的站起举起小手 刚刚赵老师说我们接下来 要有个为期数月的团队生活计划 那我们一会就去新家吃暖房饭吧 吃火锅怎么样 大家一口同声答应太好了 只有沙灵神情不太对 沙灵起身说不好意思 经纪人夺命连还口 叫我立刻回公司 恰好被刚出来的赵天成听到 既然重月娱乐给你打电话就回去吧 别耽误你个人行程 南向晚却逐渐有了团队意识 记得早点回来 给你留饭哦 沙灵这时表情才缓和下来 那晚上别墅见 顾北怀为了多陪晚饱一回 主动安排祖局火锅暖房饭 也为劳大家这段时间辛苦了 大家兴奋居然有顾天王给团队安排 南向晚更是抑制不住 自己还从来没吃过火锅呢 不多时 和宿别墅内 热气腾腾红红火火的火锅就准备好了 拿着满桌的好吃的 南向晚只觉得顾湛友也太棒了 而这些食材都是顾北怀专门让人挑选的 就怕给晚饱吃坏肚子 大家好奇的偷看顾北怀 原本以为顾北怀会请专业团队来做饭 没想到他亲自操刀 而且他居然会做饭哦 他还说只是兴趣 这种男人是真实存在的吗 大家围坐在餐桌上 看着南向晚迟迟不下款 顾北怀关心问你喜欢吃哪个 南向晚有些低落 这火锅要怎么吃啊 纵人震惊 原来晚饱真的没吃过火锅呀 顾北怀猜测着他年龄最小 平时不是在训练就是在学习 而且说不定他是军区大院长大的 军区里可没有火锅吃 大家听着也觉有道理 顾北怀就像照顾小朋友 这火锅就是将你喜欢的菜放进去 熟了就可以吃了 拿起一盘肉 吃这个吗 还要别的吗 南向晚高兴的说吃 所有的自己都要吃 吃了几口南向晚表达真好吃 天天都想吃 顾北怀疼他腾出爹赶 小心别烫到 嘱咐着大家在网上要保持活跃度 但是不要暴露了别墅位置 要保护好自己 大家窃窃私语 这顾天王和传闻中的好像有些不一样了 吃完晚饭 大家齐齐和顾北怀告别 南向晚也喊着慢走啊 站一边 突然葛东轩卷着一张纸当话筒 对到南向晚的面前逼问道 从时照来 你和顾天王现在是不是在交往 南向晚一联盟 这 帝国将军穿越当咖位女王 四位出道会领帝艾希 心中指认那是生死之交的顾战友 在葛东轩的一再追问下 晚饭直直向后倒了下去 因为晚饭的生物中到点了 葛东轩还觉得晚饭是想用睡觉糊弄自己 可是无论怎么摇晃拉扯 晚饭一点苏醒的架势都没有 只有朱砂懂晚饭 他确实有秒睡的能力 晚饭困倦的微睁开眼睛 有人问顾天王他在比赛的时候 就特别关注你 还专门邀请你去慢踪 刚刚吃饭的时候 看你的眼神都拉丝 那氛围 晚饭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想着他们怎么会觉得自己和顾战友有什么 那可是一起战斗过的友谊 随连续回答了三个问题 没有 不是 不可能 朱砂是了解晚饭的 解围道既然南向晚说没有那就是没有 别八卦了 让他回去睡觉吧 众人听话的回道 好 队长 此时恰好沙灵进屋说道 我回来了 扶着晚饭的朱砂说这都凌晨一点了 你总算回来了 晚饭迷迷糊糊的还嘱咐着 给你留了菜和肉 快去吃 公司刘哥的电话 说着五点必须到指定的地点 这个广告单子大 不能迟到 沙灵类的声音都沙哑说现在已经凌晨一点了 而且今天下午已经 还没说完就被打断 你需要无条件服从公司安排的工作 这个广告拍完 还有两个通告 众人原本想陪着沙灵让他吃点饭的 可是就看他一直在接电话 邓思南劝道 你赶紧吃饭 其他的是吃完饭再说 沙灵无奈的双手撑着头 说自己都要疯了 钢城团 崇月就塞给自己一堆工作 拍写真 广告 直播 视频 恨不得拿我当机器人用 到现在一口水都没让我喝 说是趁着城团的镜头多活跃活跃 原本困意上头的玩饱此时深深皱起眉头 队员们你一言我一语问着 这才刚城团 不给你吃的也就算了 怎么大晚上还让你接这么多工作 给你多少钱 接了三个广告 分成大概到手五万 五万 我在的小公司没城团钱 我接的广告分成就有大几十万 更别说现在 最起码六位数起步 你这是被压榨了 什么黑公司啊 朱沙思考了下说 沙灵在的重月娱乐 怎么也算是圈内二线公司 按理说合同不该这么坑了 玩饱说沙灵 你需要帮忙的话 随时开口 沙灵不愿给大家添麻烦 起身说暂时没问题 我先去休息了 一会还得早起 南向晚看着强撑着的沙灵 心中有了思量 但吵闹也不影响玩饱 生物中道了 吃完就困 队员被压榨 女将军霸气护着自己人 三天后 晚饱正在备战高考数学体 门外传来沙灵略带请求的声音 让我休息半天不行吗 我都提前说了不太舒服 为什么一定要给我排这么满吗 晚饱快不出门 看到在楼道中哭泣的沙灵 沙灵说刘哥 我是人 我需要休息 连续几天 我每天都睡不过三个小时 晚饱一把夺过手机 听到对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给你安排的赛可西永一广告 你必须接 给你半个小时过来 不然我就直接上门找你 沙灵眼中含泪望着晚饱 晚饱用上位者不容置疑的声音说 让人休息 听不懂人话吗 对方毫不客气 你他妈谁啊 晚饱教训到重月 如果已经穷到盯着沙灵一个人压榨 那也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 对方听出了晚饱的声音问 你是男相晚 随后又硬气的说 沙灵 你翅膀硬了 想违反合同吗 你给我等 晚饱直接挂断电话 将手机还给沙灵 问到这次具体什么情况 沙灵说是公司让我去拍 那个赛可西的泳衣广告 我实在不想接 太暴露了 而且我说我以前溺水过 很怕水 经纪公司不管不顾 还让我去游泳馆 南向晚白白手说 等我十分钟 打电话给国际知名造型师金大帅 询问这个泳衣品牌 金大帅直接否定这是什么垃圾 名字都充满暗示让人恶心 晚饱想要些这个品牌的黑料 金大帅本就很欣赏晚饱 愿意帮忙 说自己联系下圈里的人 五分钟搞定给他发过来 接着晚饱拨打了程雪的电话 问崇月的是调查怎么样了 五分钟后会给他一些 赛可西泳衣品牌的黑料 和崇月一起全网曝光 随后又问了句贵吗 程雪说买热搜会贵点 品牌方发现后 大概率会找人撤热搜 我们可以从中抽力 若对方不撤 小体量的公司扛不住压力瓦解 资本入场后分割蛋糕 我们依旧不亏 晚饱听后立刻吩咐 行 马上曝光他们 晚饱揉了揉自己的肩膀 想着自己虽然对很多东西一致半解 但是不妨碍自己找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事 沙灵有些忐忑 南向晚 你这么帮我 那边会找你麻烦的 而且他们肯定会拿合同做文章 晚饱笑笑 说着没事 自信而笃定的说 我可不会让自己吃亏 沙灵 你就等着之后和华晚签约吧 被国第一女将军穿越现代 当咖位女王 霸气护着自己人还不忘不吃亏 对着沙灵说 你就等着之后和华晚签合同吧 沙灵感谢着南向晚 可是不懂为什么他那么笃定一定可以 就听外面传来喊叫声 沙灵 你给我出来 现在去拍广告还来得及 沙灵惊慌失措 刘哥怎么来这么快 晚饱同时也接到短信 所有信息已同步到网上 晚饱收起手机向外走 说着别怕 出去看看 奇怪着这个人怎么进来的 沙灵猜测肯定是打点好保安了 说自己是一人团队的 之前就经常这么干 出门就看到那个刘经济遗址气势 大骂沙灵翅膀硬了耍大牌 是不是想违反合同付违约金了 还让沙灵想想这几年 自己让沙灵挣了钱 才可以养活他全家 沙灵不听还好一听更是气愤 回对着你们心自问你们的黑心合同 压榨了我多少钱 我当牛做马挣的钱 差点都不够交我妈的治疗费 而那个刘哥还在强词夺理 那是你自己工作不认真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个价呀 晚饱听不进去 直接挡在沙灵面前 轻蔑问到你经纪人揪着水平 自己猜 拉不到好工作还怪你 沙灵配合点点头 对 他一直是这样 刘经纪人大怒 自己是被两个花瓶看不起了 就想上前拉沙灵 你再这么固执 我就不再给你好的资源了 呼得一个秃头油腻男出现 喊了生小刘 有话好好说吗 八字眉三角眼一看全是坏心眼 说你看沙灵年纪小 但是懂事啊 这把四位出道的南向晚都 拉出来和我们见面了 南向晚冰冷的眼神扫射着这个油腻男 油腻的样子就让人想吐 他就是赛可惜的老板 内心误会的想着 如果沙灵拍了这个广告 其他成员也能拍 他们个个都这么漂亮 肯定都有大用处 自己还能好好玩安 伸出那贼兮兮的大胖手 就要去拉晚宝的手 八字眉三角眼一看全是坏心眼 赛可惜游腻男出现 妄想伸出闲珠手拉晚宝 说着赛可惜期待和天命女团的合作 互利互惠增加曝光度 把两位都请上车吧 我们去游泳馆拍摄了 刘经济打着电话向后边一招手 两个标形大汉直接冲向沙灵和晚宝 沙灵被吓得高呼 你们想绑架吗 我要报警 晚宝冷笑 就凭他们 一把抓住游泳男的后衣领 用了十分真意的力气一抬手 游泳男直奔泳池 刘经济惊慌指向晚宝 命令着先把他制服了 两个大汉将魔爪伸向晚宝 晚宝利落的一个扫堂腿 左右开弓放倒了两个 刘经济被吓得直接瘫坐在地上 看着步步紧逼的南向晚 磕磕巴巴的问你打人 你就不怕他防吗 晚宝一把扯过他的衣领 夺过他的手机 义正言辞说着 我这叫正当防卫 一扬手 把他也扔进了泳池 刘经济在水中不断扑腾 高喊着救命 晚宝瞥了他一眼 这个歹人自己也不会水 还逼着沙灵 活该多喝些水 此时刚刚夺过来的手机传来声音 赶紧滚回来 那黑料铺天盖地 官方督察都来了 城东娱乐上面也出面了 沙灵也赶过来拿着手机说 南向晚你快看 崇岳和赛可西那些 侵犯压榨员工 阴阳合同 使用毒材料报上热搜了 股价暴跌 官方都介入了 南向晚只说先报警 把泳池那些垃圾清理走 想着自己也没安排 承雪通知官方啊 呼的手机来电 是顾北怀 关心问着沙灵那边的 是处理好了吗 说自己顺带联系了下熟人 官方介入处理的也正规斜 晚宝感谢不愧是战友 想得真周到 顾北怀神秘的说 自己有个很重要的东西 要给晚宝 让他尽快回夏季公馆 将军和影帝联手 完美处理女团成员的纠纷 丰满的感情满满的 就要溢出来 顾北怀强东发小 秘密被发现 接到战友电话 晚宝第一时间回到季公馆 可是到了楼下 怎么也联系不上顾北怀 因为电梯一踢一户 没办法只能走 另外一条路去战友家 毫无疑问好顺利 从厨房传了出来 走进客厅 晚宝被眼前的场景惊叨 这是什么造型 顾北怀强东 正要赶走发小好友谢仇 而谢仇觉得 顾北怀有什么事瞒着他 想进他的家 好好查一查 呼的就看到 有个人从阳台跳了进来 定睛一看居然是晚宝 兴奋的蹦起 他可是刚刚的板砖粉 热情喊着晚宝 手舞足蹈的介绍自己 说自己是他的粉丝 好爱好爱他 结果后博领子 直接被顾北怀拎走 顾北怀和晚宝道歉 本想处理好他再去接你的 谢仇看出顾北怀 一脸不爽的表情 而且处理自己是什么意思 晚宝认真的问你说 要给我什么东西 此时肚子不争气的 呼呼叫了起来 摸了摸肚子 委屈巴巴的说战友 我饿了 我想吃你做的饭 谢仇没有眼色的叉子 他哪会做饭了 他要是会做饭 我把太阳给你摘下来 他要继续说 却被顾北怀一把拖走 拉着他去厨房打下手 片刻 三人展开了空盘计划 晚宝满足的夸赞 这饭菜真的好好吃 谢仇不乐意了 自己从小就认识顾北怀 从来就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 竟然成了大厨的水平 而且刚刚发现 墙上居然挂着晚宝自己的纸 因为之前在直播时 见过晚宝自己 以往那冷落冰霜的影帝 热情的妨碍他和晚宝合影 还特意支开晚宝去做套高考题 种种表现说明他真的不对劲 顾北怀此时很正式的嘱咐着谢仇 南向晚还小 自己暂时还不打算跟他表白 也不希望他被这些影响到 让发小谢仇管好自己的大嘴巴 想到晚宝现在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自己真的担心谢仇嘴快说出去 最好的方式就是温水煮青蛙 自己慢慢渗透他的生活 一直陪在他的身边 总有他长大懂得的那天 这今天大雷震惊的谢仇不要不要的 怒指顾北怀 我不同意 我要代表板砖大军监视你 你以为你是天王你了不起吗 内心疼我吗 你如果敢诱拐我们晚宝 我就跟你拼命 顾北怀冷静地问那他成年后 我以你发小的身份追我喜欢的女孩了 谢仇平静想想是 晚宝早晚会谈恋爱点 如果是顾北怀 那是个不错的选择 忽得感觉自己好像被顾北怀套路了 一个小时后晚宝出来 说自己刷完一套题了 问到怎么就你自己了 他说他有事先走了 顾北怀可不会说他是被自己赶走了 随后神秘地说 来这边吧 我也编曲完成了 我想马上谈给你听 晚宝听到自己作词的曲子新鲜出路 兴奋的一屁股坐到钢琴前 顾北怀在晚宝身后温柔地将钢琴盖打开 嘱咐着小心 坐下后偷瞄全神贯注的晚宝 想着刚刚的姿势有些暧昧 不过好像只是自己想播了 一曲结束 晚宝兴高采烈说 这就是自己想要的感觉 太好听了 呼得接到赵天成的群信息 通知三天后天命女团的团宗开拍 还有具体的行程 顾北怀满脸宠密眼神拉斯 晚宝越来越专业 也越发专注事业 自己也要尽量压抑那些心思 不过 依次参与团宗 遇到个不长眼的党通道 晚宝可不会惯着 帮助警察叔叔维持秩序 清晨南向晚在前面急速前行 后面的助理摄像紧追快跑 喊着南总 等等我们啊 助理气喘叙叙叙说 专车已经在等我们了 您不用这么着急 南向晚想着这几天 一直没回合租别墅 本来就没有和成员们一起出发 第一次团宗 绝不能迟到 可是出击口门前被堵得严严实实 还有粉丝的那喊声 何宋哥哥 我爱你啊 南向晚听着其他众人议论 这明星街机 为什么要堵住一般出口 太不像话了 我开会要迟到了 而这边重月娱乐旗下一人 樊何宋 正享受着粉丝的追捧 和众人的围观 迟迟不离开出击口 南向晚问着总算追上来的助理 他谁啊 为什么一动不动 助理给晚宝解惑 樊何宋是沙琳在重月娱乐的师兄 前几年挺火的 不过最近两年没啥作品 猜测着估计是为了 让粉丝给他拍点美照 制造点热度 随后就听那边传来争吵声 接到报警的警察 拿着喇叭来维持秩序 并推散着樊何宋赶紧离开 樊何宋却慢吞吞挪动 等着粉丝出头 粉丝开始表达 对警察动作的不满 控诉着不要推和宋哥哥 警察怎么能动手打人 助理一旁劝着男总 我们从旁边走吧 可是晚宝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 摄像老师一惊 我去 南向晚你干什么 赶紧躲开 晚宝神情肃穆地叫一道 好狗不挡道 你不知道吗 你不走 后面还一堆人呢 随后拍了拍手 众人议论好撒的小姐姐 这女人是飞进去的吗 樊何宋也没反应过来 刚刚自己的粉丝都把自己围起来了 怎么这会儿自己就被扔出来了呢 晚宝对撸猫这件事 好似有什么误会 行云流水承挚挡路狗 随后两边的粉丝互骂起来 南向晚你刚出道就欺负前辈是吧 还敢骂何宋是狗 保护我方晚宝 闭嘴吧 要不是晚宝不喜欢粉丝公共场合宣闹 我刚刚就喷死你们 就听南向晚拿着警察的大喇叭喊着安静 全体板砖 感谢你们爱我 我也很爱你们 指了指房和宋 但是不要学某些人影响公共秩序 摄像老师直接直播了出去 南向晚军事化管理粉丝 再次收获大批板砖粉 南向晚再次发号施令 保持安静 大家有序的离开这里 粉丝更是听话的答应 收到 随后把大喇叭还给警察 说自己先走了 要迟到了 警察感谢晚宝的帮忙 转头对樊和宋说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樊和宋嘴上说着会配合 却毫无歉意 心中已经有了计谋 一定趁着天命女团都在这 好好为自己造势 夜晚晚宝和团员们吃完晚饭 发现了一家猫咖店 最多跑进来撸猫 只有晚宝在一旁盯着看 猪杀一边撸猫一边好奇问 你是猫猫过敏吗 你已经站在那十多分钟了 晚宝说不过敏 自己只是在观察 恰巧一只黑猫悠闲的路过 呼的一下被被人拎起 惊得猫炸猫喵了一声 晚宝和黑猫对视 真可爱 想一屁股做死他 朱砂满脑袋问号 你就是这么喜欢他的了 直播弹幕也炸开了 笑话着晚宝别人是抱着猫 他是产猫 呼的就听猫店老板娘说 自己一定会交房租的 求房东再宽限几天 而且最近附近出现的变态 杀猫犯还没被抓到 南向王恍神 黑猫趁机逃走 晚宝转头关心老板你的店怎么了 女老板不好意思的说 房东想涨房租借机赶我走 这家店我也确实快撑不下去了 自己倒是可以回老家呀 看了看店里的流浪猫 可是他们可能就又没有弃身之所 或是被坏人 晚宝眼神明重 小系统盯得一声呼的出现 真的好可怜 身为同类我感同身受 晚宝不留情练 你不是狗子吗 你出来干什么 小系统眨眼当然是发布任务 随即可选拯救猫咖 达成任务奖励万表一枚 提示这是支线任务 可接可不接 晚宝赌定接啊 不接这店不就没了吗 安慰着老板你别担心 指了指自己的女团成员们 赌定的说 我们来帮你 晚宝独特的撸猫方式 拯救猫咖女团在行动 天命少女凌空出世 葛东轩甜美主持 宝子们 第一届天命女团团内唱歌 PK直播火热进行中 支持哪位可以给哪位投票 朱砂是猫咖店铺一号链接的公益周边 支持邓思南可以选二号 面对黑粉质疑他们收钱办事 葛东轩手抱猫猫 我们才没有 我们是路见不平 鼓刀热肠 猫猫配合的也喵了一声 片刻后 猫咖店老板感谢着 真的感谢你们 我直播店里的公益商品都卖爆了 还有猫粮的品牌方PR私信想援助我们 你们用我的号直播 真是帮我解了燃眉之急 太感谢你们了 晚宝笑笑 我们都很喜欢这些猫猫呢 转头认真的拿着笔 刷刷在纸上写着 心中构思专辑里下一首新歌 看着猫咪们各种各样超可爱姿态 晚宝的目光不自觉的变得柔和 葛东轩来喊专注的晚宝说道你们 朱砂也好奇问道 你刚刚在写什么呀 晚宝拿起吉他后坐下 随后轻哼出一段优美的旋律 弹幕立马发来惊叹 好好听好温暖 好适合雨天 这旋律真的是惊为天人啊 晚宝神色温暖 音调柔美 女团其他成员也发出惊叹 这么短的时间 她就创造了一首这么好听的歌 弹幕直呼天命少女啊 异曲结束 大家还都沉浸在温柔的歌声中 余音绕梁 女团成员们都想给她投票啊 叮的一声 小系统出现 恭喜宿主完成拯救猫咖 获得价值78万万表一枚 之后会送货上门哦 这边的顾北怀也关注到晚宝的直播 这歌确实好听 都有些期待成品啊 截图了晚宝好多美照 原来她这么喜欢小猫 心中已经想好要送她什么礼物了 司机问老板 川西开完会您的行程如何安排 直接回公司吗 顾北怀嘴角微扬 不 再多待几天 天命女团第一次直播首秀 工艺拯救猫咖店 晚宝再次创造新曲温暖柔美 接下来的几天 天命女团来到川西著名的熊猫馆 吃了网红美食超辣火锅 还去了吓得嗷嗷叫 都躲在晚宝身后的密室逃脱 古街路边的早晨 吃得晚宝心满意足 大家都知道一定要让晚宝吃饱再出发 呼的就听一句南向晚 好巧啊 是那个讨人宴的合奏 自认为展示了一个阳光笑容 说我们也在这拍摄 没想到在这能遇到你们 凑近晚宝 伸手还要套近虎 晚宝看见这人就恶心 享受美食的心情都没了 闪身躲开他的脏手问到你谁啊 弹幕形成两个阵营 一边骂着凡和宋这种不要脸的行为 一边说和宋哥哥只是热情 对着天命女团的直播镜头开始自我介绍 板砖粉开骂 别蹭啊 都蹭出火星子了 还要伸手和师妹沙灵打招呼 南向晚直接用餐盒挡住 说麻烦结果 扔个垃圾 樊和宋贴脸上去 说喊我师兄就行 晚宝就像没听到 说好的 樊老师 沙灵和大家吐槽 这个樊和宋就是个猥琐男 在公司时就喜欢以前辈身份骚扰后辈 前不久还想和我吵CP 但我没答应 大家都劝沙灵别怕 朱砂此事喊着大家可以上车出发了 晚宝向着保姆车走去 樊和宋填不支持说 我们节目组的人起得比较晚 我现在正好没事 和你们一起啊 可是节目组的人说车满了 没做了 回见 接着关上车门迅速开走 樊和宋却像是不在意 没关系 我做另一辆 心想 不让我蹭吗 我偏蹭 我得借机再红一把 片刻后 天命节目组直接将樊和宋 送回了他的酒店 樊和宋满脸凝沉问 我们不是去天命下一个拍摄地吗 原来他们不是跟丢车 是故意送自己回来的 节目组笑笑 您还是多休息休息吧 不得不说樊和宋心里很强大 想着不着急 只要节目结束前拿到热度就行 心中暗骂 一群卑微的兔崽子 就等着给我这前辈当垫脚石吧 半红不火的十八线小明星 各种围追堵截女团蹭流量 拉着女艺人就想吵CP 往后连续两天 樊和宋阴魂不散 这好巧刻意的连傻子都知道他的目的 貌似偶遇 总要对着天命直播镜头要画面 真人CSGD 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彩蛋枪比水弹枪的威力大 地雷驱埋的也是感应式的彩蛋 工作人员提示 一定要套上防护服 大家都感觉好像穿了防弹衣在里面 只有晚宝拿了步枪 好似拿到了心爱之物 怀念起自己之前的日子 好的武器都是有生命的 轻轻抚摸着步枪的每个零件 虽说是游戏 但是自己一定会认真对待 呼得听一个讨厌的声音 好巧 又是那个讨厌鬼凡和宋 弹幕都看不下去 真是荒唐 十八辈子的巧遇都让你用上了 凡和宋和演员画音刚完成侧把 一副和玩宝很熟悉的模样 说要不要逼逼看 我是老玩家 但是可不会放水的 妹妹们可别说哥哥欺负你们 双手又要去搭沙灵 沙灵眉眼看着猥琐的师兄 迅速跑开 凡和宋转头对着云谦 这枪太重根本不适合你 云谦嫌弃多远 凡和宋不顾羞耻朝向葛东轩 亲切换着东轩啊 你要不要谢谢啊 反正你的上把率那么低 看着葛东轩假装听不到 转身伸手就要去搭 猪砂架枪的手 猪砂 你手肘的姿势不太对 弹幕的粉丝大骂 我都要吐了 别来贴我家小姐姐 这和宋又来拉女艺人 炒CP发烫 想当唐宋八大家呀 就当他要碰到 猪砂的胳膊肿时 一杆枪的枪头 拨开了他的手 随后将他逼得不顾后退 是晚宝 他冷冷地说凡老师 我们动作不标准 会问教练员的 帅气地举起枪 单手插腰教训道 你不懂专业的事 交给专业的人吗 男人自大又狂妄 看不起女团成员的命中率 被麻雀杀手 晚宝分分钟打脸 晚宝教训凡和宋 不用他上手 女团成员们都点头称事 和宋一副自己太心急神情 因为多年爱好枪写 看到新人错处 总会忍不住帮忙纠正 一旁的话音都看不下去了 喊了声和宋 回我们自己场地去 可是和宋装着一点没听见 还兴致勃勃问 南向晚 你是把成绩如何 很厉害吧 这边的话员五 拉着和宋节目的导演 怒气上游 我们这团宗拒绝无数合作 凡和宋倒是很会巧遇 蹭千万流量啊 和宋节目的导演战战兢兢 他也想要点脸 说自己劝过他了 但是他不听啊 让滑倒消消气 稍后会补偿给他们的节目组的 话员五警告 如果你的嘉宾你管不了 之后出事了 你也别管 晚宝没理会凡和宋 转身就对准人形吧 凡和宋看他上来就单手 翻着白眼 小女生就是爱逞强 等着一会的后座力让他出丑 管保此时眼神灵力 直击把心 随后秒速上堂 女团们兴奋高呼阿婉 娶我娶我 教练员却是喊了句拖把 再次拖把 朱砂让大家自己练习 不要打扰阿婉啊 一旁的和宋开始喋喋不休 多问问多看看会的人怎么玩 比自己瞎琢磨有用 呼的教练员说等一下 你是打中了更远处飞行的麻雀啊 凡和宋顿时僵住 自己刚刚说的话没直播出去吧 教练员都傻了 问到你之前是不是练过呀 相当于一栋靶子命中率百分百呀 你这女娃怕不是特种兵吧 弹幕里全是耻笑凡和宋的 一个上把率30%的人 还要交命中率百分百的丸宝 上把率35%的朱砂 真是不自量力 接着丸宝转身走掉 半点不想看这碍眼的东西 凡和宋挣扎着 等一下 我有个想法 丸宝瞥了他一眼 不如我们两个节目组两队 五对五对战比赛怎么样 输了的一方 要完成赢家的一个心愿 继续诱惑着 就当给粉丝福利了 不是无刻想蹭流量的18线男星 为了和女团成员同况 填补之耻提议比赛 化缘舞怒气上前 我们节目组可没这安排 心想着凡和宋得寸进尺 想让女团给他当垫脚石 没死他 南向晚伸手拦住要上前的化缘舞 爽快的答应一声 行 我们接受挑战 心中却是高兴不已 终于有机会暴揍他了 挑战开始 无人机高空拍摄 冰柜神速 晚宝带着女团 找到最好的藏身地点 弹幕粉丝发出 如果树叶不动 还以为自己网卡了 质疑樊和宋你在干嘛 不是他挑衅吗 说完就水辣 真辣 几个女团成员小声嘀咕 樊和宋真的好讨厌 蹭热度还拉踩我们 无人机拍着呢 嘘 阿婉让我们听声变味呢 可是我们什么也听不到啊 晚宝眼神一瞥 有脚步声 但是很轻 晚宝准备好狙击 那是踩断树枝的声音 前方有一个人走得很快 轻浮还没有任何隐藏的意思 是樊和宋 一脸的自信满满 瞧不起女团五个人 说着我们肯定比她们先到 到时候来个伏击 一举拿下 同队的华英却很谨慎 看着樊和宋小人得志的模样 提示着我觉得你应该放轻脚步 樊和宋根本没听进去 自己故意建议玩这个 就是为了和天命女团同化 蹭流量的同事还要给她们点颜色 谁让她们一直对自己不理不睬 自信举枪 毕竟子弹无眼 枪炮无情 得意志满的神情还没收敛 砰的一声 小腿就中了一枪 虽然是燃料子弹 但是冲击力也不小 竟然被偷袭了 自己张罗的游戏 还没大显身手呢 对着无人机喊着 打中小腿不算淘汰吧 心中暗骂这群女的也太阴险了 痛死老子了 花英迅速隐藏 樊和宋不顾羞耻的说 你们不回复我就当默认了 定个规则吧 中三枪算淘汰 葛东轩气急想战棋理论 他怎么耍无赖 自大又猜又小蹭流量 刚上场就被一枪击毙 耍无赖边玩边定规则 影帝无意救了他一命 环保安抚着葛东轩 小声说着 他就是想让我们暴露 环保继续瞄准这个不要脸的渣满 术不奉陪 砰砰砰三枪 第一枪打在樊和宋另一条小腿上 和宋一脸不可置信 环保和队友庆祝击掌 节目组继续说立刻将他代理游戏地带 避免再次被其他玩家误伤 队友夸奖 阿婉你也太帅了 弹幕也盛赞环保太准了 大骂凡和宋菜就多练练 耍赖还被三枪干翻 现在一打一个不支声 对决结束 华英毫不吝啬夸赞 对着环保说你们都很厉害 尤其是你 问到你以前真没练过枪吗 环保回道 没练过 您也很厉害啊 女团成员也真心夸赞 华英老师您太谦虚了 我们这一身的颜料 基本都是您打中的 也夸赞着环保 阿婉 你打中华英老师那一枪的同时 还打中了另一个人呢 我都看傻了 简直就是神枪手 砰砰砰声都打在我的心肩上了 一旁还在处理轰动伤口的樊和宋 内心都要回死了 原本是想和人气最旺的环保炒个CP 最好能假戏真做 未成年 肯定上热搜 眼神狠辣一撇 樊和宋立马上前 展开双臂热情的说 聊得这么热闹 带我一个呗 刚刚我没认真打 而且我们队缺上把率高的 我们加上教练员再来一场吧 那只不安分得手 马上就要碰到丸保了 丸保心中大骂 找死 已经准备好折断他的手腕 可是没等他动手 樊和宋的胳膊就被人狠狠捏住 樊和宋大呼好疼 来人问 缺人吗 是顾北怀 贴近樊和宋 语气不容置疑 那我来补空缺 松开禁锢住樊和宋的手 樊和宋被吓得连连后退 磕磕巴巴喊着顾 顾老师 你怎么来了 自己都他妈要疼死了 这影帝手禁怎么这么大呀 顾北怀原本不想打扰 完保的团队生活 可是没想到这个渣男 天天缠着他们 灵魂不散 甜不知识 没办法只能过来 给他来上一枪 一把将教官手中的步枪 拿到自己手里 想着好友小球子 看到直播也很气愤 已经开始着手 准备以某人愉悦行为为例 送人头的 您玩着也不尽兴啊 顾北怀完全不理 只对着顽宝问 可以带我一个吗 顽宝喜笑颜开 战友 你怎么来了 顾北怀只说自己碰巧路过 弹幕已经开始磕糖 真甜 一旁完全被无视的樊和宋 看着他们融洽的氛围 丧失最基本的表情管理 女团成员因为顽宝也和影帝熟视 欢迎顾北怀加入红队 让顽宝和顾影帝尽情发挥 不用管他们几个 这边游戏开始 顾北怀和顽宝并肩作战 摒弃凝神 蓝队因为有了教练员的加入 躲藏技术很强 他俩还未找到他们的蹲点 事业也有些受限 顽宝自信巧声说 我有办法 顾北怀还没开口问 顽宝刷的一下子就消失了 顾北怀目瞪口呆 这顽宝是窜天猴吗 刷刷刷三下就窜到高高的树叉上 眼界一下子就开阔了 看到樊和宋紧张兮兮的躲在老远 随后在树上对着顾北怀比比画画 手舞足蹈 画外旁白 西北方向和正东方向五米处有两个人 最远的樊和宋超过射程三十米 贪生怕死 啥也不是 顾北怀认真地看着顽宝每一个手势 此时顽宝才想起 自己上来前并为何战友对暗号啊 他应该看不懂吧 就听砰砰两声 节目组宣布蓝队两名队员淘汰 淘汰人员还疑惑自己怎么被发现呢 顾北怀自豪地对顽宝点了一个赞 夸他信息准确 顽宝也异常兴奋 战友就是战友 他真的懂 两人再次合作 是战场上能把自己身后交给对方的真战友 顾帝和窜天猴顽宝默契十足 心中升起一首属于他们的歌 渣男捏软柿子 顽宝送他一个大暴力 凡和宋被吓得瑟瑟发抖 这基地教练水平这么差吗 刚开始就被淘汰了 躲在粗壮的树干后一动不敢动 按骂顾北怀有病啊 和南向晚一起针对自己 自己只是想蹭热度而已 如果自己不想挨打 只能躲到时间结束了 可是身后呼的传来呜呜一声 自己这是被发现了吗 拿起步枪开始对声音的地方嗓射 顽宝一跃而起 英姿萨爽 四空狙击 气势逼人 听到声音的凡和宋再回头 凡和宋的枪口对准他的脑袋 砰的一声 直击他的眉心 凡和宋哎呀 应声倒地 滴滴滴的声音响起 砰的一声 凡和宋触发地雷原地爆炸 弹幕热烈鼓掌 这配合绝了 碗宝笑笑对凡和宋说 你猜猜 我们为什么不先淘汰你 凡和宋难以置信 你们是故意把我引到地雷区的吗 碗宝和顾北怀此时就想 心力无见默契十足的挚友 顾北怀偷偷偷看着碗宝 想起他刚刚制空狙击的萨爽英姿 在夜色下都会光彩夺目 心中呼得有一段旋律和歌词 晚风怀雨 北向思 南乔木 晚怀他夜夜 大家欢声笑语 比赛结束 红队5比0完胜 晚宝和顾北怀鸡拳合作愉快 身上挂踩的凡和宋脏累累的起身 心中憋气 无处发泄 眼神阴毒 看到一旁走来的问下 凡和宋装着和善的模样问 你是哪个公司的来的 问下没防备回复他一品娱乐 凡和宋一脸比 是吗 都没听过的小公司啊 凡和宋举起步枪 瞄准问下的手腕一枪打了过去 问下呀的一声 疼得跪倒在地 教练一把夺走凡和宋手中的步枪 质问道你在干什么 而凡和宋在开枪前就观察到 刚刚无人机不在这边 自己治不了那两位大咖 还治不了这种小虾米 问下吃痛 揉着手腕 想着这回无人机飞了过来 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 可是女团成员纷纷围攻声讨凡和宋 比赛都结束了 你为什么还要对问下开枪 你怎么这么卑鄙无耻 凡和宋还奋力反驳 你们不要造谣 我可没有 呼得砰的一声 无人机被一枪击落 凡和宋一惊 什么 他的胸口被突如其来的一脚踢飞 狠狠撞在一棵大树上 没等他缓过神来 带风的一拳直击他的面门 重重砸在凡和宋耳边的大树上 晚宝神情簇目 眼神冷立赫人 冰冷的声音教训道 再感动我的队友一下 你试试 晚宝碰的一拳 又狠狠砸在他靠着的大树上 粗壮的大树都有些离了歪血 凡和宋直接被吓晕了过去 无人机缓缓生气 再次开始录制 直播间炸锅 纷纷猜测刚刚黑屏发生了什么 晚宝还嘱咐一句 别忘了书家还要满足赢家一个条件 夜晚 话缘5和团队道歉 是节目组没安排好 不小心让人渣混入 决定最后一天不拍摄 让大家好好放松 而且表示公司一定会好好找凡和宋算账 这边女团成员发现 有人已经将凡和宋的所作所为做成 反面教材来提示广大女性怎么提升防范意识 热度好高啊 晚宝原创歌曲新鲜出炉 小系统奖励出人意料 惨兮兮的渣男眼睛放绿光 晚宝拉住顾北怀 约着团宗结束一起回季公馆 顾北怀感受着晚宝的主动 觉得好开心 猜测着难道他对自己也有好感吗 顾北怀宠意笑着答应 晚宝兴奋不已 想着自己冲刺高考 就靠这个战友了 等高考结束 自己一定好好和南北娱乐合作 帮这个战友赚更多的钱 呼得天空兮兮兮兮下起小雨 队友喊着 快走啊 阿婉 下雨啦 晚宝脑海灵光咋现 Raincat 自己有了新想法 顾北怀看着呆愣住的晚宝 问到怎么了 晚宝却突得拉起顾北怀的手 在雨中欢快地奔跑起来 顾北怀感觉心都漏跳了一拍 他这是怎么了 民宿的客厅 队友们回来的时候 顾北怀正端着水杯 而晚宝在一旁奋笔集书 不知道在写着什么 顾北怀嘴角上扬 解释他回来就一直在写歌 在晚宝身旁静静地坐着 片刻 晚宝自带BGM Raincat完整版 完成 此曲编都是他的原创新鲜出炉 晚宝拿起吉他 边弹边清唱 清片小巷雨中港 冷冷砖瓦石天方 我阴雨遇见猫 你我在冥长 声音柔美 音调欢快愉悦 晚宝沉静其中演奏着 听在顾北怀的耳中 小幸福小缺幸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队友们听得兴奋不已 大赞太棒了 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快点录这首歌了 顾北怀递给晚宝一杯牛奶 也夸赞着这歌太温柔 已经零点了 喝完赶紧睡吧 晚宝接过热牛奶 确实又困又渴 说声谢谢 猛喝了一口 叮的一声 小系统出现 宿主 这首主打歌太完美了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高考模拟卷30套 晚宝一口老血吐了出来 疯狂挣扎 这算哪门子奖励啊 你这条疯狗 可是刚挣扎完就沉沉睡去 看待了队友和顾北怀 前三秒还温柔 后三秒怎么就突然骂起人了呢 现在是睡着了 这边的医院 樊和宋大吼着 老子被一脚踹吐血了 怎么会是无伤证明 质问医生 而且为什么这个鉴定报告 节目组有 南北和华碗都有啊 医生解释 医院只是按规章制度办事的 其他的他一概不知 接着转身离开 樊和宋不断地刷新网上信息 他发的卖惨和追责天命女团 却被20多万人骂 自己被当成反面教材 提升女性防范意识 节目组向他追责造成的负面新闻 不仅如此 还接到华碗和南北给的律师函 都是男向晚的错 不然自己怎么会这么惨 眼神阴毒 自己可不会就这么算了 一定要把天命女团拉下水 随后脚步声传来 是成东娱乐金牌经纪人云少 难道 他是来解约的吗 大难查你开始联手合作的事情 天命女团录制一场顺利 却暗藏杀机 樊和宋以为云少是公司派来和他解约的 心中忐忑不安 云少说之前成东把你合约要过来 就是看你粉丝多 翻红几率大 没想到 你招黑能力也挺强 四个商单被退 三个综艺通关吹了 两张律师函 你真算得奇葩 随后又说别紧张 我带来个人 是苗曼宁 给你俩一个机会 我们会上一个直播聊天室 至于怎么翻盘 就看你们的共同经历吧 樊和宋对着苗曼宁问道 你也因为难向晚 苗曼宁咬牙切齿说对 不然我早就正式出道了 哪里还需要和早就淘汰的人 凑对组合 云勺笑笑 看来你们的话题已经定了 樊和宋说道 不过怎么才能让他们 直接名声扫地 苗曼宁兴奋说道 我有一个好主意 团宗结束后 南北娱乐的录音棚 确定首张专辑 天命 我也和Raincat双逐打曲 业内最好的调音老师 有些打触 一般爱豆的业务水平 都很难评价 比如一句录一天 还要耍大牌 这一共八首歌 这可是个持久战 临时替班助理 递过一瓶水 说着今天会好好配合老师的 丸宝来到老师面前 来了一个标准的90度鞠躬 调音老师有些震惊 这第一名还真是谦虚啊 接着就是天命女团 出人意料的业务能力 录制异常的顺利 几乎不需要怎么调整 七首歌都是一次救过 调音老师兴奋地夸赞 你们真是一级棒 好久没这么酣畅淋漓的路歌了 朱砂和队友们都在请教丸宝 卧野的难度好大 有什么技巧吗 丸宝解释着 我也不需要高级唱法 只需要狂野的呐喊 与战友并肩作战 生离死别 惊心动魄 想象战争残酷必须奋起反抗 队友问着那后面呢 后面是老纪福利 美人耻目 带着遗憾归隐山林 这感情也太丰富了 就当大家热烈研讨时 一旁的临时助理 却偷拿着手机 给城东娱乐金牌经纪人云勺 发着微信并全程录音 为了美食把阳台打通 影帝胡乱吃醋 误把狗子当情敌 丸宝录完歌回到纪公馆 闻着香味就来到顾北怀的家 顾天王为了犒劳丸宝 准备了一桌子美食 帮丸宝拿下挂在头发的树叶 一看就知道 他又是不走寻常路 翻阳台过来的 建议着我们在阳台的花园之间 开扇门吧 这样也方便你过来吃饭 想想好像唐突了 可是丸宝却觉得这个主意真不错 虽然翻墙也不麻烦 有门当然更好 顾北怀宠溺说着 先吃饭吧 酒足饭饱 丸宝却呼得想起什么 问到你的竹马呢 顾北怀紧张解释 你听谁乱说 我哪有竹马 丸宝说就上次你壁东那个 顾北怀倾可掩饰是尴尬 我俩可都是直男 他有女朋友是个锦花呢 转移话题 我们做题吧 丸宝的小脸直接垮掉 是啊 自己手里可有三十头 狗子送的模拟题呢 根本写不完啊 顾北怀内心一颤 这狗子是谁 丸宝的爱慕者吗 怎么这么快就被人翘墙脚了 拼命让自己冷静下来 丸宝根本没时间谈恋爱 所以说要不我帮你压压题吧 丸宝惊讶 这也行吗 立马抓起顾北怀 往阳台走 说走走走 现在就去我家 帮我好好压压题 来到丸宝家 丸宝去给顾北怀倒水 顾北怀环绕四周寻找蛛丝马迹 判定那个狗子肯定没来过他家 接着丸宝就给顾北怀 端上一杯嘉宾碳酸饮料 想想应该在家里备些茶宴了 随后郑金威作问道 具体怎么压题啊 顾北怀一下子正愣住 这一幕似曾相识 他的身上散发着某种上位者的气息 接着丸宝拿出一张试卷说 要不压题钱 你先给我讲讲这个这个还有这个吧 顾北怀回过神 说好的 没问题 一顿讲解后 丸宝奋笔集书 顾北怀想着现在丸宝的注意力都在高考上 不能让他分心 等高考结束 大不了和那个狗子宫廷竞争 接着一眼扫到一个箱子 写着寄贱人是狗子 碎装着不在意的问道 网购什么东西了吗 顾北怀并未抬头 只说那是狗子寄来的模拟卷 顾北怀随手将箱子怼进沙发下 想着眼不见心不烦 顾北怀有自己就够了 狗发专辑被间谍全程录音 黑料层出不穷 顾影帝拿狗子当情敌 人畜无害的给顾宝进行压体 一周后 碗宝的手机叮当响 顾北怀说是你们天命的群视频 今天你们首张专辑上线 你也太冷静了 碗宝还在做着卷指 只说自己太忙了 没空紧张 顾北怀拿起他的手机 说休息一下看看吧 碗宝一看99家的未读信息 还有某国 拿起手机 就听队友视频炸锅 阿丸你终于出现了 我们卧野全平台称霸日榜第一了 对手们争先恐后说着 本来我们新组团没知名度 没想到顾天王帮我们转发 还说他也参与了编曲 把他那爸绑的剑舞都给挤下去了 顾北怀说我确实参与了制作的 碗宝感激说 不管怎么样 都谢了 碗宝翻开评论想看看粉丝都怎么说 结果看到了一堆自己的表情包 徒手披砖 群魔乱舞 还有窜天猴 碗宝凌乱了 这是什么画风啊 笑得顾北怀肚子疼 哭得就看到一堆的黑热搜上涌 什么本年度娱乐大黑瓜 天命女团出道内定 南向晚滚出娱乐圈 碗宝神情肃穆 顾北怀心情极度不爽 是谁 这么下三滥 女团成员给碗宝发来链接 黑料的来源是 苗曼宁和樊和宋直播综艺 那评论一编导明显都是水军 他们就是在我们新歌发布时故意抹黑 此时顾北怀拿过盆 碗宝一看 果真是这两个人 他们怎么会混在一起 采访中主持人对他们的新歌大家赞赏 看到榜首是天命女团的卧眼 参加过女团选秀的选手 还在夸大家都好厉害 我觉得你的排名也很靠前 如果再来一次 你觉得你会出道吗 苗曼宁摇头 还是不会 主持人故作震惊 苗曼宁做委屈状 是因为我并没有提前被选上 主持人看着抽气的苗曼宁 猜测着你的意思是 这是内定的 节目组有黑幕 搭男查女直播爆料 专挑天命女团专辑首发时间 殊不知搭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樊和宋假意安慰 我也听说了 你想帮男向晚 人家没领情 原来是因为你不是他的同伴 故作深思 怪不得他们的关系看起来那么亲密 不是成团没几天吗 他们还都是一般的 苗曼宁成胜追击 而且第一名几分钟就有三百万票 怎么可能 他们扬言说新专辑都是自己原创 可是在团宗时 他们都在玩 哪有人写东西 晚宝放下牌 对着队员说别急 这是我处理 这边作为男向晚的大板砖头子顾北怀 被群内疯狂呼叫 话晚发公告都没用 顾北怀处便不惊 安抚着大家去空庭 那三百万票是因为 晚宝最后一曲唱的大热电竞主题曲 大主播们带头头的票 他去联系成青 转头再看晚宝 还真不是一般人 这时候还能冷静刷题 有些心疼晚宝 这是他要快点解决 他不知道是晚宝的手都要把笔捏碎了 估得炸毛的狗子出现 发布任务反黑 扭转局面 解除不良影响 被接连打断 晚宝不耐烦的说 成雪和赵天成那边已经在处理了 焦躁的准备 哪天就把狗子炖汤 刷得站起 随后拨打成雪变化 一步步嘱咐着 随后确定造谣者的位置 穿上外套 戴上鸭绳帽 对方问着男主 你要干嘛 晚宝拎起包帅气的 说我会好好待着的 大不留心走了出去 顾北怀也快速穿好衣服 想着那包里装的什么呀 难道他是直接找人算账去 梁曼宁和樊和宋还在庆祝 这黑料爆的太猛了 铺天盖地的热搜 庆幸有云勺 刻意安排他们首张专辑发布时 安排直播 这时云勺来电 准备接受夸赞的两人 直接被骂得狗血喷头 你俩惹大麻烦了 今后所有的通告全部取消 违约流程之后会通知你们 两人惊得大眼瞪小眼 完全没想到 樊和宋惊叫 什么意思啊 自己演艺生涯就没了吗 呼的就听欢呼声 南向晚南向晚 惊恐中的两人齐齐回头 看向门口 编命语团被水军讨伐没真实 晚宝运筹帷幄直播上阵 找到一个人流量比较大的商业街 公司层面已经交代好 至于那些水军污蔑 他准备用实力证明 打脸造谣人 设置好直播设备 附近的人群听到音色优美的歌声 有心人一下就听出 这是天命女团的新歌 有人拿出手机准备拍下来 这女孩长得不错 唱歌还好听 呼的晚宝听到雌性的合音伴奏 转头看到配合的战友顾北怀 两人默契对视 开始合唱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分析这旋律好像还有现场改编 好厉害 一曲结束 晚宝和顾北怀不约而同的机长 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此时的顾北怀给晚宝一种熟悉感 好像是前世那个舍命陪着自己的军师 专辑的歌全部演唱了一遍 晚宝来这个商业街的目标人物出现 那个曾经世界第一ADC简大 当时就是他带着电竞粉丝 给晚宝投出300万票 因为他从不接受公司层面的任何联系 所以这次反黑只能来这找他 简大刚路过 就听到晚宝在晋级时唱的那首歌 惊喜回头 真的是他的偶像 南向晚 现场版好似比舞台更具感染力 一个战胜的将军再次归来 简大兴奋的喊着他的名字 围观的人也议论纷纷 这种实力怎么可能是网上说的草包 他也太惨了 我要发他刚刚的演唱 为他证明 晚宝落落大方的说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天令女团 顾北怀也为晚宝表现暗中较好 无形中让路人真实反馈 扭转不实言论 环宗官方也发布了幕后创作花絮 大量的版砖粉 电竞粉 还有关注猫咖的爱猫人士 都加入了拨乱反正的舆论风波 听了一声 小系统出现 恭喜宿主 完成反备任务 奖励价值322万美元的古董钢琴一架 还没等晚宝得意 得知晚宝在商业街直播 反砖大军来势汹汹 晚宝立马薅住顾北怀飞速逃走 弃公馆的路边 两人庆幸 总算甩开粉丝的热情追逐 晚宝想起高考 顿感时间不多了 顾北怀轻拍晚宝 鼓励着你绝对没问题 晚宝恍不答应 如果其他人这么说 他只会感觉是随口说说 但是听顾北怀这么说 他也觉得自己肯定没问题 顾北怀对南向晚有命运 系公馆顾北怀家 正在和发小门云中 顾北怀不耐烦 找我干什么 我很忙 谢仇不满 你小子忙啥 忙着给我加晚宝当伴奏吗 若为顾北怀的发小之一 我查了一下 那个南向晚 是一个才出道的爱动 也是华晚的老子 顾北怀的另一个发小之一 恭敬调侃 狐励 你胆子推大了 你们当明星的 不是要避嫌吗 他只是我和谢仇一起追的心 遇到点事 顺手帮忙而已 谢仇阴阳怪气 对 还是邻居呢 若微恭敬邻居 你们这距离 有点暧昧了 顾北怀自动屏蔽了几个 发小的恶龙咆哮 敏锐地 察觉到开门的声音 南向晚走了过来 我回来了 接着到我饿了 公司的事处理好了 事情不仅解决了 他还从狗子那里 收到了号称 已经绝版了 至少两千万起的 古董钢琴 Giant's Band 对面三人同时 听到了女生的声音 还没来得及追问 顾北怀啪哒哒挂了电话 我马上去做饭 顾北怀动作娴熟地 做起了饭 南向晚在一旁 缠得叙叙叨叨 转移注意力 只剩半个月的冲刺期了 你和狗子给我的卷子 我还得继续刷 哦对了 我还回姑苏室室考试 考试前两天 我得回家住 顾北怀显然 对这样的相处 已经细以为常 一脸柔和 嗯 我知道了 压梯卷子 我重新给你安排了一部分 话还没说完 突然顾北怀口袋里的手机 嗡嗡收到短信 顾北怀脸上 立刻出现笑容 之前订的三个猫式的 幼猫都出生了 他迅速回复 全要了 到小狼仔生日 正好三个月 到时候把小猫 接回来给他的惊喜 南向晚凑近 你怎么了 看什么消息这么开心 赚钱了 顾北怀收起手机 你一定会很开心 南向晚高考 剩下半个月 南向晚在顾北怀的辅导下 疯狂刷题 认真备考冲刺 转眼到了高考那两天 考场上南向晚 分底急输 这两天的卷子 他基本都会做 而且还有好几道题站 有给压中 绝对没问题 跑完最后一门 他甚至是飞奔着跑出去的 特别高兴 由于体能好 速度快 弟弟南朝阳愣是没追上 就这么看着他冲出校门 甚至半路上 还来了个帅气的空翻 稳稳落地后 啪啪啪笑门口一地的彩花打出来 彩色小亮片在空中飞舞 好多人围着 板砖粉们 齐齐地上鲜花和祝福 粉丝代表上前说话 晚保 大板砖群里的大家一起自发过来 庆祝你高考结束 你一定能考上理想的大学 南向晚边说边收到满怀 谢谢你们啊 来就来 送什么礼物 礼盒里有一个板砖 用丝绸记着蝴蝶结 和一只可爱猫咪玩偶挂件 是粉丝与偶像相互乘着的象征 南向晚开心地收下 非得一下一掌劈碎 南向晚直接一个现场徒手劈砖 板砖粉眼睛都亮了 好年 晚保好棒 徒手劈砖现场版 板砖们很有秩序 庆祝过后 开始清爽现场 捡起垃圾袋 南向晚高考完是真的开心 开心的一连干了好几晚饭 紧接着电话就响了 挂了赵天成的行程安排电话 南向晚还没传口气 顾湛有电话来了 板砖们送你的礼物 喜欢吗 南向晚说 喜欢小猫挂件时 顾北怀没眼带笑 太好了 他很喜欢 南向晚挂了电话抬头 没想到家里人 都一脸警惕地看着他 特别是南朝阳 眼中都快喷火了 姐 我可不会随便来个人都认解 南向晚疑惑傻姐不 小晚听声音 两通电话都是男性朋友 宝贝 你喜欢什么人 妈妈都支持你 但一定要带回来给我们看 南俯摸圈擦掌 一副要干架的样子 爸爸会好好招待他 南向晚觉得这一幕好眼熟 前世他和军师回去时 表妹一家和小邻居对着军师 好像也是这种莫名的敌意 南向晚差点就亲到顾北怀了 南向晚笑得开心 顾战友会怎么给他亲住呢 顾北怀亲手做的冰淇淋蛋糕 顾北怀一个闪身 一个冰淇淋蛋糕 蛋糕很小一只 只有七寸 一层层的冰淇淋叠加二成 还写了字 驻南向晚金榜提名 顾北怀将蛋糕 往南向晚面前推了推 冰淇淋蛋糕特地给你做的 南向晚惊讶 你自己做的 你还会做蛋糕 顾北怀递来一个小勺 轻描淡写道 现学的 南向晚拿出手机拍照 你这做的还挺精致 成学老催我多一面 等我拍照发个微博 顾北怀催促快尝尝 冰淇淋要化了 南向晚突然点起脚尖 手很自然地 勾住顾北怀的脖子 难得你帮我庆祝 一起拍的合照 之前天命的大家都是这样的 这样显得观想 顾北怀脸刷得羞红 拍完照片发了微博 南向晚被蛋糕转移了注意力 顾北怀才勉强喘口气 努力平复激动的心跳 这小狼仔 怎么总会出气不意 南向晚少起一大块 嗷乌一口塞进嘴里 这蛋糕好吃的 他心满意足极了 见他这么吃 顾北怀无奈 眼疾手快一把拉住他 这是纯冰激灵蛋糕太凉了 要小口小口地吃 不然拉肚 南向晚不乐意了 小口吃不是他的作风 顾北怀索性 将蛋糕没收 不许他吃了 南向晚直接就要上手 顾北怀捧着蛋糕躲 两人打的闹闹 在花园里上演了一场追逐战 忽然的近距离接触顾北怀的心 偷偷愣了一下 南向晚趁机拿走蛋糕 开心的大口大口炫了起来 完全没注意到 一旁的顾北怀炸红的脸 心跳碰碰跳的距离 顾北怀懊 刚刚差一点 他就亲上去了 掏出手机 原本想看下微博冷静一下 这些网友不是一般的给力 前几天他不小心点赞了 一个制作冰淇淋蛋糕的视频 虽然他下一秒就撤销 还是被新系的网友截评了 根据刚刚南向晚发的 有关冰淇淋蛋糕的微博 网友推断出 南往北地西地是锤了 危险即将来临 看南向晚如何反转 自顾北怀做冰淇淋蛋糕 为南向晚庆祝高考顺利结束 天命女团已经彩排半个月了 今天最后一次彩排 明天就正式演出 南向晚的古董钢琴 将会在凌晨送来进行布置 赵天成888说完 承雪拿着起诉 城东娱乐法务部的文件 请南向晚签字 南总全网都已知城东娱乐买黑 势必要让他们赔偿巨款 南向晚签字时 几名天命成员围了过来 纷纷起步 阿晚 嘿 让他们把裤衩子都赔掉 虽然圈内打官司是常识 不过这次 他们公关也不起作用 南向晚敏锐觉得 目前一切看似顺利 但似乎哪里不对 南向晚陷入沉思 苗凡二人怎么联手呢 针对他的手法 也比之前有脑子不少 一定是有人在暗处指点他们 南向晚叫来赵天成 老赵 这两天让人盯紧点现场 可能会有老鼠混进来捣乱 城东娱乐这边 暗暗密谋着什么 果不其然到了凌晨 不甘面对巨额赔款 和失业风险的苗凡两人来搞事了 这就是价值两千多万 那个在网上小伙了一把的 绝版古董当情 苗曼妮眼神恶毒 如果天命女团在舞台上唱跳时 突然发生事故 你觉得会怎样 樊和宋立刻明白其中的含义 天命女团就垮了 而且现在华婉和南北合作密切 天命垮了 相当于给两下一次重创 梁曼妮英狠 看着手中的电钻 你说 南向晚又是华婉的老板 如果他今晚正式演出 他受伤或者毁动 樊和宋很快上道 那华婉就没精力对得成东 我们就能东山再起了 正式演出当天 南向晚察觉到 有个声音不对 他昨天走了一遍舞台 脚踩上去 不是这个声音 南向晚会如何反转 顾北怀探班南向晚 他领着一大袋零食 眉眼带笑 零食主要是带给小狼带 大家都是顺带的 有人突然喊好多零食啊 南向晚两眼放光 他正好饿了 一大袋零食 突然出现在他眼前 南向晚惊喜 顾北怀怎么来了 顾北怀拿着一大袋零食 递给南向晚 我来给大家送慰问品 这是给你的 南向晚乐开了花结果 心里美滋滋的 里面这些全是他爱吃的 顾北怀 其实主要是给小狼带的 给大家是顺带的 老赵 真不用在最后彩排一次了 顾北怀疑惑 有什么问题 赵天成眼神笃定 不用 我相信你们的实力 晚上就正式演出了 现在要保存体力 话虽如此 南向晚还是简单过了一下流程 南向晚察觉到不对劲 我昨天走了一遍舞台 脚踩上去 不是这个声音 赵天成不以为然 是你穿的鞋不一样吧 说完赵天成 忽然感觉脚下一空 下一秒支压一下 整个人陷下了舞台 南向晚演技手快 拉住了他的后脖骨 赵天成于金未销 刚刚他两只脚已经下线了 得亏南向晚力气不一般 南向晚当机立断 舞台工作暂停 立刻查看舞台状况 和昨晚的监控 若是没有被提前发现 天命众人 唱跳剧集中心点时 就一定会发生彩空事故 顾北怀表面故作轻松到 多亏了南向晚心系 发现了大迷惯 手却后趴又气愤的紧紧拽着 被夸南向晚得一级了 这有啥 完全惊艳之谈 以前他当将军打仗的时候 还会闻风变味 找声音的细微差异 完全是小菜一碟 南向晚心如明镜 看来这些人是走投无路 用着阴损的招 顾北怀万幸小狼仔没有受伤 我已经报警了 这属于刑事案件 网上舆论和现场组织的事 你不用担心 承选 消息先压下 别打草惊蛇 演唱会结束后 我自然会收拾他们 赵天成问了负责地的人 这种大面积紧急修补 最快也要12个小时 那个时候 演唱会已经开始了 两万售票全部售空 如果推迟演唱会 势必会伤害天命口碑 顾北怀可不愿拿小狼仔的安全开玩笑 顾北怀眼神严肃提议 我来当特邀嘉宾 先暖场来拖延时间 务必保证舞台修补 不会出现二次披露 南向晚晚聚了 眼神坚定 不用 这是天命第一次重要演唱会 这点小困难 我们能完美解决 顾北怀帅气装扮上线 上身是白色束身衣 下身一条黑色长裤 外加黑色披风外套 这大长腿 火腿两米 既是感 天命舞台开始之前 演唱会现场 VIP通道 顾北怀听到熟悉的称呼 果然是他的发小 谢仇竖起大拇指 狐狸多亏你送的票 外面后场的人多的 我差点挤不进来 我跟你说的是 国文已经写好了 随时能发 之前听说你谈了个对象 请人家来了吗 看到跟着谢仇一起来的人 顾北怀讶异 怎么是他们的发小蚌头 蚌头一脸无辜 我不是他对象 狐狸你可别瞎说 谢仇高举男向晚的姻缘牌 脸气得炸红反驳 就是 我也没谈什么女朋友 是蚌头他说 他也想看看晚宝的英字 顾北怀可不信 蚌头平时在空军十分忙碌 不可能只是单纯来看明星 时间差不多了 顾北怀没说什么 去包厢吧 马上就要开始了 顾北怀有四个发小 各个不一般 他们几人在一起 俗称军阀五辅将 蚌头空军开的战斗机 若维海军开的军舰 攻进陆军开的坦克 几人中最小的谢仇 是警局的警察 顾北怀特地给留的两张票 是白忙活了 四个发小 依旧全部单身 天命第一次演唱会现场爆满 无人知晓的角落 苗曼妮凡和颂 混杂在人群中 看着越来越多的观众 他们眼神阴狠 是要亲眼见证天命出事的瞬间 才对得起之的时间受得罪 从舞台开始 谢仇就激动地 为舞台上的小狼仔应援 瞒头一点嫌弃 人家都唱了失手了 换场的几分钟空闲 你就不能冷静点 气得谢仇 直接朝他竖中指 顾北怀时不时留意着 一直盯着手机发等信的馒头 小狼仔那番演说后 馒头就一直不知道 在和谁发消息 看他的表情 莫非是 顾北怀突然听到了 小狼仔的声音 而且是在舞台现场 喊着他的名字 南向晚控场能力超强 距离舞台开始还有三分钟 赵天成焦急忙慌 舞台还要休十分钟 也不能让粉丝的 磨度大舞台开始沸腾 所有观众都期待 演唱会的开场 伴随着地面烟火的炸开 一个人影走上舞台 南向晚的一头长发 反着光 他的服装 带着一丝水墨风格 南向晚缓缓拖拽着 杯色长袍走出场 现场全部亮起 代表南向晚个人的应援棒 面对着现场两万名观众 南向晚开口 朋友们 放下你们手中的个人应援棒 天命女团 是从一百个人杀出来的七人 我们无畏 认真对待舞台 我们杀出重围 每一次演唱的付出 皆是热血 谢谢你们喜欢我 但今天 我不需要个人应援 我的队友们每个人都很优秀 都值得被人喜欢 朱沙是队长能力强悍 不用多说 葛东轩是高音担当 还有些沙雕 云谦负责编舞 这场演唱会的每一支舞 都是他在负责 沙灵是副编舞 与云谦一起总共编舞十八首 邓思南更厉害了 直接负责这次舞台设计 新专辑八首歌 周恩夏作曲两首 作词三首 我们努力 是为了团体的荣耀 也请你们仔细看一眼 我队友们的付出 所以 我不要个人应援 我要中控 南向晚说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时间正好 会场突然亮起一阵光 音乐声响起 是沃野的前奏 天命女团的七人都全部出现 站在了舞台上 他们同一个系列的造型 全体非语音的搭配 第一首歌 就是最诈场的沃野 现场那叫一个气氛热情 粉丝们没有一个是坐着的 全站起来特别激动 轮到南向晚个人独唱环节 一首剑舞在线 南向晚歌声中丰富的感情 仿佛让人在现场看到了 他和顾北怀拍摄的剑舞MV 顾北怀也没想到 小狼仔会唱自己的歌 他竟然唱了他的歌 顾北怀在这一刻 内心喜悦之情藏都藏不住 南向晚喊话顾北怀 南向晚的长发被高高竖起在头顶 演出服是汉服改良版 整体是暗红色 像是被血液浸泡过后 干涸的发黑 十场过去 下一首歌是南向晚的独唱 由于演唱会的舞蹈幅度很大 舞台需要补救至少15分钟 赵天成焦急跑过来 南向晚靠你了 你开头的发言特别好 再来一次 南向晚果断拒绝 不行 鼓舞士气只能用一次 多了会麻木 效果无法到他最佳 南向晚无语 他总共才唱5分钟 剩下的10分钟 难道用来哭吗 南向晚一出来 现场就开始炸 南向晚静静看着现场2万人 高举右手 他的手臂白皙 在暗红色的衣袍对比下 颜色分明 现场2万人猛的一镜 全体目光注视着他 南向晚酝酿了一下情绪 微微一笑 笑容带着些许的甜美 判若两人 南向晚开口了 今天在这里 我想感谢一个人 南向晚目光发亮的看着大家 语出惊人 感谢顾北怀先生 现场爆炸 霍曹你感谢顾北怀干什么 正在现场拿着手机拍的顾北怀 也愣了下 他抬起眼 目光定定的看着远处 舞台上那一抹暗红色 如血液一般的浓 南向晚继续道 我从来没想过 自己会如此幸运 刚出道就有天王帮助 顾北怀先生 就像是我生命中的引路牌 他教我如何在圈内生存 板砖们已经疾风了 我不听我不听 弹幕突然捕捉到蛋糕二字 哦 破案了 那个冰激凌蛋糕 是顾北怀做的 凌晨两点半 他俩在一起 劳子现在出去追杀顾北怀 还来得及呢 弹幕已经炒飞了 现场更是闹哄哄 第一排的粉丝 早就哭得稀里哗啦 口中大喊的着不要 他们不要在南向晚的口中 听到他提到别的男人的名字 南向晚的声音依旧红亮 盖过了他们 哭什么哭 给我笑 南向晚的声音依旧红亮 盖过了他们 哭什么哭 给我笑 南向晚神色严肃 我之所以感谢顾北怀先生 你们应该很明白为什么 四个月期间 我从一个小白 成长至如今 粉丝两千万 被质疑过 被飞过 也被针对过 顾北怀先生 对后背的提携 是业界的楷模 他对我的帮助 我永生难忘 所以感谢 粉丝们集体沉默 是 顾天王真的对南向晚很好很好 好得让他们嫉妒 但是提携后背什么的拉倒吧 顾天王只帮过你好吗 南向晚 板专门物业 可是他太帅了 我们害怕 南向晚掐着点 粉丝们情绪激动到最高潮 差不多了 南向晚再次举起话筒 或也是国风 你们喜欢国风吗 现场众人哭着喊喜欢 南向晚笑了 好 那下面一首剑舞 轰的一下 舞台最前方的烟火 猛的一炸 剑舞的前篇 是讲述爱情 少年将军出征前 对少女的沉默 南向晚参与过视频拍摄 情感唱得很到位 跟顾北怀男生的原生 感觉很不一样 女版的剑舞 青丝的感情更浓郁一些 现场所有观众 都能从歌声中感受到 那一米情思 不少想太多的粉丝 差点呼吸都快停滞 这个 这感情 怕不顺 南向晚不要啊 粉丝们第一次希望 南向晚不要唱得这么入戏 唱完第一段 伴奏的元素多了起来 原版的视频中 这一段正好是女主角 被逼着上校嫁人那一名 南向晚的声音 带上了些许沙哑和淒厉 节奏也快了起来 抵达整首歌的高潮处 在原版视频里 正好是女主角登上城墙 看到了敌军濒临城下 南向晚一抹暗红色的血衣 站在舞台中央 整个画面 就像是将原版视频的场景 再次重现 南向晚一抹暗红色的血衣 站在舞台中央 整个画面 就像是将原版视频的场景 再次重现 她的衣服 仿佛被血液浸染成黑 现场两万人的欢呼呐喊 淹没了粉丝们的哭声 紫色星空海的场景 震撼人心 最后一个高音顿住的刹那 紧接着来到了最后一个段 南向晚的声音也随之一变 高抗声中带着一丝落寞感 视频是开放式结局 整首歌的结尾 也带着一丝意犹未尽 仿佛一切没有真正的结束 将军去了哪里 回战场了吗 女主落下城墙后 就下来了吗 所有的一切 都在歌声的最后一句中隐藏 南向晚放下话筒的瞬间 现场炸开 无数观众站在那嘶吐 顾北怀放下拍照的手机 脸上满是笑语 小崽崽唱了他的歌呢 这是他都不知道 因为演唱会 都是赵天成在负责他美本 顾北怀原以为是唱Rap 毕竟他特别擅长 谁知道 他竟然唱了自己的歌 顾北怀注意到 馒头起身要走 馒头似乎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顾北怀大致猜到了 他此行的目的 直言不讳 你觉得 他这两场发言的表现怎么样 馒头突然警惕起来 无力 别企图揣测军事机密 转头对谢仇 则是好声好语 谢仇 在南向晚的两次发言中 你看出 他用了鼓动技巧中什么方法吗 啊 谢仇一副不要打扰 我看演唱会的模样 他用的都是专业的军事训练思想鼓动 这些东西 能在战场上鼓舞军心 振奋士气 谢仇不仅被打扰看完保演出 还感觉莫名被吵了 那叫一个气 你忘了我上的警校 没上军校 馒头也不过多解释 行了 套话点到为止 走了 馒头走后 顾北怀眉眼温柔 小狼仔不仅这么坦荡的当众感谢他 还唱他的歌 能够遇见你 我才是从没想过 自己会是如此幸运的那个人 南向晚美翻了 南向晚一袭白色长裙 坐在两千万的钢琴面前 整个舞台最亮的地方 集中在南向晚和水晶钢琴上 南向晚白袭修长的手指 在黑白的琴键上跳跃 仿佛为钢琴而生 最后演唱会 以温柔完整的语中的猫结束 演唱会结束 后台休息室 顾北怀和谢仇 拿着一大捧花进来 赶紧看看庆功宴吃什么 突然想起赵天成的声音 天命少女们辛苦了 这些都是粉丝送你们的花 南向晚回头就看到了 手捧鲜花的顾北怀 顾北怀面若桃花 像个娇羞的少女 恭喜 演唱会很完美 你救场也很厉害 南向晚接过花 一副 我做事你放心的模样 我说过了 你乖乖等他就行 赵天成忽然得意 南向晚你中场拖延方式不错 先来一波炒作 再来一波搞笑 最后一波煽情 十分钟就过去了哈哈 顾北怀文言瞬间心情低落 居然是炒作 难道中间小狼仔 对他的感谢 是提前计划好了吗 难怪他突然 南向晚突然塞他一瓶奶 顾北怀才从宝库中回过神 南向晚转头 生气又认真 对赵天成道 我是在认真感谢战友 也是认真的 让粉丝不要哭 炒作是什么 有炒饭好吃吗 小狼仔说 不是炒作 顾北怀又开心了 他心里有我 南向晚气呼呼 吓我一跳 可别让战友误会 我不专图棒 其他天命吃起了瓜 在一旁窃窃私语 虽然之前阿丸否认 他俩不是在一起 但我觉得很有限 朱沙你也觉得 其实他俩也不错 小声点 别让老赵听到了 谢仇文言忧愿地来打岔 一副瞧你那不值钱的样 狐狸 你是不是忘了 我还在这儿 兄弟哪有媳妇香 谢仇一副瞧你那不值钱的样 狐狸 你是不是忘了 我还在这儿 顾北怀尴尬轻壳一声道 谢仇作为警方代表 先来协助 南北娱乐也随时准备配合天命女团 继续追查舞台被破坏一事 南向晚这边 也早就让程雪把消息放不去了 现在快零点了 差不多配去抓老鼠 凌晨 空无一人的魔度大舞台 两个偷偷摸摸的人出现 樊河宋苗曼宁 依旧包裹得严严实实 樊河宋鸟鸭切齿 他们看了全部演唱会的直播 原本兴奋地等待着舞台崩塌 谁知道好几次都看到天命女团 跳得很用力 可就是没出事 苗曼宁也不解 打了那么多洞 他们跳得那么用力 不可能不出事 难道他们动的手脚被修复了 极度的焦虑 促使两人再次到现场亲自检查 他们先是小心翼翼地看了一圈 确认周围没人后 走上了舞台 用力踩了踩 谁料舞台直接踏了个彻底 中间一个大洞裂开 两人直直掉了下去 他们以为就这么舞 关键时刻 左右一边各伸出一只手 硬生生将他们拎起 下一秒就被樊手摁在了地上了 不许动 警察 樊和宋苗曼宁内心轰的一声 完了 最后两名警察将他们架走了 这是他们自找的 更不会有人同情他们 南向晚不满抱怨 虽然抓到这俩闯祸挺好 可作为庆祝演唱会成功 也太糟心了 顾北怀万幸 他提前为他准备了礼物 顾北怀看向南向晚 我这里还有一份礼物没定 顾北怀会给小狼仔 准备什么礼物呢 南向晚顾北怀 要合作科幻电影了 庆东宴上 大家都在其乐融融吃饭 只有南向晚 在接听成雪的安排计划 南总 接下来您需要参加著名英宗歌者 还要去当南北娱乐策划的 秘诗综艺固定嘉宾 另外一个顾老板 他要亲自和你说 这时顾北怀正将一块蛋糕递给他 南向晚欣然接过 好的 我都没问题 说完系统狗子又来活了 触发任务创作 即将展开的个人歌手身份活动中 要求南向晚独立创作一首歌 用于参与歌者节目 任务奖励依照众歌者排名颁顾 任务失败就要复读 高考才结束 这可不要太过分 一天到晚不搞点事 你就不舒服是吧 南向晚取下耳机 对了 战友你说 还有个要给我的礼物是什么 顾北怀拿出一个文件袋 之前和你说过 筹备很久的科幻电影 占你心空 我来把女主角的剧本送给你 导演是你合作过的逢开季 这是一部大女主电影 我出演男一号 南向晚满脸迫不及待 科幻电影他还没看过 文言天命的大家纷纷炸了 阿婉 恭喜啊 女主角还是大女主的科幻电影 太厉害了阿婉 真想马上就看到 阿婉出现在荧幕上 据说冯导很擅长拍科幻电影 阿婉加油呀 狗富贵 勿相忘 南向晚一游未尽合上剧本 虽然他不懂机甲战舰之类的东西 但这剧本硬核又热血 设定也很有意思 特别是平行空间和未免力设定 和他以前的世界有点像 不过他们把穿插的时空称之为剑 因为你是第一次参演电影 里面有大量打斗戏 冯导要求你 跟着剧组一起去集训一段时间 接受专门的技术指导 南向晚已经越越越试了行啊 什么时候出发 虽然这个世界无法修炼 这个身体先天条件也不行 但论战斗他 就没服过谁 顾北怀又道 虽然战比不多 但这部电影里 我饰演的男一号 会和你饰演的女主角 有些感情戏 请多指教啊 南向晚一副包在我身上 没问题的样子 不管是硬核剧情 武打 还是感情戏 都通通交给我 小狼仔这么开心 顾北怀心满意足极了 连眉眼都是笑的 顾北怀微醺主动坦白 对南向晚有一个秘密 谈妥了科幻电影事宜 顾北怀心里美滋滋 终于又可以跟小狼仔待在一起了 他人畜无害 递给南向晚一个蛋糕 南向晚瞬间两眼 放光开心炫起了蛋糕 朱砂突然招手示意南向晚过来 朱砂一脸严肃 接着 南向晚一下子被团团围住 阿晚 到时候拍戏 一定注意和顾天王的距离谈 天王粉丝战斗力很可怕的 千万小心别被南明星迷花了影 影响赚钱的速度 南向晚一下子梦了 庆功宴结束后 走在回忌公馆的路上 南向晚脚步轻快 刚刚突然想起狗子那儿 还有线下消费翻倍的奖励没用 他现在账上有1236万 去把庆功宴的账单截了回头 还能找老赵报销聚餐费 钱又到手了 南向晚想想就开心 南向晚突然转身 递给顾北怀一瓶饮料 你刚刚不是说喝多了 想出来透气吗 吃点冰的缓缓 喝了点酒的顾北怀 脸上微醺 接过饮料开口 谢谢你 南向晚理所当然倒没事 顾北怀借着酒精坦白 我是指演唱会上 谢谢你量寄着我 也恭喜你在娱乐圈 成功跨出真正的第一步 南向晚一脸茫然 你不是在后台已经 在后台是恭喜天命少女们 在这里是恭喜南向晚你一个人 南向晚也是笑 心情十分愉悦的调侃 你这话 这么说给我听的 搞得我俩 好像有共同命令 微醺的顾北怀 看着南向晚这个笑容 心口开始不停的砰砰狂跳 顾北怀突然轻声靠近 浅笑着在南向晚耳边低语 我确实 对你有一个秘密 顾北怀 这是要坦白了吗 南向晚顾北怀 差点就亲上了 顾北怀突然轻声靠近 浅笑着在南向晚耳边低语 我确实 对你有一个秘密 顾北怀这是要坦白了吗 南向晚突然转头 什么秘密说来听听 突然的靠近周围的空气 都变得微妙 两人嘴巴的距离 只间隔了五厘米 差点就巴基轻上了 四目相对感受着彼此的呼吸 顾北怀不由地尊严口水 他突然拉开距离 直到暂时保密 南向晚不满 又故弄玄虚 不会又是之后 你肯定会知道吧 南向晚咔嚓咔嚓吃着薯片 嘴里气呼呼嘀咕 你这样 简直和军师一样 顾北怀突然警觉 军师 谁 狗子之后 又来个军师挖他墙脚吗 冯开记导演突然出现 叫住了他俩 后面还跟着一个二斤影帝谈身 逢倒微醺 巧了呀 电影三个主演先碰面 南向晚看这个谈身 第一眼就不喜欢这个人 顾北怀回应那人的语气也很冷淡 南向晚顾北怀跟他们分开后 南向晚直言 那个谈身 我不喜欢他 顾北怀回应没事 我也不喜欢他 但他是总导演 和好几个副导演联合推荐的 演技很厉害 顾北怀微笑着劝问 拿二号是反派 反正是打架嘛 你擅长的对不对 南向晚燃起斗志跃跃欲试 那我可以打死他吗 顾北怀没想到小狼仔的回复 你若是不满意他 我就直接换掉他 顾北怀后面几个字还没说完 南向晚不爽的像炸了的小猫 我不服 他凭啥比我高那么多 换算成力量体系 我得比他加倍努力 才能有与之等同的体能状态 顾北怀语色 默默看了一眼自己的大长腿 内心完了 他比小狼仔高了差不多十五年 肯定也不招他喜欢 顾北怀焦急忙慌 电影其他项目也筹备好了 一礼拜后集训 顾北怀演艺男一 与女主是上下级关系 没有对打戏 但有三分钟的感情戏 整个电影120分钟 就三分钟感情线 而且是没有肢体接触的那种感情戏 压缩的不能再压缩 不过顾北怀很满意 够了 提到男二谈身时 南向晚直言 我不喜欢他 甚至还有嘎了他的冲动 究竟是因为什么 让小狼仔对其产生了莫名的敌意 顾北怀一瞬间想了很多 甚至开始考虑 要不要以资本的力量直接换男二 南向晚突然来了一句 他凭啥比我高那么多 这人都快冲上一米九了吧 比我高二十厘米 换算成力量体系的话 我得比他加倍努力 才能有与之等同的体能状态 凭啥 我过佛 原来是因为这个 顾北怀他想多了 果然小狼仔的这脑回路 不是一般人能猜透的 对身高的执着 甚至产生了胜负欲 但这个问题 顾北怀猛地看了眼自己 完了 他比小狼仔高得差不多十五厘 肯定也不招人喜欢 心里郁闷到撞墙 他现在截至还来得及 男向晚的讨厌一个人的 第一感觉是对的 传闻那个有实力的演员 拿过双金影地奖的 谈身人牵人后 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不知情的小狗 还在朝他摇尾巴 此时的谈身 眼神阴狠地像是要吃人 心里不服 顾北怀 一个头子的下场 占什么难医 男向晚一个选秀花瓶 凭什么直接当大电影的女主角 他的魔爪伸向了小狗 挡他路的 若能像这狗一样 拔了就好了 最终小狗冷冰冰地 躺在了地上 男向晚单手 扛三个笨重的行李箱 轻松地跟拎纸片似的 演唱会后 黄石邀请天命少女 参加慢踪 今天吃什么 过出热度极高 慢踪结束后 南朝阳通知忙碌的 男向晚家里搬家了 而妈妈薪资突然有任务 暂时已经离家了一段时间 王才是亲自探班 来找男向晚来了 一星期后 男向晚跟着团队 来到临山军区家属小区集训 男向晚兴奋极了 他是不是立刻就配去 刚刚路过的 那片训练场操练 助理忙到不是 男总 要等教官 承雪麻了生平第一次晕车 冯导找的司机 开车怎么那么猛 再看男向晚他 完全没事 早就跑没影了 男向晚看到熟人 哒哒哒礼貌的上前打招呼 站好 华英老师好 顾北怀微笑的站着 华英也爽朗的笑着打招呼 华英回之一笑 好久不见 顾北怀眉开眼笑 冯导安排我们这些主意 在这里合宿 房间在楼上 接着接过男向晚手上的行李 主动提议 我帮你们拿上去 还没来得及下一步动作 一只手突然出现 拎起了箱子 只见男向晚一下子麻利 躺起三个行李箱 轻松的跟拎纸片似的 他一脸骄傲 我一个人可以 华英开心的对男向晚笑道 上面只有我的房间 还有空床 不介意和我住一间吧 男向晚竖起大拇指 没问题 老远就听到 有群人在屈炎覆势 一群人围在谭森跟前 能和谭森老师一起集训演戏 太荣幸了 这次还有顾北怀老师 做梦也想不到的组合出现了 双墙联合 太令人期待了 这次的男向晚 根本就没代表作 怎么能和几位老师同台 一个爱豆来演什么大电影啊 惊天乱 男向晚远远的 就听到有人在拍马屁 还质疑他的能力 行李箱砸在地上传出巨响 男向晚活动 指关节传来清脆的咯吱咯吱声 真是给人气笑了 不想我演 行 打赢我再说 男向晚站的笔直 标准的军力帅呆了 有人说他闲话 男向晚可不惯着 用实力说话 寒身表面笑嘻嘻劝和 实则拉踩 接下来的时间 大家还要集训拍摄 大家都别太兴奋了 顾北怀直接打断他 对角色安排不满的人 可以报告导演组 而不是当着人面说三道四 逢岛一脸严肃 大家都安静 支持我们场地 和战术指导的 临山空军韩司令 来看望大家了 馒头站的笔直 进了一个标准的军力 报告长官 仍以确定抵达 完成任务 此时的逢拍季 异常兴奋 他只是拍个科幻电影 谁知道 被军事基地支持了 还提供了集训场地 真是吊炸天 韩丁司令 这位就是我们电影的女主角 南向晚 她非常棒 顾北怀府下身 巧声对南向晚道 这位是军人 不用韩老师 敬礼就行 南向晚看着眼前的人 想了想 突然啪 进了一个军力 他没有学过 这个世界的军力组境 但看过 刚刚馒头的动作 一遍就学会 做得丝毫不差 韩丁意外了一瞬间 紧接着面上 浮现了淡淡笑容 这孩子 果然不错 一向严肃的韩司令此刻 慈眉慕善 期待你的集训表现 顾北怀和韩司令之间 则是小辈 对晚辈的尊敬和慈爱 韩司令和馒头 转头就走了 完全没理会谈生 韩绳看着他们的背影 只留余音 组织安排 你来当教官和战术指导 是为了日后 有利于军区宣传 你把他们当成手下的兵弹子 操练别当大明星捧着 明白 冯导提醒 抓紧时间收拾 南向晚听到 冯导说下午就要开始训练 可把他乐坏了 太好了 他等很久了 顾北怀趁机扛起 被他遗忘在地上的三个行李箱 提醒小狼仔 快上楼吧 周围人群 已经四散走开 被韩司令无视的谈声 憋着一肚子坏水 竟然没认出 他这个二斤隐蔽 反而对那两人那么上心 那就别怪我了 你俩少一个 我就能得到 本该属于我的范围 南向晚体能超好 负重跑二十圈 气都不带喘一下 顾北怀看着 跑在前头乐呵呵的南向晚 小狼仔 简直如鱼得水 希望他别忘了 我们是来拍戏 不是来军训的 其他人都在累死累活的时候 南向晚轻松自在 这个操练强度 他还能再翻十倍 反观其他人喝自带喘埋怨 南向晚体能怪物 看他居然一点都不累 累死了 还要同步拍戏 馒头在一旁提醒 还有三圈 跑完还有别的体能测验要做 时间紧任务重 都提起精神 跑完不去室内集合 进行测验 蹭其他人不注意 馒头拉住顾北怀 狐狸 你来一下 韩司令找你 走之前 顾北怀特意看了下小狼仔 现教官走了 其他人纷纷停下 不行了 谁爱跑谁跑去 寒身也气喘吁吁停下 他也不想跑了 只要大家一起休息 教官肯定也没办法 他自己不行 还不忘拉踩南向晚 南向晚跑完 做起了单职俯卧撑 闻言南向晚起身 这人果然 很是让人厌恶 还不等他开口 跑完二十圈的话音老师 气息微传反驳 怎么 偷懒还有理了 演员蓝天佑 也看不过去了 才跑二十圈操场 就闹妈了 菜就多练 南向晚踏出 坚定的步伐 站立星空 全冤军人标准 自然从坐立行 都严格要求 唐唐龙的子孙 做什么都要拖延和对比 不觉得丢人吗 那些干啥啥不行 只会说屁话的人 顿时哑口无言 这时没完 南向晚冷笑 既然要他来演将军 那本将军 也该纯正威风 来制制这群人吧 会议是 谈听顾北怀相对而做 临山军区 考察过南向晚的背景 可这段时间的事情 是个挺不错的描法 要不是因为 他在剧组 临山军区 也不会答应 提供支持 但顾北怀了然 我明白的韩叔说 这是机密 不能往外说 突然顾北怀的手机 震动了一下 之前 小狼仔说不喜欢谈身 他专门调查了那人的背景 谈身经历 过于完美 不像正常人 现在得到谢仇的回复 谈身的履历 确实和他查的一样没问题 这世上有完美的人吗 没有 只存在 伪装成没有性格缺点的人 谢仇提醒 你要小心了 一般这种人都很恐怖 而且让人防不胜防 期待你被人背后 统高的那天 顾北怀若有所思 虽然暂时没出问题 但必须要防范他 突然被刺小狼仔 当男像 晚超萨星际联邦少将 对上顾北怀 匹率军团参谋长 被擦出什么火花 临山军区牟礼堂 冯岛组织饰演一场戏 故事背景是 进行迎合征战的女主角 红英少将 发现主舰飞船太坦上的截击舰 少了一艘 恰逢战舰刚遭到 故名声怪物袭击 于是召集所有人员 突击调查 揪出奸细 冯开记一脸严肃 镜组前说过 咱们进度紧张 所以要一边训练 一边进行说戏和饰演 理解自己与合作对象的角色 角色虽然目前安排好了 但不排除 在正式开拍前 还会有角色变动的可能 有角色变动的可能 谭深一想天开 也不知是谁给他的勇气 那最后 必然是南向晚 把主角之位让给他 谭深饰演军团上校尹尊 乌行参谋长 那艘失踪的截击剑 就是你开出去的 你究竟给了谁 我有理由怀疑 你已经背叛联邦 顾北怀饰演军团参谋长乌行 文言轻烈一笑 我对你无可奉告 南向晚饰演星际联邦少将 红英 南向晚敲击桌子 事宜安静 南向晚一场戏下来 没有暴怒的迹象 周围的员工小声议论 南向晚咋不暴躁愤怒 戏品的人才能体会到 他不怒自威的将军本军气概 冯岛甚是满意 南向晚演得很对 常年征战星河的联邦少将 怎么可能因为奸细 就大发雷霆 剧本里可没有写敲桌之类的小动作 都是南向晚自己设计的 他让红英瞬间活了过来 南向晚认真翻阅华英饰演的副官李白 递过来的各战舰的使用记录 顾北怀全场一副散漫顽固的模样 谈身故作镇定 不明白为什么觉得南向晚身上 真的有威压 明明应该被他的演技压过才对 只一贵功夫 南向晚已经了然 红唇勾起 尹尊上校留下 其他人散会 我警告过你 不要随意破解权限 南向晚饰演星际联邦少将红英 他让红英瞬间活了过来 华英饰演红英少将的副官李白 长官 这是各战舰的使用记录 包括修理 南向晚认真翻阅 顾北怀饰演军团参谋长乌行 顾北怀一副散漫的模样 谈身饰演军团上校尹尊 谈身故作镇定 不明白为什么觉得南向晚身上 真的有威压 明明应该被他的演技压迫才对 只一贵功夫 南向晚已经了然 红唇勾起 尹尊上校留下 其他人散会 其他人都走出去后 走之前 乌行参谋长皮皮的 对红英少将道别 白了个白 谈话完尹尊上校咬牙切齿 最后一个也离开 敏锐察觉到 有人在听墙角 红英少将语气冷冰冰的 出来 闻言 乌行参谋长 乖乖走了出来 不要生气啊 人家不是故意偷听的 南向晚看到他这副模样 想到了什么 带愣住了一下 很快转身进入状态 语气冰冷 我警告过你 不要随意破解权限 顾北怀察觉 他刚刚的眼神好像 很快又调整过来 不破解就不破解了 不过 你真要把我驱逐吗 人家好伤心哦 南向晚一把将册子塞给他 冷冰冰警告 再跟我有嘴滑舌 杀了你 乌行撇嘴 动不动打打杀杀的 凶死了 一段戏结束 冯导拿着午饭 大家辛苦了 先吃午饭午休 南向晚好饿 直奔恰饭 冯导夸赞南向晚 点得很棒 最后 红阴和乌行那个小互动 加得也不错 要一直保持这个势头 毕竟 后面还有一点感情戏 不远处的顾北怀 一听到感情线就促起了眉 小狼仔 好像透过他看另外一个人 他伤心了 南向晚找了个偏僻的角落 纳闷自己最近这是怎么了 刚刚最后有一瞬 他又觉得 战友像军师 就是惹他生气了 会不正经的 让自己消气的那衣 南向晚想到出神时 顾北怀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急于求证一样南向晚 你刚刚在台上 是不是透过我 看到了其他人 比如之前提过的军师 南向晚语气斩钉截铁 你在担心什么 我从没把你和他人混为一谈 这对谁都不尊重 再来 对我而言 最重要的是 现在和未来 顾北怀突然别过脸 开心的脸色飞红 他相信小狼仔的话 毕竟小狼仔从未对他说过 那是不是说明 他也在这现在和未来 反正我肯定比什么狗子军师 更适合小狼仔 南向晚奇怪了 战友他怎么一下 心情又好了 南向晚奇怪战友的心情 怎么一下又好了 突然感觉到很明的敌意 南向晚迅速抽出身上 仅有的道具件 精准地砸了出去 只听巨大的咔嚓声 是手机碎裂的声音 你在那里拿着手机在干什么 谈身一副无辜的样子 我在休息啊 你觉得我在干什么呢 谈身捡起手机 手机好像无法用了 南向晚真想揍他一拳 那敌意分明就是他散发出来的 顾北怀按住小狼仔 将他挡在自己身后 现在是小狼仔的关键时期 不能被无关紧要的人影响 我看谈老师手机还能抢救 我帮你找专业人士来修理 保证从外观到数据 都会完好无损 谈身刚刚拍的角度 本打算拿去做点黑热搜送他们 可惜手机被弄坏 现在顾北怀还威胁他 这件事先作罢吧 冯导喊 接下来先试一下 红英和尹尊的对手戏 南向晚好奇的把玩道具剑 原来是这样的手感 谈身看他那样 觉得他应该不会剑术 胜负之心油然而生 就让我好好教你一下 这场是红英想诈尹尊 于是在训练场 切磋近战剑术的戏 谈身使出全力一击 想让南向晚丢脸 南向晚轻蔑一笑 手上稍稍用力 红剑就显现出很大的劲 蓝剑败下阵来 蓝光颤颤巍巍 不一会儿 谈身手上的剑就被弹飞了 强大的攻击下 谈身直接跪下 不可置信 南向晚居然会用剑 还那么轻易的就打败了他 南向晚收回道具剑 甚至不屑看谈身意 逢倒夸赞 南向晚我知道你很厉害 但是下次多过几招 不然时长不够 对着台下的逢开技点点头 南向晚淡淡道 哦 好 谈身想挑衅的心太明显了 本将军以前剑多了 就这点水平 还没看以前 手下的小兵厉害 台下其他工作人员 都忍不住鼓掌 议论纷纷 谈身老师 我记得还拿过业余什么剑术比赛的奖 居然两下就 你不知道 南老师和顾老师合作的剑舞拍摄视频吗 当时他就是以武剑出圈过的 太厉害了 南向晚简直就是专业的 弹身咬牙切齿 发狠的钻紧拳头 该死 不该是这样 馒头突然冒出来 南向晚 你刚当那几招很帅啊 哪里学的 他忽然巧声神秘兮兮的 对了 你既然休息了 想不想趁机做点刺激的事 南向晚还没坐过飞机呢 他一来就开挂 直接坐上战斗机 馒头突然冒出来 南向晚 你刚当那几招很帅啊 哪里学的 他忽然巧声神秘兮兮的 对了 你既然休息了 想不想趁机做点刺激的事 南向晚疑过什么刺激的事 馒头解释道 灵山军驱使空军 又问他想不想飞 南向晚还没坐过飞机呢 而且还是战斗机 他兴奋激动不已 想也不想笃定道 想 迫不及待 就要去换上空军的衣服 馒头也没想到 这么容易就答应 那我们走 心里想着 看来长官真的很看重他 都让我带他做飞行测试了 顾北怀突然翘无声息 从拐角出来 我也休息 也带我一个 馒头尴尬揽住顾北怀的肩膀 我这么躲着你去找人 也被你发现了 行行行 哥也带你飞 南向晚不知道他们认识 看他们一副哥俩好的样子 很是疑惑 灵山军驱某训练场停机坪 空军们一个个都忙忙碌碌 周围传来巨大的战斗机轰鸣声 馒头在一旁严肃解说 战斗机是双人座 可以双人控制 但你什么都不懂 就什么都别碰 也别捣乱 南向晚此时两眼放光 已经跃跃欲试 完全听不进去的样子 馒头继续认真叮嘱 我一个人负责 你坐着就行 放松点 太兴奋 血压高了 没法让你上 南向晚突然严肃恢复成 认真听从指挥的飙兵模样 嗓音红亮 我知道 一切听从指挥 一女中尉走了过来 手上拿着一套军服 对南向晚到 飞行服先穿好 前面还有两批在带机 以第三批字上 馒头带你 南向晚进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嗓音依旧红亮 是 谢谢 接着女中尉带着南向晚 去换衣服去了 旁边几个军员看到南向晚 开始议论纷纷 这还是第一次见 女明星上战斗机 还有人称赞 我知道她 这段时间训练的特别好 我都以为她是新兵了 南向晚体力超好 各项体能获得空军认可 小狼仔和馒头 同程战斗机 做飞行测试前 顾北怀问出心中疑惑 她的身体状况 需要仔细检查吗 馒头突然一脸 见兮兮嵌斗的模样 检查过了 你不知道 哦 没跟你说 啊 还有你不知道的事吗 这可真是令人兴奋 顾北怀稍微思考一下 就想到了关键 大概率是 高考体检家演唱会 换服装的时候 有安排女兵 乔装在一旁 注意过她的身体状况 身上是否引发 双眼视力 特别是伤疤 强压之下会裂 顾北怀万幸 这期间 她没出什么问题 馒头又一脸欠揍地凑过来 无力 想上天步 不用说 她当然想 但她眼睛过好 馒头也知道 韩司令不给你安排什么 求我带你飞 做梦 南向晚换好衣服 突然出现在顾北怀身后 顾北怀 你为什么不飞 她刚刚听到一点 难道是 因为战友眼睛不行 就离开军队了 但之前也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顾北怀一开眼围心道 我不喜欢 女中卫的声音传来 小姑娘和馒头轮到你们了 南向晚从未有过的兴奋 手当其冲 窜了出去 跟上女中卫的脚步 顾北怀瞥了一眼 准备跟上的馒头 眼神充满警告 馒头乖乖举手投降 我保证 不会和她说 你眼睛和以前的事 顾北怀看着兴奋激动的小狼仔 眼里闪过少有的落寞 还好她没有和自己一样 无法抵达天空 另一边 馒头留下话 让大家继续训练 他正打算走 话音严肃开口 馒头 南向晚人不见了 蓝天又也一脸焦急 刚刚话节想 找南向晚说事 结果到处找了一圈 都没见着人 谭身也看似一脸担忧 我们这边人数也不对 八个男演员 但现在就七个在这里 周围嘈杂生起 顾天王 顾天王不在 咱难以没了 我刚刚就没看到顾天王 军区里情况复杂 还地处边境 不会有事吧 闻言冯开季当机立断 工作人员都去找人 演员们留在原地 别擅自行动 冯开季可急坏 真是要命 女主和男一怎么没了 他不知道的是 他们两老早 跟上军队的节奏去训练 此刻南向晚战斗机 都坐上了 南向晚顾被怀去哪了 女主和男一怎么没了 冯开季不知道的是 在他们发现人不见之前 他们两老早 就跟着军队的节奏去训练 此刻南向晚战斗机 都坐上了 演员们开始窃窃私语 一个人不再还好说 两个人一起消失不是吧 还是祈祷他俩别出差别 我可不想看到 网上粉丝大混战 又不是没有闲力 韩生心里阴暗地想 最好是能被一起找到 坐实我说的 然后深陷舆论风波吧 华音站了出来 工作人员们都出去找了 有闲心说这些话 不如抓紧时间训练赶尽 蓝天佑也打抱不平 都是一个剧组的 有些人还见不得别人好 突然有人喊道 他俩回来了 飞了一次 南向晚还意犹未尽 心里美滋滋的 见到导演 逢人就开心的说飞了一次 逢开机一连猛 这玩意会儿不见 这是咋的 当时南向晚下机 是异常抗飞 南向晚这傻样 女中卫急慌了 快检查一下 她有没有什么问题 一检查没问题 就是太兴奋了 心跳过快 南向晚更加起劲 要不是馒头说 P字排不上 而且不是天天飞 他真想再飞一次 上天的感觉太棒了 南向晚 你真是让我们好一顿找 一声不响的 跟着大部队走了 也不知道说一声 浪费大家时间 南向晚猛了 你们找我干嘛 来这不是集训吗 你们不训练 忙着找我干嘛 这都是谈身引起的误会 现在一副合适老样 都是误会 大家就是担心你们 也不知道你们干什么去了 下次说一声就好 南向晚纳闷了 这人站在什么立场 要我做事 需要跟他打招 顾北怀护载 毫不留情当面回击 内涵谈身 少管闲事 多训练 馒头和女中卫也站了出来 馒头表情严肃 嗓音洪亮 什么叫不知道干什么去 他俩拍完 我叫他们先跟大部队去训练 女中卫也气得不轻 你们把军区的纪律当什么了 南向晚和大部队 一起进行飞行训练去了 其他人闻言 瞬间转变了态度 好牛 换我上去 我可能会吓尿 是我们小人之心了 你身体素质不一定过关 上战斗机之前 肯定要体检的 谈身很是极度 他凭什么这么快 就受到军区的青睐了 冯开记了解了实情 驱散人群该干什么干什么 别一天天的嚼舌头可没完 冯岛生气看着某人提醒 这是在军区 不是在剧组 少给女主和男一号扣帽子 在场全被我走 南向晚单挑 以强制胜死 是非结束 又到了体数指导环节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一个一米九的壮汉出现 今天的格斗训练 由我孙辉来指导 有谁愿意先上来和我试试 南向晚很积极 一个劲的选我选我 但周围有人推荐谈身 说他之前拍过好几部动作片 特别厉害 听到军官 选的不是他 南向晚气呼呼 怎么不选我 我更能打 顾北怀看到小狼仔 迫不及待的可爱模样 有些好笑劝他别急 教官不会跑的 过了几招 谈身已经气喘吁吁 不错 确实有点基础 多谢孙教官指点 下一个谁来 南向晚立刻第一个冲出 我来 他已经很久没有活动开腿脚了 经过谈身旁边时 谈身低声看似好一道 对准孙教官左侧 能让你不会太吃力 你挺积极的 希望别太快下去了 内心则巴不得他输掉猪丑 等着当众丢脸吧 南向晚站定完起秀 目光坚定对孙辉点点头 只叫了 孙辉神情一灵 也兴奋的不行 他听说这场集训 就是为了考察这个小姑娘 馒头上尉都带他做了飞行训练 他肯定有点 南向晚右腿猛的往后一块 顿得稳住下盘 同一时间 腰部力量带中全身 又拳击戳 砰的一下 瞬间 面对面与孙辉的拳头对手 南向晚两眼放光 这力量不错 他有太久没体验过极致的战斗 对面孙辉的攻势猛的一顿 面色大变 他这什么力量 南向晚的这一拳 打得他重心不稳呢 很快 南向晚发起第二波猛烈进攻 孙辉开始不受控制的后退 一步又一步 南向晚无论是力量还是速度 亦或是近战技术 就特么跟开了挂似的 孙辉开始怀疑 这到底是不是人 接着南向晚迅速绕到孙辉身后 出其不意 给他来了最后一重拳出击 这回孙辉直接倒地 重重地摔在地上 一连三招 招招致敌 孙辉感觉自己被击中的地方 像是被大铁锤砸过 痛得他 差点站不起来 周围观众都惊呆了 开始了抢人大战 蛮多抢人 他别当明星了 赶紧来临山军区 和我开战斗机吧 女中尉回怼 你别和我们那边抢人 地空导弹和高射炮也缺 他们抢人抢得激烈 好像在说了啊 快活啊 来空山军区 小狼仔这么强 他怎么办 顾北怀无奈轻轻叹了一口气 看得出来 他想这么酣畅淋漓地 打一下红酒 顾北怀被挖墙脚 居然有人抢在他之前 向南向网造白 体数指导 结束到了晚上 集体落课环节 华银悠闲下来问南向网 坐战斗机是什么感觉 过山车一样吗 南向网一游未尽回味 过山车我不知道 我只觉得 整个人血都沸腾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还能再飞一次 周围纷纷复合真好啊 蓝天佑从后面经过 听到他们议论的声音停了下来 顾北怀看着站着不动的蓝天佑 疑惑他要做什么 这时他还不知道 这或是来挖他墙脚的 蓝天佑拽紧了手中的剧本 似乎下定了决心 直奔向南向网 脸上炸红 我喜欢你 你在战场上的阴姿令我心动 南向网一脸猛逼 看向朝他喊的蓝天佑 其他人三脸震惊 很快切换成吃瓜模式 这把顾北怀气了又 顾北怀脸色低沉 他刚刚就感觉到 那似不对劲了 居然来挖他墙脚 顾北怀突然拽紧蓝天佑的肩膀 与其冰冷警告 你这样会对南向网造成困扰 蓝天佑这才回过神来 慌张解释 我只是想找他对一下台本 顾北怀回怼 你角色没有这句台词 蓝天佑修红脸 我这是即兴表演 我觉得红英少将那样的人 我这个角色 对他会有感情的 蓝天佑看向别处 实际是上他 被南向网刚刚和孙教官 对打的英姿冲昏头了 对系这个借口 应该没问题吧 顾北怀紧紧拽着蓝天佑的肩膀 仍旧一副警惕挖长脚的模样 他不信 这家伙分明是在说谎 南向网走到蓝天佑旁边 一把拍住他另一边的肩膀 义正言辞道 你高考阅读理解是不是零分 你的角色怎么可能和红英有感情戏 蓝天佑傻了 他磕磕巴巴 这会儿也解释不清楚妥协了 你就当我是阅读理解零分吧 顾北怀偏过头 忍不住被小狼仔突如其来的话逗笑了 南向网一把抓过蓝天佑手中的剧本 行吧 我来给你讲讲 顾北怀突然插进两人中间 一脸无辜撞 将他们隔开 我可以旁听吗 当然可以 而且战友你讲题最厉害了 蓝天佑一脸尴尬 事情怎么突然变成了这样 接下来两天的训练时间里 蓝天佑比以往更关注南向网 原因是 这两天 蓝天佑和南向网对了几场戏后 觉得他更帅了 聚餐时间 南向网喝了一杯掺了气酒的血液 一杯倒的南向网会怎么样 南向网喝醉秒变回霸气的将军总军 聚组聚餐 南向网乖乖站在一旁看顾北怀烧烤 烤架上的肉滋滋作响 散发出香味 顾北怀递给他一串大烤肉 南向网早就迫不及待了 还得是战友烤的肉最好吃了 蓝天佑比以往更关注南向网 蓝天佑这两天和南向网对了几场戏 觉得他更帅了 南向网肯定会口渴 我给他拿杯水 蓝天佑左顾右盼着水 憋着一肚子坏水的谭生 早有准备 递过来一杯说是雪碧的饮料 蓝天佑没有多想道不谢就拿走了 蓝天佑走后 谭生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前几天他查了下南向网 发现他是沾酒闭醉 那杯雪碧里掺了点气景 他要看南向网出场 蓝天佑脸红羞色 递点南向网 你 你在找饮料吗 给 雪碧 正好有点热南向网接过饮料 一饮而尽 蹲蹲蹲一杯下肚 南向网的脸立刻红了大片 整个人直接向后倒 顾北怀眼睛手快稳稳接住 雪碧也会醉人嘛 顾北怀第一反应过来 小狼在这喝的事情 一旁的蓝天佑一脸母逼 怎么回事 那杯不是雪碧吗 韩神一口撇清关系 我手里都是雪碧 但你选的那杯 可能被别人混了点气泡酒 我也不知道你要给谁 南向网洪亮的声音响起 安静 军营之中 吵吵嚷嚷 成何体统 休息不代表松陷 大家训练的还是太少了 南向网一一指出他们的不足 你耐力不足 需加强长跑 你协调能力不足 多请教教官针对训练 你力量不足 多用器械锻锻炼 众人不理解 却大为震惊 这就是他传说中的 军事化管理粉丝嘛 冯导 这些是可以说的吗 冯开起眼里满是赞许 有人能指出来不好吗 自己卷还能带动集体 这很好 谭生还想他说些什么 一只手突然从他背后出现 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整个人就被一股强劲的力道摔了出去 南向网严肃霸气十足看着他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问题 谭生慌了 难道他根本没醉 南向网牛逼 上一秒还在纠正其他人的缺点 下一秒就被摔谭生 直接把他摔成了狗吃屎 谭生故意往南向网的饮料加料 没看到南向网出宠 反倒把自己害了 南向网一脸严肃的正经流氧 谭生慌了 下意识以为南向网没有罪 其他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怎么回事 打架了吗 南向网刚才不是还在纠正问题吗 这就直接被摔了 他好强啊 南向网一脸严肃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问题 他掰着手指头 你耐力不足 力量欠佳 脚步松散 反应迟钝 没一个动作像样的 和孙教官搏击时 还欠缺观察力和判断力 你之前真的拍过动作片吗 谭生十分射死地爬起来 沉着脸想发怒 还没等他说完 就被南向网一声巨大的打歌声打断了 接着南向网就醉倒在了顾北怀的怀里 顾北怀扶着已经睡着的南向网 一脸宠溺 谭生咬牙切齿 顾老师 南向网还没跟我道歉 你要偏袒他 顾北怀故作惊讶地看向他 谭老师 南向网也是关心你才说的 其他人都接受良好 怎么就你要他道歉 其他人也开始议论纷纷 众人觉得南向网之前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谭生不甘心拽紧拳头 憋着一肚子气 也要保住自己的人设 怎么会呢 我当然虚心接受建议 不好意思 刚刚我喝了点酒才试探了 顾北怀不跟他废话 看向一旁的华英 华英老师 能麻烦和我一起把南向网送回去吗 正好你们住一起 谭生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疯了 绝不能再这样下去 一定要想办法让他俩出点事 其他人散开后 被谭生听到了墙角 横倒 组织这边让我来通知你一生 临山基地靠近边境的区域 冯开记神秘道 是因为那件事吗 我一定通知到位 谭生扶着隐隐作痛的腰 一脸邪恶 他们说的应该是指 最近边境有别国的 武装分子活动的小道消息 他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做 三天后 负重野外训练 其他人都在哀嚎 这个世界疯了 我们是来当兵的 还是来演戏集训的 只有南向网一脸兴奋 这安排太棒了 他又有得玩了 南向网野外生存 两分钟组装完成 一把步枪被他玩得贼溜 三天后 体数指导教官孙辉 接到临时通知 立刻展开24小时 负重野外生存训练 物资和装备都准备好了 所有人拿上背包 就赶紧上直升机 演员们累趴干在地上 疯了 这个世界疯了 我们是来当兵的 还是来演戏集训的 长官我们害怕 还有人哭着哀嚎 长官 我不想吃虫的 其他人都在哭唧唧的时候 只有南向网难掩兴奋 一脸期待 迅速接过孙辉手上 装满物资和装备的包 前几天学了武器使用 和附中跃影 今天就来野外生存 这安排简直太棒了 南向网仔细检查包里的物品 确认使用没问题 孙辉看向兴奋的南向网 这次除了南向网 这个上头重点观察对象外 大部分人都会有我带队行动 只让他单兵作战 而且方圆十公里内没有队友 韩司令着安排 够 弹身邪恶的盯着南向网 他这几天随身带着的强力软刺条 终于要派上用场 军区200公里开外 一辆军用直升机飞在天上轰轰作响 南向网从直升机上稳稳落地 他敏锐察觉到 这个地方提表湿度和温度有明显变化 自己像是最后被放下来的 看来是把他放在偏南很远的地方 南向网谨慎观察四周 这里没有暗号 也没有人生活过的痕迹 一架无人机全程跟进拍摄 只发出微弱的螺旋声 南向网警惕的瞥向声音来源 同时放下手中的包 迅速组装步枪 全程动作一气呵成 与此同时 空山军区会议室里 全员看着大屏幕 韩司令气急败坏 还有些震惊 顾北怀这小子莫名其妙抢车 往南边去就算了 南向网什么时候学会拆装步枪了 馒头回应 他只掩饰了装 拆又不确定会不会 两分钟都这么熟练了 还不会拆 我让他们交了吗 真是瞎搞 其他军官也回应 还没正式编排 不得一步步学 老海你生气就过了 有军方的无人机暗中跟拍 不会有事的 你刚刚还叫这孩子兼兵呢 我相信 他不会拿这个做坏事 而且负重标准 不是司令您说的 要与正常士兵一致吗 您放心 发给他的是空包弹 说完南向网那边的画面 突然消失了 屏幕滋拉几下全黑屏了 无人机怎么坠毁了 南向网那边干了什么 南向网两分钟 组装完一把步枪 紧接着 无人机就坠毁了 看着黑屏滋拉作响的大屏幕 各级军官疑惑 南向网那边干了什么 南向网因为有狗子 奖励的镜头感应技能 刚刚觉察到 有什么东西在看自己 他也不知具体是啥 只能先打下来看看 南向网捡起地上的残骸 看清编码 他还以为是什么危险的东西 结果是临山军区的无人机 南向网心吁吁随手一扔 他还是当做没看见吧 南向网捡起包 集合点位于偏西南的方向 根据气候和太阳的方向 他判断应该往东北方向走 指南针和地图配合使用 就能找到集合点 指南针突然疯狂摆动 南向网纳闷 怎么突然坏了 翻转一看 指南针有被外力破坏的痕迹 而且这个不是他的 应该是有人 在直升机上偷偷换了 南向网一把将所有物品 跨上肩膀 一点也不慌 毕竟他当将军的时候 没这些东西 也照样正常行军 次日凌晨五点 临山军区会议室 逢开机一脸担心 韩司令 要让南向网和顾北怀特殊训练 也起码提前通知我一声 韩司令一脸放松 劝他别担心 临山一直派无人机追踪观察 瞒头目不转睛盯着屏幕 经过红外线无人机 侦察机群地毯式搜寻 已找到南向网 他和顾北怀都在西南角的位置 两人还相隔了一点距离 就能会合 逢开机忧心的胃痛 你们要是把他俩都搞丢了 我都不知道 我会怎么死 韩司令一脸欣慰 南向网一下就发现军方无人机 还准确无语打下来了 这孩子都快比去年的新兵王 都要厉害了 馒头突然严肃 有一架轻型无人机和三处监控仪 在西南角背后 逢开机不得不担心 这 不会是因为南向网被打扰睡觉 开始打无人机出气吧 这孩子调皮不守规矩 要不我还是带走吧 免得在这里给军区添麻烦 韩司令突然一脸严肃 要求触动微型无人机侦察机前往那 刚刚馒头说的地方位于边境 地理位置和时间都太敏感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另一边 清晨五点半南向晚睡的正香 却时不时感觉到有光晃眼睛 周围还不断发出咔嚓咔嚓声 他本来还想再睡一会儿 但这声音有点奇怪 而且还有这什么光 感到似乎一直有人在缓慢向他靠近 接下来究竟发生了什么 南向晚突然杀气这么重 南向晚差点失控 还好关键时刻顾北怀找到他了 南向晚透过树叉往下看 一个全副武装的危险分子 正东张西望查看四周情况 南向晚一眼就看到了那人手上的钻石手链 飞衣人一脚踩到碎骨头 发出咔嚓一声 与此同时羞了一下 有什么从树梢上窜了下来 感到不妙识人已经窜到了他身后 下一秒手枪飞了出去 划破了跃进者的手腕 南向晚手持军刀 直接抵在了跃进者的喉尖 杀气腾腾的逼问 表情前所未有的暴虐又残忍 南向晚用流利的英文对话 说这手链哪来的 你一个跃进者还是个男的 价值十万的宝格丽女士手链 哪里来的 跃进者人都傻了 嘴上不知说的哪国语言 感受到宿主过强杀意 是否接受电击惩罚 即使遭受着强烈的电击惩罚 对南向晚也没有用 在看到手链的那一刻 他已经失去了理智 一不知摇南向晚差点就把跃进者打了 紧急时刻 一道熟悉的声音叫住南向晚 紧接着一只温暖的大手出现 顾北怀还住在他怀里 极力挣扎的南向晚 南向晚别冲动 他是跃进者 交给军方处理 南向晚仍然是要嘎了那人的冲动 嘴上 喃喃着他手上的手链 南向晚一脸着急看着顾北怀 那手链是我妈妈的 顾北怀愣住了 什么 不过最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南向晚的妈妈 竟然是个隐藏的厉害角色 东见特种部队少将薪姿 南向晚的眼睛睁得低溜人 他终于知道 老妈是干什么的了 终于明白 老妈为啥老是去打拳 哦 原来妈妈是特种部队少将军官啊 顾北怀眼睛怎么了 为了验证手链是不是南向晚妈妈的 顾北怀亲自检测上面的指纹 出现了失明现象 之前南向晚差点失控 他手上的项链是我妈妈的 我来之前 南朝阳说 妈妈早就去出秘密任务了 现在手链出现在这里不对劲 顾北怀紧紧摁住南向晚 他手上有实弹枪 还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武器 不要贸然行事 顾北怀看向无人机 韩司令他们一直追踪着我 现在肯定派人来带我们一起回去 顾北怀轻轻裹住南向晚钻紧的手安慰 那个手链还不确定 是否就是你妈妈 顾北怀把他整个人捞进怀里 轻拍他的背 温身火 不会有事 南向晚紧动的心渐渐平稳下来 他觉得好神奇 站有几句话 就让自己冷静下来了 顾北怀万幸他凌晨 找到小狼仔后 就在附近的树上休息 忽然根本来不及制止他 酿成大错 小狼仔的妈妈 他记得是薪姿少将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 南向晚和顾北怀 将越境者押送回来后 临山军区因为南向晚的发现 提前监测到一支特殊的 海外越境者队伍 打算闯入华夏境内 即便还未确认 手链是否属于薪资 三星的南向晚 仍立刻请求同部队 一同出境寻找 南向晚穿着一身特种兵服装 背着枪 脸上画着丛林伪装的颜料 飒爽又杀气腾腾的 和大部队空降到敌人隐藏的地点 南向晚作为秘密先锋士兵 空降敌人堡垒 在和小队成员们的配合下 完美歼灭了这处武装力量 但直到最后 都没有得到他妈妈的消息 与此同时实验室 馒头惊讶 真没想到你亲自来检测 有星资少将的指纹吗 听到肯定的答案 馒头心里咯噔一下 那这手链 确实是星资少将的鸟了 顾北怀突然眼前一飞 失明的恐惧感油然而生 他的眼睛怎么了 顾北怀差点失明的时候 最先想到的是 小狼仔被人欺负了 他都看不到怎么办 顾北怀突然眼前黑成一片 顾北怀捂住双眼 我眼睛 你再交一下吧 馒头慌了 你眼睛难道 我就叫你 不要连续高强度用眼了 你不听 我这就去交给韩司令 医疗兵马上带你去观察治疗 馒头走后 顾北怀也没有跟馒头说 自己看不见了 直到一天半后 南向晚所在小队归来 顾北怀才从临山军区医疗区出来 还好恢复了 不然我要是真看不见 小狼仔被人欺负 我都不知道 走到拐角顾北怀 就听到副官和韩司令的对话 迫降的东方神剑特种大队成员 马上就过来了 那个跃进者 今天又换了说辞 他说他的武器是剪的 自己只是游泳被河水冲到我国边境 韩司令可不惯着 我去看一眼 再一点信息套不到 就把他扔海里去 南向晚走过来 睁着跟瓜一样横调的眼睛 顾北怀 手链上有我妈妈的指纹吗 他担心着呢 顾北怀内心复杂 怎么跟小狼仔说这件事 索性先不说吧 顾北怀拿出湿巾 脸太脏了 我帮你擦擦 手链上指纹的报告 我已经提交上去 顾北怀本来想等他先休息了再说 可他这么着急 突然一道咆哮声传来 老娘的手链 你们这群境外恐怖分子 也配碰小碗送我的手链 赶紧给老娘交出来 居然赶在我出任务的时候 趁乱卷走 韩司令看着这场面 尴尬轻壳两声 想要劝阻他女儿 还在这看着呢 但他们同为少将 论起胸来 还是新资胸 旁边一直有医疗兵在劝 新少将别冲动 请先包扎伤口 你伤口要裂开了 南向晚一听这个声音 一个剑步赶到现场 弱弱叫了一声妈 原本还一脸凶神恶煞 胖揍跃进者的新资 在听到宝贝女儿的声音后 整个人僵住了 接着随手一丢 瞬间身上什么装备武器 都不见了 一秒切换成平月甜美温柔的妈妈形象 乖乖啊 刚刚那个不是妈妈 你看错了 南向晚内心 不 我都看到了 南向晚见到妈妈了 南向晚的妈妈 竟是了隐藏的厉害角色 东剑特种部队 少将新资 一不小心 就在女儿面前 暴露了暴躁的一面 她在女儿那甜美温柔的形象啊 就这么没了 乖乖啊 刚刚那个不是妈妈 你看错了 新资扔掉负重装备后 在医务室包扎伤口 南向晚就在旁边 看着医生上药 以前这些 新资都不会露出来的 新资这会儿无地自容 她一直努力 在女儿面前 维持的温柔形象 今天彻底毁了 南向晚一脸崇拜 她终于知道 老妈是干什么的了 终于明白 老妈为啥老实去打拳 原来妈妈是特种部队少将军官啊 太厉害了 新资她仔细一想不对 小婉怎么在这里 还穿着军装 难道 想到了什么 她又暴躁了 韩婷 是不是 你把小婉搞进来的 一看人呢 韩婷已经不见人影 顾北怀忍不住憋笑 韩叔叔知道 新资阿姨会发飙 早就溜了 馒头感慨 没想到 她俩真是母女 太牛了 我一直以为新资阿姨 没有孩子 南向晚这天赋 不过她怎么不是 在军区长大的 大概是不想她接触这些吧 做父母的 总是不希望 孩子遇到危险 但如果她想做 那就会尽全力去托举她 对了小婉 今天出高考成绩了 你快查查分 南向晚刷的站起来 是啊 但她的手机 没在身上 用我的吧 听到声音 新资就看到 一个帅小子 偶像女儿 顾北怀走过来 将手机 放到南向晚手上 你用完回宿舍 还我就行 新资在一旁 若有所思的看着两人 这时蛮跑 在外面叫她 鼓励快点 医生催你过去 南向晚拿到手机 一阵狂点 高考分数640分 但她在刷新一下 分数居然看不到了 南向晚疑惑她沉浸了 怎么搜索出来的 界面变白了 南向晚高考分数出来了 总分640分 她在刷新一下分数 居然看不到了 南向晚疑惑 她沉浸了 少将妈妈并不意外 早已了然果然如此 小婉 你先去找寒厅吧 她估计会告诉你原因的 南向晚于是静止 去了找寒厅 到了地方寒厅 让她坐下说话 南向晚有些惊讶 待遇这么好吗 竟然还能坐下说话 以前军营里上下级可没这样 她刚坐下 寒厅就推过来一达文件 看一下 没问题就签字 南向晚低头快速扫过 紧接着惊喜抬头 我现在是军人了对吧 寒厅道 你已经入伍了 但要需要签订 这份保密协议 作为临山军区的秘密理器培养 而且 这次突发任务里 完成得很优秀 南向晚 你要记住自己的使命 一定要在娱乐圈好好发展 南向晚原地卡壳外加猛逼 我都参军了 为啥还要在娱乐圈发展 这是 针对你的培养方案 在你已是明星的前提下 就要争取更红 更有影响 你想象一下 你站在世界最大的舞台上 吸引了恐怖分子 然后现场 将话筒拆成狙击枪 一枪爆头的场面 多帅 南向晚无语 他不觉得帅 他只觉得很沙雕 所以搞了半天忙活了一路 结果最终还是要唱歌跳舞啊 对了 我高考分数查不到 是军区把你的分数屏蔽了 回头国防军官学校 会对你进行特招 你将会进入特殊兵种部学习 母女俩的暗号 你们不懂 一架大型军用直升机 贴着宿舍楼而过 声音非常响 南向晚唇脚勾起 这个声音和时间 肯定是他的少将妈妈 南向晚顾北怀消失几天后回来了 冯开记和众演员们 从头至尾 就不知道发生了啥 他们失踪两天 让人着急 顾北怀还在医疗处的病房 住了一晚上 很快 这一信息迅速在演员中传避 传着传着 开始说顾北怀瞎了 演员们一个个惊吓中 更是害怕剧组出事 如果曝光到网上 天王的粉丝 一人一口过目就能喷死 他们这电影还能拍吗 不过第二天 顾北怀正常地走了回来 说好的瞎了呢 天王你没啥事 为啥助病房 还猛眼 吓死人了 顾北怀迟微微一笑没有说什么 南向晚则一脸龙光焕发 出任务时 南向晚没带手机 差点把经纪人急死 话音将手机递给他 他快速拨通成雪的电话 那头成雪秒间 成雪的担心都要一出屏幕 南总你这两天怎么失联了 南向晚调卡活着呢 有点事 三天后的周末我去接您 您别忘了 歌者和恐怖密室的第一期录制都要开始吧 歌写好了吗 千万别忘了 南向晚差点忘了她是个女明星 要写歌 要参加综艺 要死 星哥一个字没动 这时候 外面直升机的声音越来越近 贴着这栋建筑楼而过 声音非常醒 是一架大型军用直升机 其他人都以为要撞上的时候 南向晚没有出声 只是嘴角勾气 那是她的少将妈妈 妈妈走之前 特地从她宿舍旁飞过 肯定是在跟她道别呢 母女俩的暗号 你们不懂 南向晚现在已经是这个世界的军人了 两天后最后一次越野生存训练 仍然是孙辉带队 今天走了15公里 大家这段时间进步很多 很不错 我们一共13人 需要尽快找到13处休息点 度过安全的一夜 南向晚选择了边缘地带 她现在已经是这个世界的军人 有义务要保护睡在内圈的人 就这里好了 像之前一样上述睡 这样方便听周围动静 南向晚看到顾北怀收拾睡袋 不愧是战影 选位一样 真有默契 如果遇到危险 我俩是首当其冲 内圈有危险 也能第一时间赶到 虽然黑 但她视力和听力 双双超绝 一点不影响 只是起身没走两步 南向晚顿住 此时的顾北怀 正在往另一个方向走 睁着眼睛 走路速度一门 眼前的树干 她都避开了 但脚下的树枝 和一些明显泥泞 她却一脚踩了下去 南向晚有些惊讶 顾北怀一点都看不见吗 难道她有夜盲症 还是说 弹身努力假笑 急剧马上要结束了 结果女主和男一 一个都没被换 这样下去 她答应进剧组冲 最佳男主 成为三金隐蔽的计划 就要落空了 本来计划让南向晚 无法拍摄换女主 顾北怀就会跟着走 毕竟经过这些天的观察 她确定 顾北怀喜欢南向晚 弹身露出一个阴毒的笑 现在直接让顾北怀 无法参与拍摄好了 毕竟她突然住院 暴露了眼睛问题 顾北怀为了确保 小狼仔的安全 她的身体在睡袋里 但脑袋和肩膀 却靠着树干睡 也就是坐躺姿势 正对着小狼仔方向 一道光通过精心设计的角度 直冲着她而来 晃得顾北怀无法睁眼 眼球一阵阵的刺痛 不断流着眼泪 糟了 她又看不见了 有人对着顾北怀的眼睛出手 南向晚一脚踢飞 弹身趁顾北怀 看不见对她眼睛出手 眼睛虽然看不见顾北怀 敏锐察觉到 有人直冲她的眼睛 羞得一下一个人影 从天而降 紧接着突然一声巨响 南向晚一脚踩在了弹身背上 弹身直接摔了个狗啃 南向晚眼神犀利 一只脚将她踩在了地上 将弹身的脑袋 深深踩在了坑里 让她无论怎么挣扎 都爬不起来 一瞬间弹身想了很多 后路都不好 弹身此时知道自己完了 但好在她没有动手 她可以辩解 自己是起夜迷路 顾北怀紧动的身体 一瞬间放松 她虽然闭着眼无法睁开 但她知道是小狼仔 南向晚急切转头 看向顾北怀 伸出手在她面前晃了晃 顾北怀 你眼睛怎么回事 顾北怀调侃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南向晚直率秒答 是啊 你怎么了 是哪里受伤了 南向晚急死了 捧起她的脸仔细检查 她庆幸还好发现 占有眼睛似乎有问题 就留意了一下 否则伤害她的歹人就得手了 顾北怀的心脏 猛地跳落了一拍 心里暖暖的 顾北怀在笑 黑暗中的双眼缓缓睁开 她依旧看不见 黑夜仿佛更加气黑 但眼前的女孩 却好似一道光明 温暖的柔光 此时 谭神只觉得自己快闷死了 他俩却还在谈恋爱 南向晚有些猛逼地看着她 战友到底看不看得见 不管了先捂着 以防战友被别的情况伤到 如此想着 南向晚毫不犹豫地伸手 捂住了顾北怀的眼睛 手上传了一阵湿润感 南向晚一本正经豪迈直言 你别哭 我保护你 顾北怀她没哭 其实那是眼睛刺痛 无法控制的流眼泪 上山的人 怎敢挑衅下山的谁 南向晚以为顾北怀哭了 他没哭 那是眼睛刺痛 无法控制的流眼泪 顾北怀伸手 轻轻握住了 捂在自己双眼前的那只手 这手很软 比她的手小好多 这小手究竟是怎么爬树 射击还能做到单指恶体 顾北怀一瞬间 脑子里想的东西 奇奇怪怪 南向晚一愣 看战友这样 他心里痒痒的 感觉到了不对 南向晚惊恐了 眼前这人浑身散发的感觉好温馨啊 就像是他在面对妈妈时 那种想撒娇 想任性的感觉 南向晚猛的就将手收了回来 顾北怀 我把他当妈妈了 吓人 他不想给人当妈呀 顾名所以的顾北怀 有一瞬间的失落 但他不着急慢慢来 此时被一脚踩在地面的弹身 难受至极 顾北怀感受到了地面男人的动静 开口松开他 南向晚皱眉 低头看了眼 眼底瞬间闪过一丝杀意 系统立刻跑出来阻止 南向晚翻了个白眼 不杀就不杀 他松开下一秒 弹身猛地弹起 开始飞奔 南向晚压根没打算追 要不是狗子拦着 这垃圾还能活 顾北怀说他没事 让南向晚去睡 南向晚点头 战友那么聪明 战斗力又强 他不用特别担心 不过以防万一 回到睡袋处南向晚 还是将睡袋的方向调了个位置 对准顾北怀放位 有事就能第一时间冲过去 毕竟战友眼睛不好是硬伤 顾北怀在原地静静待了会 紧接着眨了下眼睛 他笑得出来吧 弹身 隐藏在远处的弹身 心中一个咯噔 但他依旧想过一步 于是他走出来 开始装傻冲愣 弹身非常紧张 顾北怀现在究竟看不看得见 还有南向晚看到他了 但为什么没反应 没有喊人来揭穿他 这两人到底在想什么 弹身无法理解这种心境 无比忐忑 顾北怀转身眼神平静 你不过是一个上山的人 怎敢挑衅下山的神 弹身一瞬间 瞳瞳剧烈收缩 心脏狂跳 这话什么意思